你是说,有人排斥他们,歧视他们?排斥他们,歧视他们,也不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不思进去。 周月道,大明发展太快了,别说这些不学无术的土著,就算是微臣,若是一个月不出门,也会跟不上节奏。 这些人很笨,空有蛮力,又没有脑子,一开始,只是卖力气,在码头接货,倒也能够养家糊口。 可是这几年,随着码头的船只越来越多,货船越来越大,前周那边不断地有人过来做生意,个人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搬得起一个集装箱。 再加上这些人不断地引进新机器,越来越多的土著族被解雇。 再加上可观存在的歧视和排斥,所以他们的处境并不好。 他们有自留地,这些年,微臣一直派遣农学院的专家帮助他们种植,但是这些人,骨子里就不是种地的主。 若是让他们去树林里打炼,这周边也没有那么多的猎物给他们打。 而且现在大明已经开始进枪,原本他们还可以拿着猎枪去打猎,补贴家用,现在连猎枪都搅了。 虽然有地方的补贴,但是这些人,不满足。 听着周越的话,秦莫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不够了解地方。 如果他一直坐在宫里,是不可能知道策略实行起来,对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为何不引导他们? 秦莫道,朕记得,朝廷有商业部,有帮扶部,有扶贫部, 为何不联手为他们提供一条可持续的路? 周越苦着脸道,三年前,威臣联合多部门,更本地的土著首领,进行过一次谈判,要求他们多方面发展。 比如,土著族的特产,他们特制的服饰和皮衣。 威臣也打算在南部城附近,圈出一块狩猎场,让他们专门狩猎。 猎枪这一块,他们可以去治安署租借,这样一来也不会违反大明律法。 但是他们并不满意。 他们说,商人太坏了,压低价格收获,高价卖出去,所以他们想自己做生意,并且开出了一个很高的价格。 这个价格,是尘无法承受的。 所以第一次谈判,最终是失败了。 后面又谈了两次,若是陛下不幸,可以去查阅谈判记录,当时一起谈判的还有数十人。 后面,土著族成立了合作社,威臣也以为他们是想靠自己,当时心里还挺高兴的。 可后面才知道,并不是这样。 而他们也的确是没有做出什么危险的行径,再加上没有确凿的证据,抓了他们,也不可能关押很久。 而且,这些人很团结。 威臣也是害怕闹出事情来,这才没有动手。 之前的土著叛军事件给大明提了个醒,所以,很多人对这些人都不敢太严厉。 再加上这些人也的确是缴纳了税收,如此一来倒像是拿捏住了周月的软肋。 秦末冷笑一声,这些人还挺会试探的,只是朕没想到,那件事过去了才多久,这些人又开始闹幺蛾子了。 非要逼着朕去动手,才高兴是吗? 在场的人都不由打了的寒战,都能感受到秦末的杀气。 你们两个人,一个想管不敢管,一个管了管不好,都有责任,都没做好,等此件事了,你们去吸睛向太子竖直吧。 听到这话,二人都快哭了。 竖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高升,而另一个就是认错。 很显然,二人是后者。 臣等认罪,二人匍匐在地上,不敢有丝毫的不满。 想一想,那些落在秦末手里的官员,有几个好下场。 他们这还算是好的。 不过,秦末也的确不是一个残酷的人。 对他们的惩罚,也的确公平。 从今天开始,南部城的驻军不再插手地方巡逻,只在地方主政官有需求的时候,可以出手帮助。 援助之前,要向上级机构打报告,如果情况紧急,可以见机行事。 其次,加强治安署的职权,治安署不良人上街巡逻,要鹤枪实弹。 二十四小时不能停歇,要严格打击犯罪。 至于土著族,朕来处理。 直觉告诉秦末,这件事或许不是南部城个例。 他的本意是,将这些人打散,几十年后大家不分彼此。 可显然,事与愿违。 你们二人,不许将朕来到这里的事情传出去。 若是传出去半点,朕一定严惩。 还有你们两个,随时等候调遣。 现在,下去吧。 等二人离开后,秦末在想,该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些人呢? 至于太子妾室,这件事应该跟他没关系。 这些人只不过是扯虎皮拉大旗而已。 杀,是不能杀的。 大明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另一个层次, 而不是刚开国的时候要用杀来立威。 只是秦末没想到,自己杀了这么多人, 却依旧没能杀怕这些人。 由此可见,是这些年来,自己的策略出现了问题。 或许是他们觉得自己对他们太好了, 亦或者是他们觉得自己很好说话。 秦末陷入了沉思。 人哪,是最复杂的。 他并不会顺着你的心意来。 而与此同时,周月回到自己家, 却慌乱地不行。 就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了他的家中, 一看来电,周月就更慌了。 他索性没接电话, 我早就警告过你们, 不要太猖狂,现在好了, 触怒到陛下了,你们自求多福吧。 周月该做的努力都做了, 但是没用。 原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渡, 现在他能抱住自己的官职就不错了。 说一千到一万, 还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行? 皇帝是什么人? 那是眼里柔不得沙子的人。 想在他眼皮子地下混, 不可能的。 在大前的时候, 他就是治世能臣, 谁不服他? 现在当了皇帝, 自己在他跟前, 就跟光榜子似的, 自己心里那点想法, 怕是早就被他给猜透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这一夜, 周月失眠到天亮, 第二天拖着疲惫的躯体去当职。 同样失眠的, 还有料化。 二人足足等了三天, 才等到了秦末的召唤。 得知秦末召见他们, 二人也是马不停蹄地跑去秦末的住所。 把你们叫过来, 主要是有一件事, 针对土著族自留地的事情。 秦末拿出了一份 针对土著族的计划书。 周月拿过计划书, 认真看了起来, 这计划书中将土著一族的自留地 发展为当地的特色旅游景点。 而土著一族将配合地方发展旅游业。 当然, 他们也可以不同意, 秦末并不会限制他们的发展, 但是在想拉帮结派就没那么容易了。 你们觉得这一份计划书怎么样? 正要听你的真实意见。 秦末喝着茶道。 周月认真思索着, 了解皇帝的人都知道, 皇帝不喜欢吹嘘拍马屁, 有时说是, 反而不会有问题。 如果绕弯子, 很有可能会让皇帝大怒。 臣以为这办法不错, 但是如果他们抵触的话, 就很难推行下去, 极为容易产生矛盾。 其次, 他们现在已经尝到了甜头, 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当一个吉祥物, 恐怕他们也不情愿。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自己的生活 被放大到所有人的面前。 秦末听了点点头, 这周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 南部城主政官的位子上。 你觉得正是在跟他们商量吗? 秦末打了个手势, 小八拿来了晴烟, 又给周月和廖花发了一根, 二人都受宠若惊地借过晴烟, 等秦末点火, 他们才紧随其后点燃了烟。 当然, 前期该谈还是要谈的。 秦末道, 在自留地的周围 设立一个军营分区, 派遣三千人镇守在哪里, 什么都不用做, 他们自然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 正当要看看, 他们想做什么。 听到这话, 周月突然觉得自己 还是不够果断, 皇帝一手糖果, 一手大棒, 你是听话还是找死, 由你自己选择。 这也等于变相地 让他们做选择, 其次, 军营分区在那边, 他们也翻不起风浪。 事实上, 治安署的力量是足够的, 只是周月害怕出事而已。 现在皇帝都发话了, 他去照做就行。 料话? 微臣在。 到时候谈判, 跟周月一起, 不要说朕来过, 明白了吗? 朕会随时看关注这边的情况。 微臣遵命。 谈完事, 恰好一根烟抽完, 秦末道, 朕就不留你们了, 走吧。 微臣告退。 两人离开秦末的住所, 对视一眼, 都苦笑了起来。 皇帝干脆利落, 从来不废话, 从来都是给方案, 让别人施行。 廖将军, 就多劳你费心了。 周月拱手道, 是我分内之事。 廖话道。 很快, 周月跟廖话二人, 便来到了土折族的自留地。 事实上, 土折族在大明的官方叫做 东归族。 东归族现有人数 大概在二百万左右。 在全国各地 都有着大大小小的自留地。 大明对他们很好, 各种补贴, 就算他们什么都不做, 也不会饿死。 而秦末也不是无条件地 对他们好, 该一视同仁的地方 还是得一视同仁。 南部城东归族的首领 有一个中原名字, 叫向中原。 无论是穿着还是谈吐, 都非常地儒雅。 此人并没有东归族 那种与生俱来的标柄气息, 笑眯眯的样子, 反而像一个书生。 这一二十年来, 东归族新一代的族人 已经全面说大明官话, 学习的也是大明的知识。 在他们接受的知识里, 自己是中原上古 迁移过来的移民。 而事实上, 这些年大明在这边考古 也的确找到了许多证据, 这些证据也可以印证 东归族或许是多年前 迁移来这片土地。 周明福, 廖将军远道而来, 在下有诗远迎, 失敬失敬, 向中原拱手, 说着客套话, 只是他身后站着数百汉子, 看起来排场特别的大。 周明看到这一幕, 想到了昔日岭南的土王, 这些人倒是有一些土王的做派, 只是可惜了, 那些渣子早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被秦末扫进了垃圾堆里。 一行人落座后, 周明也没有客套说道, 向首领,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针对东归族自留地的问题, 我们打算将你们的自留地 设为南部城主要的特色景点, 所有的收益东归族占据七成, 我们只需要三成来维持成本即可。 中将全面地体现东归族的特点。 这是我们的计划说。 听到周明的话, 向中原笑眯眯地道, 周明府, 东归族自留地可是朝廷特许的, 我们在这里有相当程度的权利, 而且我们也不喜欢 把当猴子一样供别人观看。 周明却道, 你还是先看看计划, 到时候, 衙门会拿出一笔钱来 大力修建东归族的自留地, 分为居民的生活区和旅游区 是绝对不会影响你们的正常生活的。 而且, 这样一来的, 你们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大量的资源, 可以养家糊口, 何乐不为呢? 话虽如此,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自立根胜, 也不愿意劳给朝廷添麻烦。 向中原笑眯里的拒绝, 一旁的料话道, 这是双赢的事情, 也是朝廷帮扶贫的策略, 你还是不要拒绝的好。 当然, 自强固然好, 可是有些事情, 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 不要说得太透彻。 向首领, 今天既然我来了, 你心里应该就明白了, 这件事是必然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不要让我的人到你的自留地里来, 我手下的人不会说话, 但是他们的子弹却不会长眼。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脸色是变了又变。 向中原不笑了, 廖将军, 何出此言? 是我们的人犯了什么错了吗? 若是如此, 你把那人找出来, 我一定当着你们的面, 给你们一个交代。 这个交代, 你给不起。 廖话道, 难不成驻军总部会在你们周围修建一个分营, 到时候会有三到五千驻军镇守在这里, 听到这话, 向中原脸色也是大变, 他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周月不吭声, 廖话态度强硬, 他冷哼一声, 你们两个是打算逼着我们就犯吗? 就不怕我静睛道状。 周月哈得一笑, 道状, 我劝你, 还是打消这个念头。 什么意思? 你不就是想找宫里的贵人,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件事, 他说了也没用。 周月道, 我们已经来过几次了, 几次都没有谈拢。 我觉得, 衙门是有诚意的, 朝廷也是有诚意的, 但是你们并没有诚意。 说实话, 东归族能有今日的生活, 全部都是朝廷的功劳。 将你们从如毛饮血, 落后的奴隶社会过渡到文明极度发达的现在, 你们应该感恩才是。 而现在, 朝廷给足了你们面子, 如果你们觉得这一片自留地, 你们可以称王称霸, 那就错了。 大明国土所在, 都要受到大明律法的管控。 谁也不例外,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不是不敢动你, 我是不愿意让得来不易的局面变坏。 像首领, 你还有两天时间考虑, 两天后, 你们如果不接受, 那也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会明白, 有什么后果。 周月也懒得再跟向中原谈判, 因为这个人, 根本就不可能接受。 所以来时, 他就跟撂话说好了, 直接来应的。 向中原见二人准备离开, 也是急忙起身。 二位, 有话好说, 这件事实在是太大了, 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 我还要召集族内的族佬, 来共同商议这件事, 可否多给我几天时间。 周月摇摇头, 你们只有两天时间, 过期不后。 说着, 二人转身便走。 等二人离开后, 向中原脸色冷了下来, 他的儿子像猛怒不可遏的道, 这些人就是来威胁咱们得, 阿爸, 咱们千万不能被他们给吓到了, 这就给贵人发电报, 还反了天了。 向中原摇摇头,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周月刚才已经说了, 这件事就连宫内的贵人出面也没用, 应该是出事了。 族内是不是少了三个人, 他们三个人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 向猛摇头, 出事了, 肯定是出大事了。 向中原深吸口气, 料化手里有三五万人, 说实话, 跟他硬碰硬, 我们跟找死没区别。 这一次连他都出面了, 看来是铁了心, 要整我们了。 那就静静告状, 我就不相信, 这些人没有枉法了。 向猛怒声道, 枉法? 向中原冷笑一声, 秦族人来这里的时候, 可有枉法。 他们奴役咱们得时候, 可有枉法。 向猛低着头, 他虽然愤怒, 可听到这话, 也是冷汗直流。 阿爸, 这种话, 你在这里说说也就罢了, 若是让外人听去, 会招来大祸的。 东归族叛军被剿灭后, 当时所有人人人自危, 可朝廷并没有对他们这些普通人如何, 跟大明所有的族群一样, 一视同仁。 秦末甚至还专门发了一道招文, 说这件事, 不会牵连到普通的东归族人。 而这些年, 东归族的确过得好。 相比那些如毛饮血的时代, 被奴役, 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其他部落侵吞。 他们可以住大房子, 吃饱穿暖, 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财产和土地。 说实话, 很多普通族人, 内心是向着大明的, 已经被大明给驯化了。 在大明实录中有着依美一句话, 相蒙记忆犹新, 百姓从不在乎谁是当朝着, 他们只在乎自己过得好不好。 相蒙是接受大明教育长大的, 说实话, 他是认同的。 即便他作为南部城东归族首领的儿子, 却也不得不承认, 大明正在完成一项伟大的举措。 事实上, 就算没有大明, 他们的部落也会被其他人吞并。 他们会成为最低等的奴隶, 会被送进祭祀坑。 他们的母亲、姐妹将沦为贵族的玩物, 而他们只能在一旁麻木地观望。 事实上, 大明这些人比那些人好太多太多了, 向中原瞪着儿子却说不出话来。 最后, 他召集了族内的族佬共同商量这件事。 得出的结论是, 先问一问宫内的贵人。 他们给宫内的贵人发了电报, 很快那边就回了消息。 贵人只有四个字, 好自为之。 看到这四个字, 向中原彻底慌了。 连贵人也保不住他们, 这意味着这件事背后大条了。 很快, 两天时间到了, 廖化带着人就在他们的自留地百米距离开始测量军营的范围。 一个个鹤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那里警戒。 百米范围内都是禁止区域。 也就是说, 他们的自留地被无限压缩。 紧跟着周月的助理过来询问, 向首领, 可有结果了。 周明府呢? 我要见周明府。 向中原道。 周明府很忙, 毕竟难不成百万人口, 他也不是只关注东归族的。 助理笑着道, 我今天过来, 只是想要一句话而已, 向首领, 你就给我一句准话就行了, 我好回去交差。 向中原苦笑道, 这种大事, 周明府就不亲自来啊。 助理道, 原来向首领也知道这是一件大事, 周明府几次带着诚意过来, 向首领可没有重视这件事。 向中原叹了口气, 说道, 可以告诉我, 我们究竟得罪了谁吗? 助理摇摇头, 你们谁都没有得罪, 只不过走出来是天下大事。 朝廷屡次颁布律令, 全国部族通婚自由, 可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告诉你们, 违抗朝廷命令, 违抗天下大事, 你们迟早会被淘汰。 还抱着以前的想法, 就注定你们落伍了。 也别觉得你们是受害者, 没有大明, 你们什么都不是。 最起码, 你们在大明的荣光下, 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 不用时时刻刻被人奴役。 向中原叹了口气, 他知道, 这件事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好, 我答应, 日后, 东归族的自留地, 将全力配合衙门, 作为南部城的重要旅游景点。 助理笑着道, 时时务者为俊杰, 向首领, 你不会后悔今日的选择的。 东归族数千族人, 都会因为你的选择,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向中原摇摇头, 他知道, 这么下去, 要不了多久, 东归族的凝聚力将彻底不再了。 朝廷, 真是好手段, 好八道啊。 一日, 南部城发布消息, 东归族自留地将全面建设东归族旅游景区, 而驻军分营也开始修建。 消息已经发出, 整个南部城都动了。 而昔日被东归族暗地里威胁的那些人, 也收到了东归族的消息, 日后不必再给他们遂供。 不少人都谈官相庆。 秦末看着周月和廖花二人, 不由笑了起来, 还好, 还知道你们是大明的主政官, 还有点威严, 总算是把这件事给办成了。 威臣惭愧在南部城这么久, 都没有做好这件事。 周月一脸惭愧地道, 请陛下责罚。 廖花也是急忙请罚。 秦末看着二人, 一开始, 他的确是想罚两个人的。 但是这几天, 他也一直在收集两个人的消息, 发现这两个人虽然在这件事上办事不利, 但是大体还是个不错的官员。 周月对民生还是非常上心的。 廖花也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 而是每日勤勤恳恳地 在军营内训练士兵。 水之轻则无鱼, 如果太过严苛, 反而会让下面的人难以接受。 这件事倒也是情有可原, 东归族算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朕也不怪你们。 念在你们积极挽救, 也没有对百姓造成什么损伤, 朕就不追究你们的责任了。 但是这件事, 朕会记在心里, 并且, 年底的数值, 朕要看到你们两个人的明显改变。 朕还是那句话, 当官不为民, 不如回家种红薯。 有些时候, 或许会得罪人, 但是只要你的出发点是百姓, 只要你不得罪朕, 朕不会拿你们怎么样, 反而会重用你们。 明白了吗? 周月和廖化都非常意外, 他们本以为这一次不是降职就是革职, 却没想到, 却是功过向底, 皇帝只是口头训斥了一番, 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谢陛下, 周月不由哽咽了起来。 廖化也好不到哪里去, 微臣叩谢陛下。 行了, 都起来吧, 别再挣这点了。 秦莫道, 为主政官者, 只需要记住一心为民即可, 为将者, 有些时候比他们的责任更大, 越是危险的时候, 你们就越是要上朝廷给你们优待, 并不意味着, 在没有战事的时候, 你们就没事。 你们是国家的守护者, 大小天灾, 你们同样要第一时间上。 正要的, 不仅仅是一个敢打敢拼的队伍, 更要一个忠于国家, 忠于百姓的队伍, 明白了吗? 廖化站直了身体, 是, 微臣明白。 等二人离开后, 秦莫也松了口气, 就是劳碌命, 看见问题了, 根本不能置之不理。 说好了这次出门, 绝对不管闲事, 现在好了, 什么都管了。 可转念一想, 创业容易, 守业难。 大明有今日, 实在是不容易。 而这件事后, 秦莫也清闲了下来, 在南部城待了一个月后, 便继续南下。 而朝廷也颁发了 东归族自留地建设意见的文件。 文件中指出, 要全面建设东归族自留地, 建设东归族博物馆, 全力让东归族融入这个大家族, 并且帮助东归族就业。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在三年后被彻底解决, 当然这都是后话。 与此同时, 西京, 天心忙得不可开交。 看着父亲发来的电报, 天心苦笑了起来, 每隔几天, 他就会收到父亲发来的电报, 这里面都是父亲的所见所闻, 有一些是稀奇的事情。 有一些则是一些对地方管理的建树性的问题。 天心将这些做了一个汇总, 父亲出去游玩的半年时间, 发现大小问题总共150条。 目前而言, 他已经解决了大半。 还有一些, 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解决的。 除此之外, 他现在每天过得很忙碌, 不仅要坚果, 每天都有四五场会议, 多的时候, 差不多有七八场, 每一场都要半个小时。 连轴转之后, 晚上还要临幸后宫。 他自己兄弟姐妹很多, 而他在这一块就远远比不上父亲。 他跟太子妃一共育有三子一女, 除此之外, 其他妾室一共育有六子四女。 算起来, 他的子嗣也算是昌盛。 宗人府那边就非常迫切地要求他, 多生一些人。 为此, 他坚果的半年时间就纳了十个妾室。 这让天心压力很大。 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 好在最近袁之秋教他一些养生工, 再加上他平日里保养, 倒没有觉得那么疲惫。 他现在也明白, 为何父亲要不断地压缩工作, 放权给手下的人去做。 因为, 如果按照之前的机制, 他十二个时辰连轴转, 都不可能处理完这些事情。 而他呢, 远没有父亲那么心大, 也没有父亲对待大局强有力的掌控程度, 所以一些事情必须亲自去做, 去经历后才知道该如何处理。 而现在, 他觉得自己是应该抓大放小了。 要不然, 他非得累死在朝政上不可。 而父亲也交他, 要劳逸结合。 只是可惜, 他并没有父亲那么洒脱。 就在这时, 袁之秋来了, 微臣参见陛下。 天心笑着道, 小师叔, 你怎么来了? 按辈分, 袁之秋是天心的小师叔, 而袁之秋也是下一代天师的继承人。 紫微星门作为大明的国教, 在大明拥有很高的地位。 但, 紫微星门门人数量 从始至终之维持在千人左右, 并没有佛门那般都是庙语。 除了大明中部的山门之外, 在大明各道的要塞都有紫微星门的山门。 如果从高空往下看, 就能看到这些山门按照奇特的图案落成。 陛下折杀微臣了。 袁之秋不敢受这一句小师叔, 因为天心是未来的帝王, 不受这些约束。 秦末不同, 秦末在当皇帝之前, 就已经是紫微星门的弟子, 而且是紫微星门的掌门。 我的母亲是紫微星门的大师姐, 我的姨娘更是紫微星门的护法。 我爹是上一代紫微星门的长教, 我叫你一句小师说, 你受得起。 天心笑着道。 袁之秋叹了口气, 主要是他年纪太小, 比天心小了不少, 这一句小师叔, 他真的有些适应不了。 对了, 太子殿下, 我这边已经结合历代的十节历法, 在结合星象官风之术, 已经完善了一套预测天气的法门。 袁之秋说道, 准确度有多少呢? 天心也很是重视这一块, 天气变化莫测, 即便直至今日, 大明的耕种也依旧跟十节气候 有脱不开的干系。 若是能够大致预测未来几天的天气, 那么就能够提前应对, 可以让农民避免更多的伤害。 这件事, 其实朝廷已经有相当完善的机制, 历朝历代, 凡大一统王朝的没落, 无不跟气候有关系。 当然, 大前除外。 这是微臣这几个月, 在京城周边数百个村庄, 县城预测天气的数据, 请太子殿下过目。 袁之秋拿出了厚厚一份数据, 青天间在大明主要是观测天象, 而现在更是变成了天象局主要观察气候。 天心接过数据, 认真地看了起来, 足足十几分钟才看完。 他不由地赞叹道, 没想到准确率居然高达八成, 真是了不得。 太子殿下过誉了, 八成还是太低了, 若是能够提升到九成就更好了。 袁之秋道, 主要是登高比较麻烦, 而且咱们大明在这一块还是挺薄弱的, 想要提升准确度, 微臣也有一些设想。 你说? 天心十分认真地道, 毫不夸张地说, 他手上的这一份数据就是一份难以估量的武器。 一旦能够人为预测天气, 那么大明的农业将有长足的进步, 意味着他们可以完全摆脱历朝历代的困惑。 朝廷也可以更加容易掌控下面。 推广天象局, 每一地都应该有天象局, 然后用电报做汇总, 这样可以更加精准地推算出未来几天的气候。 然后, 每天的天气再提前刊登在报纸上, 亦或者由电台准时播报, 这样就能够精准地传播到民间, 百姓也可以根据天气做出应对。 袁之秋认真地说道,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作, 想要做好也并不容易。 而且, 微臣手里这一份数据, 只是西津并不意味着大明其他地方。 因为各地的气候不同, 地域不同。 早些时候, 陈跟着父亲在前周游历, 就看到了一些非常奇特的天象, 那些天象不站在最高点去推算, 是非常不准确的。 但是, 陈以为, 虽然天气预测还不完善, 但是咱们现在必须得把准备做好来。 预测天气, 走的是别人没走过的路, 就算过程会出错, 也是为后人汤雷。 假以时日, 天象局必然会完善, 有朝一日, 或许我们可以精准地预测出当日的天气, 甚至精确到分秒。 陈还记得西津日报说, 大明现在正在研制天象卫星, 卫星将会有火箭发射到咱们宇宙之中, 然后可以精准地看到天象的变化。 说这话的时候, 原汁丘眼中满是期盼, 这对他这种人来说, 是巨大的吸引。 若是能够通过卫星来观察气象, 那么他的像术也会提升。 天星思索了一会儿, 给估一份计划, 估会在明日的大会中提议, 不过, 流程没那么快, 最快也需要七天的时间, 七天之后, 估会给你一个答复。 大明有属于自己的机制, 可以确保问题很快有回应。 小事三天, 大事七天。 又秘书处, 内阁, 六部, 集体商讨之后, 然后再给天星一个反馈。 最后再由天星拍板。 就好比天象局要下方到地方, 那么财政预算就会做出来, 天星能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件事的难处。 是, 太子殿下。 袁之秋暗暗兴奋, 他在西津也好久了, 一心想要建功立业, 眼下就是一个机会。 见袁之秋告退, 天星急忙道, 小事叔, 先别着急, 我还有点是想请教你。 袁之秋急忙停下脚步, 太子殿下请说。 请教完袁之秋有关于养生工的问题后, 天星这才让他离开, 看着桌子上的数据, 天星扎舌, 父亲曾说过, 如果人未能够预测天象, 那就是国家最重要的人才。 小事叔了不得呀, 准确率居然高达八成, 这要是推广全国, 粮食肯定会迎来一个大丰收。 大明已经连续15年丰收, 国库粮食充盈, 那些陈粮都投放到了各个行业。 大明的酿酒业也很发达, 各种粮食酒也是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可即便如此, 粮食仍然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国家稳定的保障。 大明的粮仓, 要确保大明在碰到大面积的天灾之时, 能够确保全国的百姓吃喝三到五年。 不管再大的天灾, 三五年肯定能度过去。 天心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随即在御花园里散步, 让人取来了吊杆, 也学着父亲在玄武湖垂吊。 而另一边, 西域。 黎贤已经跟西域不少国家都暗中建立了联系, 通过资源的置换换到了不少急需的东西。 有了这些东西, 新钱锻造武器的速度也将大大增加。 而新钱走的也是大明的路子, 从各国购买年轻的奴隶来充实国内的人口。 除此职位, 黎贤还联络到了西北奴的余念。 越之失落的移民, 西域各国痛恨大明的人。 这些人都暗中加入了新钱。 西域各地也时不时地出现了一些动乱, 以此来吸引大明的注意力, 为新钱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 不仅如此, 黎贤还按照联系了不少国王, 希望可以暗中结盟。 对每一个王国, 黎贤的条件都很干脆, 一旦新钱落败, 那么他们将带着全国百姓投降。 少有国王能够拒绝这种诱惑。 而这些人会不会去通报大明, 黎贤其实并不在乎。 他们不通报大明, 大明就不对付他们了? 不会的。 黎贤只是想让整个西域动乱, 以换取更多的时间。 李然给自己留了退路, 但是黎贤觉得, 新钱没有退路。 一旦新钱落败, 他们所有人都要死。 他们只是叛逆, 而且是没有价值的叛逆, 是注定要被定在耻辱墙山的。 钱王已经将他们定心, 在大部分李世仁眼里, 他们死有余辜。 李然看着西域那边的报告, 有些恐慌, 表述, 直接从西域掠走大明人, 这合适吗? 是的, 李显的办法是, 直接从西域掠走大明人。 这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 是大明。 还能有谁比大明的人口更多呢? 也只有掠走大明人,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 让新钱变得更加强大。 陛下为什么觉得不合适? 李显淡淡道, 是因为这样会直面大明吗? 李然心中当然害怕, 其实他内心甚至觉得, 从拢幼过来, 是愚蠢的决定, 一切都是因为他那个盲目且自大的父亲。 为了一己私欲, 所以绑架了这么多人。 但是他们能说吗? 李然叹了口气, 表叔, 你是明白朕想法的, 创业容易守夜难, 心钱地盘很大, 而人口只有大明百一。 昔日先帝在世的时候, 为了选择继承人, 都要再三考虑。 朕能不慎重吗? 对朕而言, 丢了这个天下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们受到伤害。 这颇天的富贵, 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住的。 所以, 朕才会这么说, 朕并不是因为怕死。 可事实上, 到了这个地步, 朕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李然比谁都清楚, 整个心钱, 所有人都有余地, 唯独他没有。 李显叹了口气, 陛下何必担心这个,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就算大家死了, 那也是命, 怪不得陛下。 恰恰相反, 如果大家是为了活命, 当初压根就不会背井离乡, 来这里驳一个未知。 在龙幼, 有钱王在, 大家依旧可以锦衣玉石, 荣华富贵, 享受不尽。 所以, 大家心里头想的是什么? 如果微微缩缩的, 反而会将胸中的英雄气给消磨掉, 倒不如杀到底, 众人反而不会害怕。 听到这话, 李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李显几乎可以代表那些老臣。 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李然思索了一会儿道, 丞相以为, 咱们能够抗住几次失败。 他的称呼变了。 李显神情也严肃起来, 说实话, 一旦大明认真起来, 以他们目前的实力, 可能摧枯拉朽就会崩溃。 但是有些事情,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 微臣不清楚。 李显摇摇头, 现在, 只能尽可能地平坦风险, 将危险控制在西域。 大明在全世界, 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善良的国度, 微臣想看看, 触怒他们会有什么后果。 当秦末知道, 是西域那些人动的手, 会不会撕下虚伪的脸皮, 然后攻击这些小国。 李然额头隐隐见汗, 只觉得李显是在玩火。 既然宰相如此有自信, 那朕也不说什么了, 不过朕登基也有两年多了, 是时候该立太子了, 宰相以为, 该立谁为太子。 李然有妻子无女, 子嗣倒也还过得去。 李显急忙道, 陛下觉得谁合适, 谁就是太子。 李然道, 老大沉稳, 老二机智, 老三敦厚, 老四孝顺, 老五还小, 尚看不出他的性子。 心前需要一个有担当的人。 李显一语双关, 既是告诉李然国家需要, 也是告诉李然, 若是他和大家的意见向左, 那么国家也不会需要这样的皇帝。 李然显然是明白了, 严重闪过一丝怒色。 他不明白李显是怎么了, 原本他是知道自己的想法, 并且支持的人。 怎么到了现在, 反而不支持了? 还是像那些谣言谣传的一样, 李显有一心。 李显有威望, 能服众, 在某些时候, 甚至比自己说话还好用。 当初父亲来到这边, 李显功不可没。 而自己之所以能够当皇帝, 并不是因为才能出众, 只是因为自己有个好身份, 仅此而已。 登基这两年多来, 李显独揽大权, 至今还没有将兵权完全交给李然。 这也意味着, 李显有了自立为王的基础。 李然能不害怕吗? 朕自然会为国家选一个有担当有魄力的继承人, 这件事宰相多上上心, 跟大家商量好来。 李然语气也变了, 他很清楚, 现在跟李显撕破脸破, 并没有任何好处。 他必须暗中积蓄力量, 防备着李显。 甚至, 除掉李显。 现在的李显, 已经不是两年前那个李显了。 他不清楚, 这两年间, 李显为何变化如此之大。 但是现在顺着他, 比激怒他, 更合适。 臣明白了。 李显拱了拱手, 近来西域那边几个负责人都送来了联姻的秀女, 陛下找个时间, 将他们纳了。 常言道,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咱们需要找更多的外援才是。 李然点点头, 宰相来安排就是。 微臣告退。 李显从宫内离开后, 脸上没有轻松, 反而神情复杂。 天大地大, 他们这些人却没有合适的藏身之处。 他们找到了西北奴那一场瘟疫活下来的人, 从他们的身上找到了那场灭绝的病毒。 想要阻止大明, 也不是没有办法。 比国力, 他们比不过。 比火力, 他们连影子都追不到。 比兵力, 大明的兵力两倍于心前人口。 各方面, 他们都没有优势。 而这种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无限放大。 西京日报上, 人家都准备上天了, 而他们甚至连像样的墙都没有造出来。 拿什么瘪? 所以, 李显将目光放在了崩溃西北奴的那一场灭国战役上。 也就是这一场战役, 真正意义上奠定了秦末无敌的姿态。 如果他们也能够复制这一场战役, 那么整个西域将陷入惶恐之中。 中原他不敢投, 但是西域他不在乎, 还有天象、月之、南帆, 他都不在乎。 他要的只是威胁大明, 告诉秦末他们有同归于尽的资本。 如此, 秦末必然投鼠忌器。 活下来有很多种办法, 卑躬屈膝活着, 亦或者像个人一样活着。 李显选择后者。 李然不同意没关系, 他并不在意。 把他逼急了, 他自己来做这个国家的主人, 又何妨呢? 如此复杂的时局, 所有人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若只是为了搏一搏虔诚, 他们真的没必要来这里。 留在龙幼, 他们照样荣华富贵, 享受不尽。 事实上, 李然想错了, 他们并不怕死。 一开始, 李显还真觉得李然说得没错。 直到他慢慢去摸底, 将众人的心思都摸清, 这才明白大家要的是什么。 李显倒是觉得惭愧, 觉得自己违背了初心。 大家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现在又点头哈腰的, 多下见。 这种方法, 才是罪神不知鬼不觉的, 到时候他就不相信, 秦末的人赶来。 当然, 目前而言, 他们还没有那个能力, 发起这场战役, 所以他一直在想办法。 当然, 现在已经有一些眉目了。 他正在掰手指算日子, 只要秦末善让, 那就距离大明军队过来不远了。 所以, 他必须争分夺秒才是。 而与此同时, 钱周。 在秦秀英的努力之下, 秦双双总算同意再婚。 秦双双三十出头的年纪, 人生一半都没过去, 若是继续单着, 未来的日子会很难走的。 李显也慢慢懂事了, 肯定能体会自己母亲的辛苦。 当然, 在李氏的人看来, 秦双双不婚是最好的。 就算要成婚, 也要从李氏内找一个人, 这个人最好是阿斯的兄长。 比如, 李轩, 李仙都是极好的人选。 这样一来, 他们非但不会拒绝, 还会极力促成这件事。 可秦双双却道, 自己如果再成婚, 不会再生育, 而且选择谁, 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所有人都无权干涉。 秦向如叹了口气, 跌老了, 还有几年的活头。 人过七十古来兮, 在有些年头, 你爹就八十了, 能活到这个岁数, 爹知足了, 胜过这世上九成九的人。 你大哥都当祖父了, 子嗣旺盛, 我倒是不担心他。 天心也即将上位。 咱们家, 爹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了。 爹知道, 你只是假意答应, 挑挑摘摘的, 也不知道会过多少年。 或许, 你想学金安公主。 但是, 爹告诉你, 人上了年纪, 会越来越孤独。 特别是子女长大之后。 我要不是有你娘陪着, 到了我这个年纪, 还不知道多孤单。 秦双双道, 爹, 我都这个年纪了, 难道还说爱情吗? 对我而言, 现在怎么舒服怎么来? 没有男人, 我照样可以过得很好。 还是不要给大家添麻烦了。 不单单, 是为了赵, 也是为了所有人。 只要我不嫁人, 不生育, 就不会有哪些麻烦。 大家都好。 至于金安公主, 我不想学她, 也不会学她。 或许她的确很伟大吧。 秦双双不想做谁的影子, 更不愿意学谁。 金安公主是她佩服的人, 一开始, 她的确是想做金安公主, 可现在, 她只想做自己。 秦秀英也是满脸愁容, 以后没人照过, 你可怎么办呀? 你啊, 我能照顾好自己, 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的。 老两口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是觉得发愁。 你是不是觉得阿四还活着? 秦秀英突然道, 秦双双摇摇头, 跟她没关系, 我跟她已经没有半点瓜葛。 早在两年前, 她就跟阿四合离, 天下人皆知。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也真正意义上, 开启了女性掌控自己婚姻的权利。 这两年来, 有不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女性, 主动合离, 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哎, 算了, 我是管不到你了, 还是等你大哥过来吧。 秦相如道, 这世上, 或许也只有秦莫能说动她了。 而与此同时, 乾州东都, 阿四就住在王府内, 养尊处优的。 这两年来, 她的日子, 倒是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了。 纸醉精密的生活不在, 身边只有两个妾室伺候。 喝酒也被限制, 每日只有一小壶酒。 惹得阿四, 每日都在府内破口大骂。 这一日, 阿四又在大骂里, 赵不孝顺。 李星听到后, 也是直皱眉头, 她进到院子里, 此时的阿四那里, 还有一点昔日为帝王的样子, 反倒像是一个市井泼皮一样。 别骂了, 赵儿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反倒是你, 现在能活着, 全都是因为孩子。 李星道, 就算你现在这样子, 也不能自暴自弃吧。 母亲在世的时候, 你不好好伺候也就算了, 孩子在的时候, 你也没好好教育。 你怨天怨地的样子, 什么时候才能收敛一点? 见来人是李星, 阿四抿着嘴不说话, 好似半点都不愿意跟他交流。 李星道,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 捧头垢面的, 让你出去, 只会让人一笑大方。 阿四嘲讽一笑,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就是一个废人, 什么都不给我, 女人没女人, 喝酒不许喝, 还有什么? 我觉得, 你要是真的想改变自己的现状, 倒不如振作起来, 重新把王后追求回来。 我估计, 要不了多久, 王后就要另寻新欢了。 她敢, 阿四瞬间就被激怒了。 她有什么不敢的? 要知道, 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夫妻了, 李星好笑得道, 你总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 叫一个陌生男人当爹吧? 到时候, 你孩子孝顺别人, 说不定你的前妻, 还要给人生孩子。 届时, 你纯粹就是个笑话, 你觉得, 这样的结果, 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阿四一阵颓然, 那又如何, 我这样子, 你觉得那娘们, 双双还能看得上我吗? 你不了解女人, 女人狠心起来, 可比男人狠心一百倍, 一千倍。 反正我不如她。 就算我出去, 也是让人笑话, 我还是不出去了。 迎男而上, 支持而后勇。 你要是出去, 重新追求王后, 会有人笑你, 但是我们这些人都会支持你。 你是孩子的父亲, 没道理把自己的女人 让给别人的。 曾经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不要再耿耿于怀了。 现在大家都过得还可以, 世界一统的大事不可阻挡了, 所以朝前看吧。 你要是想摆脱目前的困境, 就认真思考我说的话。 若是你想继续当缩头乌龟, 就当我没来过。 见李星要走, 阿四急忙站起来, 大哥, 且慢, 我, 我? 我该如何做? 双双她已经恨死我了, 我该如何才能重新让她相信我? 李星道, 首先你是要真的痛改前非, 否则, 就算你跪死在王后面前, 她都不会搭理你。 你瞧瞧你现在, 这懒散的样子, 莫说是女人了, 就算是男人, 都不愿意接近你。 阿四有些尴尬, 自从几年前, 她就彻底放飞自我, 特别是输给大明之后, 在知道自己名声狼藉之后。 她知道自己没有性命之忧, 所以, 也就不怎么在意自己的形象。 她每个月都有月钱, 但是这月钱, 只是足够她跟两个妾室的日常开销, 若是阿四花钱稍稍大手大脚一些, 那么极有可能饿死。 阿四再怎么说, 曾经也是皇帝, 从来没有因为钱财这一块头疼过, 可现在, 她连自己的正常生活都不能保障。 而且, 这些人是真的不管她。 甚至, 阿四那两个妾室, 为了维持正常的开销, 还得跑出去做工, 补贴家用。 所以, 阿四这些年穿得极为朴素。 可是, 我没有足够的钱。 阿四道, 我连一身好的行头都置办不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中满是埋怨。 李星道, 王府每个月给你百两银子的花销, 现在除了两个妾室, 和两个下人, 这一百两是完完全全足够的。 你可知道, 大明现在的人均薪资水平, 是月薪五到八两。 你们五人每个月就是二十两, 如果只是正常的吃喝, 根本就用不了这些银子。 你应该知道, 给你百两银子, 是我给你争取到的。 这两年来, 多少人冷眼看你。 你也明白, 多少人希望你死。 特别是母后过世后, 有多少弟兄上奏, 要重新审判你。 阿四尴尬低头, 但是百两银子真的太少了, 你能不能给我一笔钱? 昔日的他调动银子, 都是几十万, 上百万两, 现在每个月要为了百两银子精打细算。 你两个妾是在外面做工, 你却在家里享受。 你知不知道, 别人怎么在背后说你? 年轻六旬的李星, 已经不再年轻, 而且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加的沧桑。 这些年的臣服, 也让他比寻常人更加的辛苦。 他们说, 你做皇帝不行, 做男人同样不行。 他们说, 你到现在了, 还是不明白自己的错, 却要一错再错。 阿四被这句话刺痛心, 但是他早就没有勇气来反驳, 穷人气短, 一想到自己还要靠李星的救济, 便第一次低声下气地道, 大, 大哥, 我知道错了, 只是这种一眼看不到的日子, 实在是让人没什么劲儿。 你行行好, 再资助我一笔钱, 我会把这笔钱用在重新追求双双上。 你看好就行了, 双双对我肯定还有感情的, 否则这么多年了, 他也不会一直单身一个人。 李星见阿四这乐观的样子, 突然明白, 他为什么能活这么久了, 因为他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如果是自己, 肯定早就羞愧地自杀了。 你觉得追求王后, 用钱就能追求到。 李星叹息着道, 秦氏皇族每年给王后的分红 我也知道一点, 都在百万两以上, 这还没算上王后自己的产业, 还有太上皇给他的产业, 王府给他的供奉。 就你那点银子, 算什么? 阿四苦笑道, 大哥, 我知道, 你也没必要这么打击我吧? 你也知道不好意思, 李星恨铁不成钢地道, 我希望你这一次, 是真的痛改前非了。 你要是只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才去找王后, 那你还是别去了。 而且我告诉你, 其实王后身边一直不缺乏追求者, 若是你被赶出来, 你也不要气急败坏。 阿四抽着烟, 只是点头。 他很清楚, 自己想回到有权力地位的日子, 就必须重新追求秦双双。 再怎么说, 他儿子也是钱王, 是整个钱周最高的管理者。 想到这里, 他深吸口气, 认真地说道, 放心吧, 大哥, 我这一次是真的改了。 那我给你两千两, 但是这两千两, 你不要给自己置办华贵的衣服。 你看看秦氏皇族的人, 一个个都是很普通的衣服, 并不会绫罗绸缎。 你就是要反扑归真一些。 什么最能打动人心? 自然是真心。 李星叫道, 阿四认真的点点头, 放心吧大哥, 我心里有数, 我也知道双双最喜欢什么。 我会投其所好, 不对, 我会真心对待的。 李星点点头, 他倒不是非要阿四, 一定要跟秦双双重新在一起, 只是觉得如果秦双双重新嫁人, 那么对李兆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传出去也不好听。 可如果阿四能够重新赢得秦双双回心转意, 这也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这样一来, 日后阿四晚年也能有个好的下场。 李星离开后, 阿四脸上的笑容消失, 其实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真的很后悔。 如果当时, 他不那么天真幼稚就好了。 或许现在, 大钱还是大钱, 他还是那个至高无上的大钱皇帝。 就算把皇位传给李兆, 又如何呢? 反正都是自己的孩子, 现在反倒是真的成全了秦末, 还让自己沦为了王国皇帝, 注定被众人嘲讽。 想到这里, 阿四叹了口气, 他内心早就麻木了, 对那些谩骂, 其实根本不在乎。 对他来说, 只要活下去, 就够了。 他现在的生活还算可以, 有人伺候, 最起码还是个人上人。 如果能够重新追求秦双双, 那日后, 他还是钱周最尊贵的人。 李兆就算不喜欢自己, 那自己总是他的亲爹吧。 他总要孝顺自己的娘亲吧。 他总不希望叫别的男人叫爹吧。 想到这里, 阿四顿时有动力了。 他急忙让下人准备了热水, 将浑身宿醉后的气息冲洗掉, 然后又让下人给自己剪头发, 刮胡须。 眼下的大明早就不崇尚续法, 续胡须了。 男人更喜欢留短发, 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而女人的衣着也更加地开放。 等收拾干净之后, 阿四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虽然眼袋看起来有些重, 整个人也比之前胖了不少, 但依稀还是可以看出昔日的英姿。 他深吸口气, 拍了拍脸, 去给我叫一辆车来。 等等, 别叫了, 叫。 准备一些礼物, 一会儿我提着去。 秦双双现在很少住在皇宫, 大多数时候都住在自己的别院里。 这别院就建造在昔日的秦庄, 眼下秦庄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特别是秦家族地重新修缮后, 已经成为了天下第一族地。 很快, 下人便准备好了礼物, 阿四手里提着东西, 一开始还挺有劲的, 但是他心脏本来就不算太好, 再加上这些年醉生梦死, 不能太受累。 走了一段路后, 就搭乘前往秦庄的公交车。 车上形形色色的人多的是, 阿四却戴着口罩, 根本不敢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生怕被人认出来。 他将礼物放在一旁, 颇为嫌弃地看着一旁的人。 但是没办法, 他必须得忍着。 公共交通就是这样。 好半天, 车子摇摇缓缓停在了终点站。 众人一窝蜂下了车, 阿四这才慢悠悠地提着东西下车。 现在的秦庄早就大变样, 映入眼帘的是两尊巨大的雕像, 第一尊雕像便是秦像儒, 第二尊雕像便是秦末。 第三尊雕像正在雕刻之中, 显然天心的。 而在不远处有一块巨大的石碑, 上面刻着秦族族规。 这秦族族规就放在这里, 光明正大的让世人观望。 这里也是最有名的景点, 叫秦碑。 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人来这里参观。 再不远处, 还有一个天可汉博物馆。 那里面有许多父亲珍藏的物件。 阿四心念一动, 提着礼物来到了博物馆门口, 这里不收费, 但是有很多人在这里参观。 有情侣, 游学的学生, 有普通百姓, 也有一些看起来穿着很考究的人。 他把东西寄放在了门卫庭, 说实话,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天可汉博物馆, 此前只知道这里有一座博物馆, 是专门纪念父亲的。 博物馆的门口, 出立着一尊巨大的李世龙雕像。 在雕像的脚下, 有一块封碑, 封碑上书写者李世龙这一生的丰功伪迹。 上面写着, 北周乱世, 协助前高祖平定乱世, 统一草原, 让南藩和平融入, 灭窝州高丽。 世人称为天可汉大皇帝。 看到封碑上的字, 阿四心情很复杂。 在大明看到大前皇帝的博物馆, 还真是。 阿四心情很沉重, 进到博物馆, 就被里面的东西给震撼。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父亲曾经用过的物件, 每一件物件都有他的故事。 这里面有不少导游。 阿四就跟在导游的后面听着。 天可汉跟皇帝陛下虽为翁婿, 却情如父子。 在两国交战的时候, 翁婿二人还常用电报联络。 这里便是两位大皇帝的姓。 姓中, 天可汉对陛下满是想念。 导游介绍着这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呢, 也在《大明实录》中有记载。 陛下说, 那时候虽然见不到面, 但是看到电报, 就觉得天可汉陛下在跟前。 游客听得很仔细, 看着信上的内容。 有人说, 可是这信中, 天可汉好像一直都在骂陛下呀, 怎么又能说天可汉对陛下好呢? 就是, 我看这封信简直有些刻薄。 阿四听到这话, 脸却是瞬间涨红了, 父亲对秦末不好。 在他看来, 简直比对自己这个儿子还要好, 还要亲呢。 不等导游开口, 阿四便道, 那是因为, 他们温序二人从来就是这么交流的。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阿四。 阿四心里咯噔一下, 却还是硬着头皮道, 他们两人的关系, 从来就不是表面的和睦可以理解的。 秦。 如果你们仔细看过大明石鹿和天可汉陛下写的书, 就能发现, 他们二人都写过这个解释。 他们二人是温序, 也是极为要好的朋友和知己。 因为天可汉有今日的丰功伟绩, 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陛下的功劳。 只有陛下能懂他。 所以, 陛下既是他的女婿, 也是他的知心好友。 若是你们, 对这样的人, 会如何呢? 若是我, 对女婿, 我必然对他好。 若是知心朋友, 那肯定不会文周周地跟他客气。 前面有一套茶具, 那是天可汉陛下生病时候, 徒手打造的。 天可汉陛下说, 这茶具, 是要留给他女婿喝茶的。 那一年, 陛下回到大前, 在秦庄的果林小屋里, 就是用这茶具跟天可汉陛下喝茶。 然后在天可汉陛下跟前, 伺候了三个月。 这些都是世人所见的。 所以, 不要用寻常人的眼光, 来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 话落, 在场的人纷纷鼓掌。 那导游也满是欣赏得到, 看来这位先生, 有认真看过两位陛下的书, 这的确不错, 两位陛下的感情是复杂的。 这博物馆里的物件, 一般都是陛下捐出来的, 还有一些是公主, 和一些旧臣。 每一件都有他的故事。 大家别着急, 请听我细细地道来。 阿四却有些待不下去了。 因为看到这些物件, 他才越发觉得自己昔日的幼稚。 他越发明白, 为何父亲总是跟秦末惺惺相惜, 甚至比对自己这个儿子还要好。 因为秦末真的懂他。 在经过岁月沉淀和毒打后, 阿四也终于成熟起来。 现在的他, 可以可观地看待这些事情了。 只是, 悔之晚矣。 他有些看不下去了, 看到这些东西, 他倒是觉得秦末才是父亲真正的儿子。 若是秦末生在李家, 父亲肯定会毫无保留地信任他吧。 想到这里, 阿四悄悄地退出了博物馆, 出来的时候, 眼眶却是湿润了。 这地方, 他不敢来第二次。 因为里面有太多的回忆了。 拿回东西后, 天心慢悠悠地走在大街上。 不多时, 就来到了别院。 这别院是后来依山而建, 工程不算大, 却也是当地另一个景点。 门口有重兵把守。 天心还没有靠近, 便被拦住了。 等等, 这里不是旅游点, 游客不得进入。 天心摘下口罩, 笑着道, 那个, 劳烦通报一下, 就说李四前来拜访王后。 什么李四李五的? 快走,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你手里的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藏有什么危险品? 快放地上。 剑卫兵抬起枪口, 阿四下的急忙将东西放在了地上。 有话好说, 这里面是我准备的礼物, 你查一查, 都是安全的东西。 卫兵这边将阿四围了起来, 紧跟着巡逻的卫兵也过来了, 一行人将阿四团团围住, 可围守的卫兵队长, 却是认出了阿四, 他有些懵圈地道, 你, 你是, 大前的末代皇帝? 此话一出, 在场的卫兵全都愣住了。 阿四此刻却恨不得找条地方钻进去, 但是此时此刻, 他的脚却如同生了根一样, 怎么都挪不动, 只能机械地点点头。 那卫兵见阿四点头, 不由好笑地道, 你来这里做什么? 阿四道, 再有两日, 便是双双的生日, 我特地准备了礼物, 过来给他庆生。 卫兵队长叹了口气, 回去吧, 公主不会见你的, 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 就不要再出现在公主面前了。 其他人倒是没有出言嘲讽, 因为阿四再怎么样, 那也是乾王的父亲, 羞辱阿四就是羞辱乾王。 虽说,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乾王就是一个废物, 但表面工作还是要做好的。 凡你帮我通报一下, 不管双双他见不见我, 总要试一试。 阿四看着卫兵队长, 麻烦了。 卫兵队长有些为难了, 赶走阿四也不妥当, 要是上面责怪下来, 他也承受不住。 思索一会儿, 他让人把阿四请到一边, 免得在这里让人看到了影响不好。 随即, 他便进去禀告。 阿四尴尬地站在一旁, 想要抽烟, 可玄机想起来, 秦双双最不喜欢的就是烟味, 于是生生忍住了。 他的烟瘾挺大的, 这些年来就靠着烟酒度日来麻痹自己。 至于女色, 他倒是不怎么热衷,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若是在沉迷女色, 真的会早死。 他能感受到, 这些卫兵正在那里谈论自己, 那种感觉让阿四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这就是大前末代皇帝啊, 看起来真的窝囊。 声音小一点, 再怎么说, 他也是乾王的父亲, 要是让上面知道了, 咱们吃醉不起。 妾, 大前大好的江山, 就败在了他的手里, 还不许人家说了, 咱们大明皇帝陛下犯了错, 都准许别人纠错, 从来都是有错就改。 他算什么, 比得上咱们大明皇帝陛下吗? 当初他防贼一样防着公主, 现在又有什么脸面跑回来啊? 从来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阿四听着这些人的谈论, 是既愤怒又无奈, 要是放在几年前, 非把这些人给处死不可。 可现在, 他只能默默地走远一点, 这样, 就听不到他们谈论自己了。 又等了一会儿, 那卫兵队长出来了, 阿四急忙凑了上去, 双双怎么说, 愿不愿意见我? 那卫兵队长苦笑道, 回去吧, 公主不想见你, 让你以后别来了, 公主还让我给你带句话, 她说看到你就生厌。 阿四满脸尴尬, 特别是那些卫兵, 此刻也是满脸嘲讽的样子。 可阿四还真就忍住了, 他深吸口气, 既然如此, 那我就在这里等着吧, 双双总会见我的。 卫兵队长有些恼怒, 你在这里等着像什么样子, 这里可不是你家, 要等回去等。 阿四道, 那我就再远一点等,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妨碍你们的。 说着, 阿四提着礼物, 默默地走到了一旁的凉亭 等候起来。 他很清楚, 秦双双不愿意见自己, 如果自己再不坚持一点, 肯定没希望。 队长, 这人也推不要脸了, 要不把他插走。 不可, 这件事闹大了, 反而不好, 要是理事的人过来, 咱们得罪不起, 明白了吗? 队长道, 乾王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几个卫兵都撇了撇嘴, 这种废物一样的男人, 就是投了个好胎, 可惜了, 没有那个当皇帝的命。 行了, 都少说两句, 你贬低他, 不是变相的贬低公主吗? 队长皱起眉头, 训斥着这些人。 这些人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急忙开始巡逻。 阿四就一直在凉亭等着, 这一等就是一白天, 眼看着太阳落山, 夜幕降临, 他也是着急的不行, 现在是夏天, 蚊子特别多。 他被咬的浑身都是包, 甚至他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可走势痛快, 但是他真的愿意再回到那个房子里, 听着两个妾室天天给自己倒苦水, 说做工多累多累, 说银子有多么难赚, 然后每天抽烟酗酒来麻痹自己。 背下人瞧不起, 连一个最低级的卫兵都敢嘲笑自己。 他不要这样, 他要活得像个人一样。 曾经,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人, 此时此刻, 却是掉毛凤凰不入鸡。 没关系的, 只要我坚持下去, 双双一定会见我的, 只要见了他, 就有一个好的开始。 当初我犯了错, 至今都没有跟他认真的道歉, 所以, 我是过来道歉的, 犯错没关系, 要勇于认错。 阿斯这么对自己说, 他开始自我催眠。 可一直等到天黑, 也没人过来搭理自己。 他索性找来了一块布, 将自己浑身裹住, 然后睡在凉亭的椅子上。 夏天的夜晚, 反而凉爽透气。 就是蚊子多了一些, 他又去买了蚊箱, 在一旁点燃。 京城很繁荣, 街道灯火通明, 一直到天亮, 街头还有卫兵巡逻, 倒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 这里是秦庄, 可以说是整个大明 仅次于皇宫最安全的地方。 这一夜, 阿斯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秦双双原谅了自己, 然后自己又成了人上人, 自己又再一次地成了大明的驸马, 被封了国宫。 秦双双还给自己, 又生了一双儿女。 这梦做得太美了, 让阿斯有些不愿意睁眼。 原来, 是梦呢。 阿斯突然从心底悔悟, 他突然明白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 他承认, 自己是个自私且卑鄙且盲目自大的人。 只是这一刻, 他很难过。 他摸了摸脸上被蚊子叮咬出来的包, 看着别院的大门, 深吸口气, 再一次鼓足勇气, 走了过去。 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说了, 公主不想见你。 公主若是想见你, 昨天就见你了, 就算你在这里待到死, 公主也绝对不会看你一眼的。 卫兵队长不满得到。 阿斯本来想问他有没有吃的, 可听到这话, 就知道自己不该过来。 可是他一天一夜没吃饭了, 也没喝过一口水, 实在是口渴得紧。 那个, 能给我喝口水吗? 卫兵队长皱起眉头, 要喝水自己买去。 阿斯见自己连一口水都讨不到, 也懒得自讨没去, 本想在这里上演绎出苦肉计, 可他实在不是吃苦的性子。 去店家讨了一口水, 结果吃撑了, 才从里面走出来, 然后又拿来了瓶子, 装了几大瓶水, 准备在凉亭打吃酒站了。 而阿斯在别院守了一天一夜的事情, 也传到了李星等人的耳朵里。 李勇猛道, 他这样在门口堵着, 王后能高兴? 不高兴, 还能把他杀了。 李星道, 都甭管了, 他自己犯的错, 让他自己去弥补, 好与不好, 不成也罢, 咱们都不要管。 难不成, 你真希望咱们王后嫁给别人? 李勇猛苦笑一声, 那还真不希望, 只不过, 他真的不是良人, 王后吃的苦太多了, 真没必要应酬。 李星叹了口气, 咱们都不是当事人, 说这些有什么用, 让他们都别转出去, 不好听。 李勇猛默默点头。 而与此同时, 皇宫里, 秦相如却是气得不行, 这小兔崽子, 又去找双双了, 他娘的狗东西, 老子没崽了, 他竟然还敢露面。 秦相如对这个前女婿, 是半点都看不上, 要不是看在李赵的面子上, 他早就杀了她。 可是转念一想, 孩子总会长大, 自己这个做外祖父的, 若是杀了他父亲, 日后心里难免留下疙瘩。 而且说出去也不好听, 大明已经做了天下, 没必要斩草除根, 而且, 钱周那些人, 都是钱周安稳的保障。 所以, 秦相如就眼不见为尽, 就当这个人死了。 只是他没想到, 这个蛆虫, 居然再次出来恶心人了。 他本想亲自去教训他一顿, 但是想了想, 教训这种人, 未免脏了自己的手。 可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当父亲的, 岂能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欺负。 想到这里, 他急匆匆出了宫。 高士连也急忙跟了上去, 他还是习惯自己的本职工作, 让他在家里养尊处优, 他得憋屈死。 而且现在他也不用手艳, 天一黑, 就自个去小屋子睡了。 作为宫里所有小太监的老祖宗, 高士连地位无疑最是崇高。 太上皇, 您等等老奴啊。 高士连急匆匆追了上去。 很快, 秦相如带着高士连就来到了别院这边, 其实平日里, 他更愿意在这边, 主要是因为秦秀英在这边, 宫里太大, 太冷清, 秦秀英说死人太多了, 他不喜欢住。 可皇宫作为一国之脑, 总要有人住吧。 而且, 李赵还得上课, 所以秦相如就跟李赵住在皇宫里。 秦相如一过来, 就看到了阿四坐在凉亭里发呆, 他气不打一处来, 撸起袖子就冲了过去。 阿四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被一拳给打倒了。 老秦老当一撞, 别看快八十了, 动起手来, 依旧糊糊生风。 阿四这被烟酒掏空的身体, 那里是老秦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打得眼冒惊心, 都快找不到北了。 阿四疼得哇哇叫, 他甚至没看清是谁, 就被打倒在地上。 他双手抱头, 一边惨叫一边道, 你敢打我, 我是,我是李四, 是乾王的父亲, 你敢打我, 我诛你九族。 你是乾王的父亲, 我还是乾王的老祖。 秦相如宁笑一声, 狗东西。 你放着安安稳稳的日子不过, 跑出来恶心人作甚。 真以为老子没杀你, 就不敢动你了是吗? 把老子惹怒了, 真杀了你又如何?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阿四瞬间反应过来, 岳父大人, 莫打了, 小婿知错了, 求您了, 停手吧。 我呸, 谁是你岳父大人? 你少他娘的, 在这里胡说八道。 秦相如越打越来气, 下手也更狠了。 而这边的声音, 也惊动了巡逻的人。 几个卫兵惊呼一声, 就要冲过去, 却被卫兵队长给拦住了, 都站住, 瞎了狗眼了, 没看到站在那里的人是谁。 可是队长, 他被打了, 这要是传到前王耳中。 用你脑子想想, 敢打他的人是什么身份。 卫兵队长恨铁不成钢地道, 那可是咱们大明的太上皇呢, 你过去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众人定睛一看, 那壮瘦的老者还真的很眼熟, 大明的宝钞上印的就是他。 一个个都是一阵后怕, 队长, 幸好有你啊, 要不然咱们就闯祸了。 卫兵队长低声道, 站好你们的岗, 不该看的不要看, 不该说的不要说, 今天的事, 要是从你们嘴里传出去, 必有大祸, 明白了吗? 众人纷纷点头, 一个个都站直了身体, 目不斜视。 只是听着那惨叫声, 心里莫名解气。 高世莲剑打得查了不多了, 也急忙到, 太上皇, 歇一歇, 别累坏了, 等歇好了, 再打。 对阿四这样的人, 高世莲根本不在乎, 打死了就打死了。 在他看来, 秦相如跟秦末还是太心软了, 太重感情了。 不过, 他也能理解, 毕竟那时候天下初定, 再加上皇后跟几个贵妃, 还有乾王, 这小子还真不能随便杀了。 但是, 打他还是没问题的。 秦相如动手, 不管是谁, 都说不出半句不字。 秦相如泪得气喘吁吁, 疲惫地坐在一旁, 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 不停躺鼻血的阿四, 心中却是还没解气。 你这王八蛋, 又来骚扰双双做什么, 是不是又打算伤害他? 老子告诉你, 这一次, 老子不会再任由你接近双双了。 再有下一次, 老子, 马上把你发配到辽东最偏远的地方, 让你后半生吃尽苦头。 你若不信, 尽管试试。 阿四吓得浑身发抖, 不, 不要, 我不要去辽东。 在阿四的印象之中, 辽东那可是中原最苦寒之地。 即便是现在, 那边也是苦得很。 那里有金师繁荣。 虽然, 他在金师过得不怎么好, 可最起码身处繁荣之中。 去了辽东, 那真是七七惨惨七七。 看着圣怒的倾向如, 他那里敢废话, 不断地哀求着。 秦向如看着阿四窝囊废。 他现在看到阿四, 就觉得恶心, 滚吧,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这是我最后一次, 看在赵儿的份上, 饶你一次。 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将独自承担后果, 见你格杀在这里。 没有下一次机会了。 阿四强忍着剧痛, 心中没有愤怒, 有的只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谢谢岳父大人, 啊, 不对, 谢谢太上皇, 饶我一条狗命。 阿四不用照镜子, 都知道此刻的自己, 又多么地下贱。 他越是如此, 秦向如就越是觉得他恶心。 心中更是悔不当初。 有些人即便相处了多年, 也是难以暴露自己的真面目, 遭逢大起大落之后, 才能真正看出 他们掩藏的本来面目。 历史上多是这种人。 秦向如看着阿四 亮亮呛呛地跑了, 也是道, 我真的差点没忍住打死了他, 但是考虑到赵儿, 我又忍住了。 我真害怕赵儿长大了, 想起我这个外公 会有不好的事情。 而且将他打死在别院门口, 影响肯定不好。 有些时候, 我真觉得自己不是个父亲, 都这时候了, 还要计较得失。 高世连急忙道, 太上皇,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人生在世, 谁没有一点顾忌和计较。 您就是太疼孩子了, 才忍到了现在。 就好比陛下, 不也是顾虑太多了, 要不然, 九州那里, 还是这种格局?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确实最是最稳妥的办法了。 秦向如看着高世连, 探声道, 或许你说得对吧, 有些时候, 就算是皇帝, 也不能随心所欲。 我秦家父子, 这辈子终究是被好名声 给挡住脚了。 高世连道, 是因为您父子是同一种人, 那就是心地善良的人。 像那鼠辈, 得势时候猖獗, 失势后, 却如同下水道的老鼠, 一样恶心。 若非如此, 也不会落得如今这般下场。 秦向如心里好受了不少, 尝出一口恶气, 方才我还觉得没过瘾, 我倒是真希望这小子能胆大一些, 过来找麻烦, 我真不介意已决后患。 高世连眯着眼睛, 要不老奴想个办法, 合理将这个人给解决了? 秦向如一愣, 随即摇摇头, 罢了, 饶他一条狗命, 就当看在他爹的面子上, 他爹从始至终都没有对不起我。 秦向如叹了口气, 正如高世连所说, 他跟秦莫是一样的人, 一辈子都被秦义两个字所困。 可人不恰恰就是如此。 只有野兽, 才会肆无忌惮地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最后失去束缚, 到彻底失控。 太上皇, 那现在咱们是进别院? 高世连问道, 秦向如摆摆手, 不去了, 别打扰母子了, 回宫, 按背, 咱俩一把老骨头了, 可要保养好身体。 到底是老了, 揍了一下人, 就累得不行。 以前打憨子, 能吊起来揍一天都不觉得累。 高世连那里听不出来, 他这是想儿子了, 要不了多久, 陛下就应该过来了。 秦向如点点头, 嗯, 天心做得不错, 这些日子来监国所做之事, 也是深的明星。 一竹两次的施政方略, 非常全面。 国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繁荣昌盛。 我估计, 憨子要不了多久, 就要把位置让给他了。 我本来想提前回去, 但是换位之后, 有些人恐怕会蠢蠢欲动, 我还是得在这里坐镇, 省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等憨子过来, 咱们就可以过几年消停的日子了。 高世连笑着点点头, 至于他的外孙, 现在也在外面主政一方, 报纸上常有他的消息, 没能把外孙推上去, 他也不觉得遗憾。 最重要的是, 秦末和高瑶有两个女儿, 秦末让其中一个女儿姓高, 这件事当时还闹得挺大的。 但是后面秦向如站出来拍板了这件事, 就没人再支撑了。 所以, 高世连内心无比地感激秦末, 还有秦向如。 现在这孩子已经招续, 也已经生了两男一女, 高家的香火, 算是彻底续上了。 所以, 高世连这辈子没有任何遗憾, 他所有的遗憾都已经弥补上了。 他想过自己的晚年会是怎样的下场, 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晚年如此的幸福。 有身份, 有地位, 又子孙延续香火, 跟着秦向如也基本上是养老享福的状态, 虽然看起来苍老, 但是精神绝朔, 走路也非常的稳当。 他的思绪飘到了很多年前,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秦末, 第一次并不觉得这小子多好, 只是觉得他憨。 后面慢慢地就明白, 这小子很精明, 但是最终还是被他的真心给打动。 想到这里, 高世连哈得一笑, 陛下在哪里, 哪里就有欢乐, 老奴也有好些日子没见到陛下了, 心里也是想得紧。 秦向如点点头, 随即冲着别院门口的卫兵道, 把这边地上的血洗干净, 告诉双双, 震走了, 以后这家伙不会再出来晃了。 听到这话, 那卫兵队长也是急忙站出来道, 是, 晓得遵命。 等二人离开后, 他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还好他机灵, 要不然就是大了。 就在他让人清洗地上血迹的时候, 那些卫兵道, 队长, 还得是您呢, 要不然, 咱们就惹大麻烦了。 而此时, 别院内, 秦秀英也松了口气, 你爹打得好, 这种混账东西, 打死都应该。 无事献殷勤, 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见秦秀英气的不行, 秦双双也是急忙安抚, 娘, 既然她已经离开了, 又何必继续为这种人生气? 气坏了身体可不值当。 说实话, 对阿四, 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情感, 说恨也谈不上。 这么多年下来, 他早就想开了。 他又不是为他守身如玉, 而是喜欢一个人, 如此就再也没人会伤害他。 秦秀英道, 你就给自己找个伴吧, 不伤孩子也没关系, 我跟你爹已经老了, 总会不在的。 你大哥虽然能照顾你, 但是他那一大家子, 也不可能事事顾及到你。 你女儿会嫁人, 会有自己的孩子。 你儿子管着前周一大堆的事情。 只有爱人, 才会陪你走到最后。 娘, 我已经想开了, 碰得到就嫁, 碰不到就算了。 你看萧玄机, 近五十才嫁给袁天刚, 遇到对的人虽然晚了一些, 但是只要遇到了, 就是一辈子。 秦双双道。 你呀, 总是有那么多歪理由来说服我。 秦秀英拿女儿, 没有半点办法。 好在她也是没有继续逼婚。 第一次就没碰上对的人, 怎么保证第二次的人好呢? 当然, 这个世上大概不会有人敢再对秦双双不好, 但不会是因为爱, 而是因为害怕她的身份仅此而已。 阿四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 浑身就没有一处不疼的。 下人看到她浑身是伤, 也是急忙去叫来了郎中。 很快, 这件事也惊动了李星, 得知阿四被秦向如暴打一顿后, 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他看着躺在床上哀嚎的阿四, 探声道, 既然如此, 就算了吧。 你以后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府上, 也别出去转悠了。 以后每年, 我给你多一千两的待遇, 应该足够过得很好了。 一千两怎么够, 我差点没被那老头给打死, 要不是我机灵, 就回不来了。 阿四努力睁开肿胀的眼睛, 说道, 最起码要加三千两一年。 李星摇摇头, 看着阿四扶不上墙的样子, 一千五百两, 不能再多了, 两千五百两, 这个收入已经超过大钱九成的人了。 阿四哼了一声, 一千五百两就一千五百两, 你马上把钱拿来。 哦对了, 我受了伤, 郎中说伤得很重, 要好好休养, 我要去买一些补品, 你再多拿个几千两过来。 李星没说什么, 只是默默地, 让人从府上拿来了一万两银子, 这些够不够。 早些年, 他在海上航行, 家底很厚, 没有一亿两, 也有几千万两银子的家底。 这么多年来, 存在银行里面, 一年也有几十万两银子的利息。 不夸张地说, 靠吃利息, 他都能保三代人。 看着那白花花的银元, 阿四大喜, 够了。 李星道, 既然王后不想看见你, 以后你也别再凑上去了, 就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 怎么高兴怎么来就行了。 只不过, 日后赵儿过来, 一些不该说的话, 你不要说。 阿四不满地道, 什么叫做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那是我儿子,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轮不到别人来教我。 你有一个当父亲的样子吗? 李星道, 我告诉你, 你要是胡说八道, 传进太上皇的耳朵里, 没人保得了你。 而且我告诉你, 西京那边有消息传来, 今年年底, 陛下很有可能会善让给太子, 这意味着, 到时候, 陛下会来东京作证,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你还是给我低调点做人。 惹怒了他, 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 阿四浑身一颤, 他还那么年轻, 这么着急, 善让做什么? 李星叹了口气, 别拿你的想法来揣测别人, 太子母亲是谁不用我说了吧。 陛下会觉得太子光复北周吗? 阿四沉默了, 他岂能听不出李星话里的嘲讽之意。 那我能去东东吗? 阿四哀求道, 让我去东东吧, 免得在这里碍了某些人的眼睛, 惹来麻烦, 如何? 李星愣了愣, 道, 你确定? 嗯, 我确定, 这里已经待不住了, 只有去东东, 我才能活下来, 我害怕那老家伙要杀我, 我得抓紧离开。 阿四一开始疑神疑鬼起来。 李星叹了口气, 罢了, 既然你要去, 那就去吧。 谢谢大哥。 一日, 阿四就收拾东西, 带着两个妾室和下人离开了京师。 曾经的大前皇帝走得悄无声息, 没有任何注意。 眨眼功夫就到了年底, 秦末也带着妻妾, 从南部城回到了西京。 再歪浪了一年, 秦末回京的第一件事却不是处理政务, 而是决定善让。 这一年多来, 天心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秦末也没理由继续赖在这个位置上。 而且,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善让去东京。 所以, 回京后他直接把天心叫了过来, 这一年多来,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 所以过两天的大朝会, 我决定善让, 你别给我拒绝, 直接答应了, 别给我整什么三句三让的活儿, 我可没那个心情演戏。 天心苦笑道, 爹, 我真的没做好万全的准备。 怎样才算万全的准备? 秦末问道, 你是太子, 监国一年, 百姓认可, 朝臣认可, 还要怎么的准备? 军队你能调动, 大权在握。 你难道还要老子死了, 才算是万全的准备? 天心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爹,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大概是史上拿到权力最快的太子, 也是史上最不用担心自己被赶下台的太子, 因为父亲所有的班子, 全都给他了。 在历史上有这样的太子吗? 没有, 仅此一例, 别无二家。 所以, 天心是非常感恩的, 我只是觉得, 有爹在, 就算自己做错了事情, 也有人帮我纠错。 一旦我上去了, 所有的后果, 就必须我一个人来承担, 我心里没底。 你小子, 是想让老子给你背黑锅是吗? 秦末瞪了他一眼, 这件事没得商量, 别耽误老子退休。 老子二十多年前就嚷嚷着退休, 本来计划三十岁退休的, 结果这个退休计划, 因为建国这件事, 耽误了二十多年。 把你养这么大, 不就是为了接班? 你要是不准备接班, 就早说, 让给你弟弟, 别废话。 天心听的是直冒冷汗呢, 他苦笑道, 爹, 可我? 别可是可是的了, 就一句话, 老子要让位, 你接不接, 不接就换其他人, 别逼逼赖赖的。 我赶着年底, 去跟你爷团聚呢。 没有人能够阻碍秦末退休的脚步。 他已经将自己的梦想延后了二十年, 到现在, 已经到了快忍不了的地步了。 天心苦笑道, 能过完今年吗? 孩儿也想跟爹爹好好过一过年。 秦末想了想, 行行行, 那就过完今年, 但是年前必须要把这件事定下来, 要不然, 我睡不踏实。 这几天, 我就张罗起来, 你小子也给我准备准备。 总之, 这江山在我跟你爷手上都好好的, 你要做的, 就是好好给老子守住了。 做人也好, 做皇帝也好,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良心。 只要你对得起百姓, 其他的人你不用在意。 明白了吗? 天心听出了父亲的意思, 很是认真的点头, 是, 爹。 秦末这才点头, 来, 别处着了, 坐下一块吃饭。 他拿了一块大肘子, 递给了天心, 别太焦虑, 顺其自然, 这天下, 有你爷, 还有我, 帮你照看着, 不会坏到哪里去。 你只需要安安稳稳地,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一心一意地为百姓即可。 但是想要收拾那些贪官污吏, 你得比他们更加的奸华才是。 除此之外, 就是罗斯那些叛逆, 你看着办吧。 我收到了消息, 他们最近在西域闹事。 从中原出去的人, 脑子是最灵活的, 他们若是把这份劲儿, 用在正途上, 他们将这份努力用在作乱上, 那他们也会是最合格的叛逆者。 所以, 你得想好怎么对付他们。 他们人少, 武器差, 但是到现在依旧折服, 没有丝毫服软的意思。 这就好比, 一个弱小的人, 明知道自己不会是一个强者的对手, 但是他却不认输。 一般来说, 有两种可能, 一种, 他们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第二种, 他们已经有了跟强者对抗的武器。 我呢, 更倾向于后者。 就算他们手里的武器, 不至于让咱们伤筋动骨, 却绝对能够让咱们难受。 天心点点头, 情报说, 他们的确在筹谋什么, 有一些不准确的消息说, 他们疑似想要大规模地制造瘟疫。 你还别说, 还真有这个可能。 秦莫道, 这就好比小孩子挥大刀, 能伤人也会伤己, 这也是他们唯一有可能打退咱们的办法了。 因为从任何角度来看, 他们都没有机会打赢咱们。 天心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父亲说得对, 这些人从中原出去, 如果他们造福百姓, 是百姓的福气, 可如果作乱, 却也绝对是一个合格的造反派。 你也别太紧张, 就他们那个落后的条件, 想要弄出这种武器, 可能性不大。 让案子继续探索, 如果有这种苗头, 直接扼杀就行了。 不要有任何犹豫, 一旦他们有这种苗头, 斩草除根, 不要留一个人。 秦莫杀气腾腾地说道, 说实话, 这些人叛乱, 如果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人, 什么叫做更残忍? 其实大明早就有这种武器了, 这是一直存封着。 他们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没有。 一旦这种武器投放, 就罗斯纳落后的条件, 那些人大概率会痛苦地死去。 自己人怎么打都行, 但是绝对不会用这种手段。 对外人就没这种顾虑了。 天心叹了口气, 爹, 这罗斯国一定要拿下吗? 怎么? 你打算养虎为患? 秦莫一条眉? 那倒不是, 我就是觉得压力有些大, 一旦罗斯拿下, 那整个大明就包围了西域。 日后, 西域将作为整个大明的矛盾缓冲点。 但是按照最高机密, 日后西域或许也将并入大明。 我很难想象, 那将是一个怎样宏伟的国家。 又该如何管理, 我有些不知所措。 一整个世界为一国, 绝对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秦莫摸了摸下巴, 知道你爹我为啥不动手不? 天心试探地问道, 您不想穷兵独武? 秦莫撇了撇嘴, 屁得穷兵独武, 这个世界上, 还能有哪个国家让咱们穷兵独武? 老子只是怕累, 觉得天下皈依太累了, 倒是那些好战分子天天让我开战。 你没见我出去, 就是为了躲避他们, 这些人太烦了。 天心苦笑一声, 爹, 您可真行, 为了省事, 所以不开战, 这个理由很好, 很强大。 秦莫哈的一笑, 主要是麻烦, 我要是一个人都把功劳搞完了, 后面你们怎么搞, 怎么超越我? 有些人就是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 混吃等死, 那我肯定不能这么做。 天心嘴角一抽, 这很符合他老爹的脾气, 为了不让子孙偷懒, 所以故意留下这些给孩子做。 如果在他这一招, 完成了天下一统, 不敢说超越父亲, 却也绝对是世间有数的大皇帝。 只不过, 他的子孙后代呢? 功劳都让自己占完了, 然后留下一个历史上最大的国家, 把所有的苦活累活都留给他, 这么一想, 其实当自己儿子也挺受累的。 爹, 那我拿下罗斯, 西域就留给您孙子, 免得他们偷懒, 您觉得如何? 天心说道, 我不管,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秦末很是满意地看着天心, 这样才对, 最起码子孙后代干起皇帝来, 还有点激情。 要不然放眼望去, 周边都没有敌人了, 天天就是酷酷上朝, 批阅奏折, 那多嘞。 有人说, 中原王朝, 只有在内忧外患的时候, 才是最团结的, 这一点还是有点道理的。 父子二人一直谈话到深夜。 永安十一年最后一个大朝会, 皇帝在消失近一年后, 召开了大朝会, 特令西京所有有品届的官员, 都来奉天殿上朝。 一时间, 上千官员鱼贯而入, 一直从奉天殿站到了外面。 秦末看着众人, 这是永年十一年最后一个大朝会, 也是镇在位时期最后一个大朝会。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脸色都是变了变。 他们岂能听不出皇帝话里的意思。 风格, 火铃, 脸色也是一变, 看向坐在父亲身边的大哥, 心中还是挺羡慕的。 大哥, 或许是历朝历代中最幸福的太子。 天心则是正经危坐, 他其实很紧张, 即便前些日子跟父亲彻夜畅谈, 却还是抑制不住地紧张。 父亲这一退, 就意味着重担彻彻底底落在他的肩膀上了。 大明开国也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从无到有, 是奇迹频发的二十年, 是属于我大明人的二十年。 这二十年, 自西向东三万里山河,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疆域版图。 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国家。 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 镇可以自豪地说一句, 在位这十数年对得起这个国家, 对得起这个国家的百姓。 现在正老了。 在场的人听到这话都不由汗言。 大明法定退休年纪, 男五十五, 女的五十, 你这年纪还踏不到退休的标准。 再说了, 秦末本来就显年轻, 跟天心占一块, 就跟哥俩似的。 说他三十岁都有人相信。 老这个字, 跟秦末是真的不沾边。 大明需要新鲜的血液, 需要一个更年轻, 更有活力的皇帝来带领大家继续前行。 而我会学着太上皇那样在背后默默地关注。 而太子用数年的努力告诉众人, 他是一个合格的太子, 在监国期间更是很好地胜任了这个重担。 镇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决定善让给太子。 此话一出, 天心急忙跪在地上, 请父皇收回成命。 堂下众人也纷纷劝阻。 但是秦末却道, 都不要给镇来什么三举三让的戏码, 镇说善让, 就是善让, 不要耽误时间。 你们要是觉得太子哪里不行, 就站出来说别耽误大家的时间。 众人听了, 都是流汗, 哪有人让位这么着急的? 不让还急眼? 太子有问题? 就算真有, 谁敢在这阶骨眼上说? 那不是找死吗? 秦末扫量了众人一眼, 好, 既然大家都没问题, 那这件事就说定了, 镇善让, 太子继位, 李布拿一个章程出来, 一个月内搞定这件事。 说着, 秦末对天心道, 太子, 说两句。 天心嘴角一抽, 这大概是最儿戏的善让, 他看到一旁的正在拿笔的使官, 都满脸愁容。 这他娘的, 该怎么写? 总不能说, 地善让, 非常儿戏, 不许三句三让。 但是这种大事, 又不能春秋笔法直接带过吧? 这么大的事情, 那肯定得用重笔墨。 天心深吸口气, 父皇, 儿臣。 你没什么想说的事吧? 那行, 今天的大朝会就到这里了。 秦末道, 以后反正都是你自己主持大朝会,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想说多久就说多久, 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散朝吧。 说着, 秦末直接离开龙椅, 撒鸭子就离开了, 留下面面相去的众人。 大家都傻眼了。 从秦末说, 善让到散朝, 也就三分钟左右。 整个大朝会持续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这哪里是善让, 就算是一般的大朝会, 也要开到半个小时。 众人直呼好家伙, 皇帝这是要撂绝子了, 丝毫不在意大家的想法了。 所以, 他们只能委屈巴巴地看向天心。 天心干咳一声, 心里也是无奈, 父亲说走就走, 撂下这么一大帮子人, 他总不能也撇下众人离开吧。 朱军, 如你们所见, 父皇他已经确定让位给孤, 礼部和阁部拿一个章程出来。 一切从简, 不要铺杖浪费。 天心怎么都觉得别扭, 三聚三让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 最起码听起来好听。 可现在父亲一说自己就答应了, 总觉得自己迫不及待。 但转念一想, 现在是大明时代, 国家就应该这样, 做什么事情都要堂堂正正, 不要遮遮掩掩的。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种礼节上。 父亲也算是开了一个头。 想到这里, 天心倒也不那么纠结了。 这时候, 礼部和阁部的臣子初恋, 应了一句天心。 随即天心宣布散潮, 而秦末则是快步走向后宫, 这会儿功夫, 一大帮娘们也才刚起来, 一个个不是在沉练, 就是在吊嗓子。 热闹极了。 秦末看着众女, 大家都听一听, 我有钥匙宣布, 众女都好奇地看着秦末, 凑了过来, 什么事啊, 不能晚点再说吗? 就是, 耽误咱们晨练。 秦末双手插腰, 骄傲地道, 我刚才杀让给天心了, 从明天起, 天心就是皇帝了。 我终于卸下身上的重担了, 以后, 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 都花在陪你们上了。 听到这话, 众女都是一愣。 他们压根就没有听到半点消息, 没想到, 秦末居然不声不响地就让位了。 可以想, 又觉得正常。 且,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方唇撇了撇嘴, 姐妹们, 咱们继续操练。 李玉树也哼了一声, 就这事儿, 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老子让位给儿子, 天经地义。 李玉兰则道, 行了知道了, 你上朝也累了, 那边有吃的, 去吃点吧。 随即就开始练习养生工, 他们现在特别迷保养。 萧玉柔这个太子生母, 也是一脸淡然, 看了一眼秦末, 然后不声不响地在哪里沉练。 秦末嘴角一抽, 这些女人还真是淡定。 不过这样也挺好的, 太高兴也不好, 太失落也不好。 秦末笑了笑, 我陪你们一起沉练。 沉练就沉练, 别动手动脚的。 你手往哪儿放呢? 不许乱摸。 呀, 你这样我要破功了。 大白天的, 你休不休? 秦末却丝毫不在意他们的话, 我行我素得道, 打今天起, 我秦末就正式退休了。 等过了年, 咱们就去泉州。 就不再吸尽碍眼了。 谁愿意跟我去? 众女都是纷纷翻白眼。 秦末都走了, 他们还留在这里作战。 后宫自然会有天心的妾室住进来, 他们肯定要让位置的。 而秦末也不打算扩建皇宫, 因为皇宫本来就够大了。 虽说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也挺好, 但秦末并不喜欢。 因为这一大家子人太多了。 宫里多少还是有点规矩的, 秦末不喜欢规矩, 他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方式, 顺顺兴兴地活着。 永安十一年冬, 十二月八日, 大明二世帝秦末于奉天殿举行善让大典。 将地位让与大明三世帝秦长, 亲自为其受官。 登基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秦末看着跟自己一般高大的儿子, 与众心肠的道, 俗话说, 欲戴皇冠, 必成其重。 我总觉得, 这不是对帝王的一种约束, 而是在时刻地提醒我们, 作为帝王的责任是什么。 我相信你可以做好这个皇帝。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哪怕方向错误了, 没关系, 因为大明的路是一条前所未有的路。 前人的经验, 并不能帮助我们走太远的路。 我们更像是摸石头过河, 没人知道大明的路是怎样的, 也没人知道未来是怎样的。 但是有一点, 未来总不能比现在更差。 你也不要时刻想要超越谁。 你只需要记住, 如果你询问自己的内心, 自己是否合格了。 你可以拍着胸脯告诉自己, 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那么, 你就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做皇帝跟做人一样, 求的是一个问心无愧, 一个顺心顺意。 我, 祝你, 日后, 顺心顺意, 长命百岁, 子孙绵延。 秦末把最好的祝福给了天心。 天心可以感受到父亲的期待和关怀, 他深吸口气, 重重地点头, 而臣定然谨记于心。 这时候, 天心身旁的太监高声道, 行礼。 秦末这时候, 拍了拍他的肩膀, 坐上去。 天心转身, 看向那个至高无上的龙椅, 一步一步地走了上去, 在父亲的注视下, 闻五百官的注视下, 坐在了那个位置上。 哗啦! 众人跪倒一片, 口称陛下万岁。 三寇九拜之后, 天心顺理登基。 随即又去了太庙祭告先祖和上仓。 这一日, 京城也是无比的热闹。 广场之外, 有无数的百姓自发凑在了一起。 宫内钟声敲响了九下, 代表登基大典正式结束。 随即, 外面开始明里炮。 随即众人山呼, 陛下万岁。 无数的和平歌 从城墙之上飞起, 昭示着大名鹏飞万里。 不多时, 身着天子冠冕的天心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五门之上, 看着无数的百姓, 他发表了自己作为皇帝的第一番话。 而秦陌则是回到了后宫。 从现在开始, 他才是真正卸下了身上的重担。 未来大名如何, 他也不太会插手。 除非天心做了很错的事情。 但是, 大概率不太可能。 有秘书处, 内阁, 两个辅助派, 天心其实已经不太可能随心所欲地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实这时候开始, 帝王的权力 已经被设置了层层的限制。 这也是秦陌有意为之。 不是每一个皇帝 都有绝对的自控力。 有些皇帝在尝试到了那种 至高无上的权力后, 往往会迷失自己。 比如, 阿四和周扬帝一样 都是最好的例子。 或许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他们最终被权力负面。 秦陌不希望他们迷失自己, 就算他们迷失自己了, 也会有层层的限制。 就目前而言, 这诸多的限制 一个平庸的皇帝 是极难打破的。 聪明的皇帝 不会去放开这种权限。 想到这里, 秦陌松了口气, 步伐都轻快了许多。 而他回到后宫, 那些娘们一个个 都打扮得特别漂亮, 在哪里等候着秦陌? 秦陌吓了一跳, 今天怎么没打麻将? 太上皇, 今天您老人家退休了, 奴婢们那里敢打麻将? 李玉树调笑道, 就是, 太上皇, 今天可是太上皇卸任的日子, 奴婢们肯定得好好靠牢, 靠牢您老人家。 小时久也笑嘻嘻地道。 话落, 一帮女人围了过来, 将秦陌拥在了人群之中。 随即, 将秦陌推到了房间里。 秦陌还以为这些女人 打算给自己上一课, 却没想到, 房间里有一个巨大的蛋糕, 上面写着几个字, 退休快乐。 李玉树笑着道, 当家的, 辛苦你几十年如一日, 为了咱们这个大家辛苦操持, 眼下, 你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重担, 高高兴兴地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了。 于国家, 你无愧, 于百姓, 你无愧, 于家人, 你更无愧。 这辈子, 能嫁给你, 是我的福钱。 今日你退休了, 我敬你一杯。 说着, 李玉树给自己倒满了一杯酒, 随即一口饮尽。 萧于柔也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上半生你为家小, 为国操劳, 下半生, 由我们伺候你。 李玉树则是坐在秦末的腿上, 挽住了他的脖子, 重重地亲了他一口, 憨子哥哥, 在我心里, 你还是跟三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未曾改变。 李玉树也道, 姐夫, 这些年, 你辛苦了。 方纯双手抱胸, 随即走到了秦末的身边, 在他的嘴角印上了一个大大的口红印, 昂着脑袋道, 你做得很好, 这几天我心情好, 可以满足你一个条件。 秦末顿时激动了, 师姐, 你可别骗我。 方纯瞪了他一眼, 哪能不知道他想的什么。 高瑶则道, 老爷, 那以后, 我又能时刻跟着你了。 初蕊, 夏合, 秋月也是纷纷在秦末脸上盖了章。 素我性子, 酥皮莫接, 同样如此。 小十九则是要求道, 姐夫, 最后让我生一个城吗? 听到这话, 秦末眉头皱了起来, 不行, 说什么都不行。 小十九撅着嘴, 满脸都不高兴。 最后, 轮到柳如玉了。 柳如玉是最后加入的, 看着秦末卸任, 他心里也很是高兴。 其实他很清楚, 秦末这辈子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主动去追求过权力, 而是权力追着他。 秦大哥, 恭喜你, 光荣退休。 秦末看他还有些不好意思, 将他拉了过来, 随即看着妻子们整个人满足得不行, 你们都感谢我。 其实, 我更应该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 让我有了努力的动力。 感谢你们, 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也感谢你们, 包容我, 照顾我, 无条件地宠溺我,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并不是立下了多少丰功伟绩。 拥有你们, 才是我这辈子最骄傲, 最快活的事情。 秦末被众女拥在中间, 安静地说着昔日的过往。 这才突然发现, 一眨眼的功夫, 人生就过去大半了。 这让秦末有一种危机感, 再不浪人生就要过去了。 他刚过来的时候, 发下了什么愿望? 斗鸡遛狗, 美女成群, 潇洒地过一生。 斗鸡遛狗是跟他无缘了, 美女成群倒是满足了。 潇洒, 倒也潇洒, 就是不如之前那么随心所欲了。 秦末说, 等年后, 咱们去乾州, 我再带你们去高州, 我好想那一片海。 在岭南的那几年, 才是我最放松的日子。 有些时候, 都经常梦见那段时间。 好像, 一切都没有改变, 老爷子也还在。 他天不亮就起来, 拿着小锄头, 吭吃吭吃地去种植园种地。 等累得直不起腰了, 就让我扶他起来。 吃了点心, 这小老头还贪心地让我背他回去。 然后让我说说, 让我带他去钓鱼。 隔三差五的, 还让我带他去另一片海滩散心, 实际上是去看美女去了。 这小老头闷骚得很。 那时候, 父皇也还在, 母后好像也还年轻。 阿四就那么一点大。 孩子们天天不省心, 漫山遍野地跑, 斗鸡遛狗的, 犯了错就不是上述就是上房, 把老子烦得不行。 我爹也天天在我屁股后面骂我, 说我欺负他的大孙子。 把我委屈得不行。 听到秦末的话, 众女都不由笑了起来。 那时候, 真的很好。 秦末吃着蛋糕, 心里未尝没有很多遗憾。 比如遗憾的是, 他没有在老爷子清醒的时候 多陪陪他。 又比如, 他没有坚守到老六死, 再拿下大钱, 丢了老六的面子。 老六多么爱面子的一个人呢, 心里肯定埋怨死他了。 秦末也遗憾, 自己最终还是走向了一条 不愿意走的路。 如果他做一个委屈的能臣, 或许现在又不一样了。 我有些累了。 秦末道, 想好好睡一觉, 你们别担心, 就是有点困了。 这几天要退休了, 高兴得睡不着, 有点太放纵自己了。 众女都没说什么。 萧鱼柔道, 你睡, 我们陪着你。 秦末笑了笑, 随即将脑袋枕在了他的腿上, 在海边的时候, 他就喜欢这样。 把公物丢给萧鱼柔, 然后枕在他腿上, 呼呼大睡, 让萧鱼柔忙活。 他坐过来, 将秦末的双脚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轻轻地为他敲腿。 李玉树和李立真, 则是乖巧地跪坐在秦末的左右两边, 给他捏手。 一帮娘们围着秦末。 秦末只觉得, 此刻太舒服了, 眯着眼睛, 睡一袭来, 不由地便呼呼大睡起来。 梦中, 秦末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父母, 秦末都有些认不出他们了。 他父亲已经掉光了头发, 显得很沧桑, 母亲满头白发。 他们注视着自己, 好似在责怪自己, 为什么这些年抛下他们不管。 秦末很惭愧地看着他们, 不知道该说什么。 紧跟着他又看到了老六, 老六在那里, 骂他, 狗东西, 半点面子都不给朕, 你让朕的英明毁于一旦啊。 这时候, 老爷子走出来, 拿着拐杖追着老六骂, 然后安抚秦末道, 锦云, 别听他放屁, 自己没本事, 怪不得你。 也知道, 你也是迫不得已, 你放心, 也从来就没有怪过你。 秦末好似陷入了梦魇之中, 他努力地想要从梦境中挣脱出来, 却怎么也挣扎不出来。 直到耳边响起了一个个熟悉的声音, 秦末睁开了眼睛。 他眼中满是迷惑, 放眼看去, 才发现众女都挨着自己睡着了, 其中李玉树最过分, 压在自己身上, 霸占着自己。 难怪自己方才睡觉, 总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大床上东倒西歪的都是人。 秦末拍了拍李玉树的屁股, 快醒醒。 李玉树嘟囔了一句, 随即从秦末的身上翻下来。 萧玉柔最先被惊醒, 此时她的双脚都已经被压抹了, 睡舒服了。 秦末应了一声, 什么时辰了? 下午了, 李玉兰也醒了过来, 急忙说道。 秦末摸了摸肚子, 饿了。 我马上去坐。 李玉兰说道。 萧玉柔也急忙下地, 让血液流通。 秦末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 随即看向守在一旁昏昏欲睡的小八, 方才有人过来吗? 有, 太子, 哦不对, 陛下方才来了。 小八说道。 秦末点点头, 天心刚登基, 事情肯定很多。 比如现在, 老秦就不能叫太上皇了, 应该叫太祖皇帝。 李玉兰应该生一生, 变成太后。 其他妃子, 都应该变成太妃。 这些晚点时候, 都会健保。 而新皇登基, 第一件事肯定是天地同庆。 但是这种同庆并不会为监狱里的犯人减刑。 该怎么样, 还是怎样? 秦末看着, 睡得东倒西歪的众女, 也是食指大洞, 看向睡得流口水的李玉树, 也是酷酷一顿惩罚。 只是这惩罚的声音太大了, 顿时将众女惊醒。 看到秦末在哪里惩罚李玉树, 一个个都想跑。 秦末哪能让他们跑掉, 统统抓了回来, 今年我退休, 我最大, 都听我的号令, 事件, 包守着他们, 谁要跑, 就抓回来。 方纯白了秦末一眼, 还真的照做了。 一时间, 众女怨声载道。 但是没办法, 方纯的武力, 只有高瑶能比一比。 秦末感觉自己活脱脱, 就是一个大昏君。 等完累了, 李玉树跟萧于柔, 也带着吃的过来了。 看着秦末衣衫不整, 左右拥抱, 满身满脸都是胭脂印, 他们俩也见怪不怪了。 开饭了。 李玉树委屈得道, 三姐, 汉子欺负我。 该, 谁让你要压他身上? 李玉兰无嘴偷笑, 可看到, 李玉树那软绵绵的样子, 却还是过去将他扶了起来, 并说道, 你呀, 也罚得太狠了。 秦末在方纯和高瑶的伺候下用膳, 苏我性子还跪在脚边给秦末割腿, 这会儿哪有功夫说话。 见状肖于柔也是满脸无奈, 随即也走了过去, 伺候起秦末来。 他内心的冰冷, 早就被秦末给融化了。 下半辈子, 他只想一心一意地伺候秦末, 让这个男人, 在他这里, 做世上最快活的男人。 永安十一年, 年三十。 内阁发文, 秦末为太上皇, 李玉兰为太皇太后, 肖于柔, 李玉树, 李立真, 方纯, 高瑶, 为太妃。 余下妃子, 各有自己的封号。 也正是从这一天起, 秦末将自己的权力 完完全全交给了天心。 这一日, 皇宫内在京城的孩子 全都被秦末叫进宫。 这一年的年夜饭, 也特别地热闹。 一群孩子, 把宫内缴获得鸡犬不宁。 秦末不允许干涉他们, 在他看来, 孩子就该有孩子的调皮和天性。 如果过分地被李玉约束, 只会养出一个 手无腹鸡之力的文弱之人。 只有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童年, 长大后长歪的概率才会降低。 秦末的皇宫, 除了一些基础的礼仪之外, 不允许设立繁杂的规矩。 不允许设置太多的规矩。 当然, 为了确保帝王、 皇子的安全, 一些该有的措施还是有的, 甚至比历朝历代更加严格。 还记得自己穿越过来, 秦家就他跟老秦两个光棍。 现在好了, 秦家有百人, 加上第三代, 人数已经达到了二百多人, 秦家也发展壮大起来。 看着乌泱泱的孩子们, 除了自己的儿女、 孙子辈, 秦末好些人叫不上来名字。 或许他们当中, 很多人都不曾感受过祖父的爱, 但是秦末依旧对他们很关照。 每一个孩子降临时间, 秦末都从自己的个人账户, 为他们准备了一笔 足够让他们长大成人的费用。 而且这笔费用, 是专门为他们个人开设的, 将有皇家银行, 每年按时打款到孩子的专属户头。 等孩子18岁长大成人之后, 每个月还有一笔足够他们生活的费用。 不管这些孩子未来是庸碌还是成功, 最起码这一笔费用, 可以让这些孩子体面地活着。 秦末能做的只有这些。 至于第四代, 第五代, 那就不是秦末能管的了。 族内有法令, 皇族的生意和财产, 足够稳妥地安排几十万人。 但是族内有淘汰法, 每年都会淘汰掉一部分人, 而被淘汰的子弟最终会失去权力, 泯然众人。 这也确保不会将皇族拖垮, 更不会拖垮整个国家财政, 那是秦末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这些孩子们看着上方的祖父, 一个个都非常敬畏, 除了几个别孩子, 他们都不敢亲近秦末。 因为, 在他们眼中, 自己的祖父是一个极为伟大的人。 而伟大, 则意味着难以接近, 最起码在他们眼中是如此的。 在他们的母亲眼里, 亦是如此。 从小母亲就告诉他们, 不能惹皇爷爷生气。 所以他们全都正经微坐着。 等秦末说了新年贺词, 众人才开始用餐。 气氛很好, 有说有笑的。 秦末喜欢这种氛围, 但是不喜欢天天这么热闹。 隔三差五来一次还好, 要是天天这么热闹, 他得高血压。 等众人吃饱喝足后, 看电影的看电影, 打麻将的打麻将, 孩子们则是在皇宫的城堡中玩耍。 今年昔静的冬天格外地冷, 大雪纷纷, 但是屋内却格外地温暖。 秦末把所有孩子们叫过来, 一起守岁。 他依旧坐在主位上, 以此视天心, 风根, 火连。 牛犊子也从西域回来了, 现在的他看起来更加地憨厚。 只不过, 众人看着父亲那年轻的样子, 都有一瞬间的失神。 好似从他们祭祀开始, 父亲就是这个样子, 这么多年了, 仿佛没怎么老。 再看看大哥, 下河都已经虚了胡须。 最小的弟弟, 此刻都四五岁了。 秦末扫了众人一眼, 对天心道, 你去用广播给全国百姓拜年。 天心点点头, 随即跟兄弟们说了一句, 便离开了房间。 也就半个时辰, 天心回来了, 他胆了胆身上的血, 电, 好了。 坐下, 我来说几句, 秦末道。 等天心入座后, 秦末这才开口道, 一眨眼的功夫, 我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纪。 一眨眼的功夫, 就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们都做得很好, 虽然我没说话, 但是我都看在眼里。 有些人, 我虽然没有提, 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 我都了如指掌。 想必你们都受到过我的信。 我呢, 一年老一年, 这天下最终是你们年轻人的。 今年, 我让位给你们大哥了。 你们大哥是什么人, 你们也清楚, 我就不多说了。 众人都是点头, 天心的确是一个合格的大哥, 更是一个合格的太子, 一个合格的帝王。 说实话, 在很多人还没有成年之前, 都是以天心为榜样的。 这人年纪大了, 就希望家庭和睦。 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 我老是惹你们祖父生气。 你们祖父就跟在我屁股后面, 一边打一边骂。 那时候, 我就在心里发誓, 等我以后有孩子了, 我绝对不学你们祖父。 说到这里, 秦莫自嘲一笑, 好吧, 我承认我没做到。 你们每一个人都被我揍过。 但是我得揍你们, 因为你们犯了错, 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对错。 只有疼才记得住。 众人听了都不由笑了起来。 确实, 小时候就数几个哥哥被揍得最狠了。 天心, 风根, 火链, 牛犊子都被吊在树上打过。 现在回想起那场景, 还是很好笑。 一眨眼的功夫, 一个个都长大成人了, 你爹我还是很骄傲的。 秦莫说道, 相比我那些丰功伟绩, 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就是碰到了你们娘亲, 又有了你们这些孩子。 所以, 在你们长大成人之后, 我希望你们能够团结和睦, 能够互相扶持。 我知道, 人与人之间不同, 信念不同, 理想不同, 但是你们都性情, 身体里流着同样的血。 不管你们有什么矛盾, 我就一句话, 吵一架也好, 打一架也好, 都无所谓。 但是你们当中, 谁都不要有人动刀。 可能做到。 天心想也不想说到。 能? 紧跟着, 风干, 火链, 牛犊子都纷纷开口, 能? 好, 你爹我对你们, 没有更大的期待了。 我唯一的期待, 就是希望你们过好各自的人生, 健康幸福踏实地过完这一生。 他们能从这句话中, 感受到父亲内心最真的想法。 很多父母都想着自己的儿子, 能够成龙成凤, 只有秦莫, 希望他们健康长乐。 爹, 接下来您就要去东京了吗? 风哥有些不舍地问道。 是, 你们也跟姑奶奶孤零零地在东京, 我肯定得过去照顾才是。 秦莫道, 你们姑姑又一个人, 我心里也不放心, 得过去看看。 西京日后, 就交给你们兄弟了。 这个国家日后怎么样, 也看你们兄弟了。 你们大哥, 也是第一次当皇帝, 都多胆呆点。 有什么不好的, 尽管骂, 该骂。 骂不行他就动手。 可千万别忍着。 众人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天心则道, 爹说得没错,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这个国家太大了, 大到我一个人根本管理不过来。 就算是现在, 有了风哥和火铃, 我也觉得有些捉襟见肘。 毕竟,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爹这样的本事, 能够轻轻松松地管理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说实话, 我现在每天都有些焦虑, 生怕自己做不好这个皇帝。 我也把话放在这里, 要是我做得不好, 谁有能力, 随时来接替我的位置。 大明的江山, 从来都不是长子的, 嫡子的。 它属于有德能者的。 说实话, 人都是自私的, 但是大明, 要走的路, 是一条崭新的路。 因为我很清楚, 就算我下来了, 也依旧可以过得很好。 这天下,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人来主持大局。 他依旧性情。 所以, 弟兄们, 爹当面, 可千万别觉得我今天说的话, 是富贺之言, 这全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众人看着大哥, 有人信, 有人不信,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一刻, 氛围很好。 这一刻, 没有皇帝, 有的只是父子, 兄弟。 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儿时, 大家跟着祖父, 父亲在那里守岁, 大家没有顾及, 肆无忌惮地玩闹的时候。 气氛越来越浓。 听着收音机里的响声和小曲, 时间飞快。 伴随着宫内钟声敲响, 时间来到了新的一年。 秦末笑着道, 都去休息吧, 我祝你们, 身体健康, 安乐无忧。 大年初一, 秦末便翘无声息, 带着妻子们离开了西京。 而这一日, 天心召开了他登基以来, 第一次大朝会。 而大明正是从永安年, 转到了长乐年。 大明也开启了新的时代。 去前州的路上, 秦末特别地轻松, 于他而言, 就像是完成了一次人生的长征。 只是现在, 人生要开启另一段旅程了。 女人们都在打麻将, 秦末戴着墨镜, 在阳光房内晒太阳。 就在这时候, 她眼前一黑, 萧玉柔的身影倒影在自己的瞳孔之中, 秦末顺势将她抱了过来, 没跟他们一块。 天天打麻将, 累了。 萧玉柔道, 这一次去前州有什么打算? 秦末想了想, 说道, 先看看我爹, 然后再开启巡游, 等巡游之后, 就安安心心地在东京生活就好了。 萧玉柔道, 那这一次, 我能开一个孤儿院吗? 我想把那些无家可归, 无父无母的孩子接过来, 可以吗? 秦末好奇道, 为什么想开孤儿院? 没为什么, 就是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你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陪着我, 我也不可能天天跟姐妹们搓麻将, 打牌, 逛街, 反正你现在也退下来了, 我做这些, 也不会有人说我干正。 萧玉柔道, 而且, 当初因我而死的人太多了, 我想给孩子积点的。 想做什么都行, 只要你快活就好。 秦末道, 他其实也意识到这一点, 人要是只顾着玩乐, 的确容易废了。 他倒是能给自己找很多事情做, 但是这些女人就不一样了。 想了想, 他说道, 你就没打算叫他们一起。 他们看到了想加入, 自然会说, 我若是求着他们, 他们才没有恒心呢。 萧玉柔道, 而且, 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玉树, 他就想开一个全京城最大的麻将馆。 丽真就想开一个刺绣馆。 师妹想修建三清殿, 然后隐居。 小高就别说了, 他只想跟在你身边。 如鱼不喜欢抛头露面。 秦末哈得一笑, 既然你们都有自己的打算, 那我就不费那个心思了。 那不行, 该费的心思, 你还是得费, 要不然, 你这个丈夫做得不合格。 萧玉柔道, 秦末捏了捏他的脸, 说话就说话, 动手动脚作甚。 萧玉柔却是小声道, 我怕再不好好伺候你, 再过两年就伺候不动了。 那时候, 我真的人老猪黄了, 你怕时都不愿意进我身。 秦末看着萧玉柔, 这才发现他满头的秀发 也多了许多银丝。 是啊, 自己都五十多了, 萧玉柔又怎么能不老呢? 虽然他看起来才四十多, 但一个人的心态 是能看出年纪的。 不会的, 因为那时候, 我身上也散发着老人味, 咱们谁也别嫌弃谁。 秦末抱着他, 道, 咱们年轻过, 疯狂过, 那就顺其自然地老去,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等这一次去东京后, 我打算亲自开一个学校。 在我来说, 教书的时候, 才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你不是最烦这种事了? 萧玉柔好笑得道, 怎么想起主动教书了? 年轻的时候还玩得动, 人老了, 就不行了, 我要是继续贪图享乐, 倒是把自己玩废了。 你别看我懒, 但是我骨子里, 还是有一颗好为人事的心的。 秦末道, 萧玉柔笑着道, 那秦老师, 你来教教我呗。 他的鱼尾纹使得他看起来很慈祥, 秦末俯着他的发, 笑着道, 我唯一可惜的, 就是没有看过十八岁的你, 若是我看过十八岁的你就好了。 二十多岁的你很美, 四十岁的你依旧很美, 五十岁你的美又不一样了。 即便是现在, 我依旧觉得你美得不可放我。 我甚至在想, 如果当初我假装不知道, 着了你的道, 现在又会是一副怎样的情景? 萧玉柔咯咯笑道, 那你八成被我压榨得一干二净。 秦末善让的事情迅速传遍了世界, 这让不少人都松了口气。 特别是那些背地里仇恨大明, 仇恨秦末的人。 比如, 西北奴残存的余孽, 又比如西域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 还有心前人。 李然高兴地对臣子道, 秦末善让, 秦常上位, 新皇帝远没有秦末厉害, 这也是咱们得机会。 心前一众臣子都纷纷点头。 李显却道, 留给咱们得时间不多了, 新皇登基, 必然会颁布自己的治国方针。 从大明皇帝的习惯来看, 每一代皇帝都有自己的治国理念, 而且这理念是秉承上一位帝王理念延续下来的。 这意味着, 新的治国方针会更加地可靠。 而新皇帝为了立威, 必然会对外动兵戈, 所以, 咱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在场的人都不由皱起了眉头, 大明威胁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目前为止, 新钱人口也才将将120万左右。 到现在, 整个国家也才刚刚摆脱饥饿, 这也多亏了大明培育出来的各种粮食种子。 还有土豆、红薯, 这些高产的作物在熬过了最难的前两年后, 今年国库的粮食总算封营了起来。 而百姓家中也有了余粮, 朝廷也缓了过来。 如果继续给他们几年时间, 新钱肯定会成为一个强国。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发。 可大明始终犹如一把刀悬在众人的头上, 随时都有落下来的可能。 眼下, 国家的战备粮食足够支持全军使用三年, 而且还是在不伤名的前提下。 理解还是挺满意这个成果的, 这两年来, 国家凝成了一股绳子, 拼了命地研发新式武器。 目前已经生产出了大炮、火枪, 虽然距离大明还有很长一段路。 但是通过贩卖武器, 我们已经摆脱了最初的困境。 目前, 全军已经全部装备了新式枪械。 不仅如此, 全国有50斤小炮2000尊, 100斤炮300尊, 500斤炮30尊。 咱们已经有了跟大明军队硬碰硬的资格。 当然, 仅限于地面遭遇战, 目前对敌方的战机还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 不过, 咱们第一大物博, 他们的战机续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如果想要连续作战, 就必须不间断地修建机场。 如果在这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那对大明是一种负担。 所以, 最终还是会陆战为主。 李然把这些日子众人的分析说了出来, 所有人都听得很认真。 不夸张地说, 接下来每一战都是国运之战。 赢了, 他们还有机会, 若输了, 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屠杀。 这一场会议持续了足足两个时辰, 众人才散去。 李显也说得口干舌燥, 刚要走, 便被李然给叫住了, 向国, 且慢。 李显站住脚, 陛下还有吩咐, 这些日子向国辛苦了, 陪朕用完晚膳再走吧。 李然道, 然后陪朕散散步。 李显点点头, 随即陪李然用了晚膳, 然后二人再不怎么大的王宫散步。 走至城墙之上, 看着国都来往的行人, 在夕阳下行色匆匆。 李然道, 如果能一直这样就好了, 若是再给我们三五年时间, 或许又不一样了。 李显则道, 陛下不必抱有幻想, 大明是不可能纵容我们做大的, 时至今日, 我们已经控制了罗斯全境, 这对大明而言是不能容忍的。 握他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李然眼中闪过一丝尴尬, 不知道从何时起, 李显对自己的态度就有了明显的变化。 虽然在外人面前, 他还是挺给自己面子的, 可私底下的时候, 李显与自己对话, 很随意。 甚至有些时候, 他都觉得自己不是皇帝, 而是对方的臣子。 可李显掌握大权, 他不止一次试探过李显, 可得到的答复都让他很是焦虑。 这不禁让李然怀疑, 自己这表书兼相国, 有其他的想法。 早两年, 李然还觉得李显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好, 掌握大权, 也是害怕自己滥用自己的权利。 可现在, 他已经成年了, 当了两三年的皇帝, 也让李然成长了起来。 越是成长, 他就越是知道大明有多厉害。 所以, 他内心还是更加期盼向大明低头的。 别的不说, 只要能够保留他的王位, 并入大明, 那样大家还有着高度的自主权。 而且, 大家也不用再提醒吊胆地过日子。 就算日后真的要反大明, 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 而且, 一旦大明放下了防备之心, 那么他们就有时间来获得各式各样的武器。 只是上一次的试探, 让李然明白, 自己这位叔叔根本就没有低头的想法, 他是抱着跟大明于死网破的理念的。 朕当然明白, 而且, 朕也从来没抱有幻想过。 李然笑了起来, 不想让李显觉察到自己的想法, 只不过, 项国, 朕已经集惯了, 是不是可以真正临朝了? 这是他第二次试探李显, 说实话, 他内心无比地紧张。 李显扭头看着李然, 突然笑了起来, 陛下觉得, 威臣把持大权, 是一种威胁吗? 不是吗? 李然心里突然堵得慌, 若是李显手中没有大权, 可敢这么跟自己说话? 不, 朕没有这个意思, 朕只是想替项国分担一下压力, 朕也知道, 这两年, 项国为了这个国家担惊虑, 正想敬一敬这个皇帝的职责, 而不是天天看着项国劳心劳力, 李然大脑飞速转动着, 为陛下分忧, 为国家努力, 视为臣子的本分, 陛下不必心疼威臣。 李显道, 只是现在, 国家正处在威险之中, 等到危机解除之后, 威臣必然解假归田, 还权于陛下。 请陛下不必担忧, 威臣没有其他的念头, 只是希望咱们这个国家, 能够长长久久。 李然心里都骂开了, 李显第二次拒绝归还权力, 显然是没有将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而且, 李然还注意到, 不远处的侍卫手都摁在了刀柄上。 看向自己的眼神, 也带着一丝莫名的意味。 这让他遍体生寒。 他突然意识到, 李显压根就没有归还权力的意思。 而且, 李显想杀他。 现在之所以不杀他, 是因为自己还有用。 自己这位叔叔已经变了, 因为在他内心, 自己迟早是一个死人, 那么对一个死人, 自然不必再抱有太多的尊重。 所以, 他只是保持着表面上的尊重, 私底下无人的时候, 他甚至连装都不装了。 他的脚有些发软, 背后开始发汗, 这一刻, 内心慌张到了极点。 哼, 朕自然没有其他的意思, 既然相国这么说, 那朕就明白了。 说着, 李然急忙道, 不过相国还是得保重身体才是, 千万不要累垮了身体。 多谢陛下关系。 李显拱了拱手, 又看了看时间, 天色不早了, 再有一会儿, 宫内该啰嗦了, 微臣这就告辞了。 相国, 朕送你。 李然笑着道。 陛下留步, 臣自己走。 李显笑了笑, 随即转身便走。 李然则冲着李显的背影道, 相国慢走。 李然就一直站在城墙之上, 目送李显, 等李显离开后, 李然突然脚一软, 然后扶着城朵, 慢慢地下了城墙。 陛下, 您怎么了? 太监急忙过来搀扶李然。 快, 朕有些冷, 快搀扶朕回宫。 李然道。 很快, 李然回到了宫中, 即便身上裹了几层褥子, 他依旧觉得冷。 哪种冷不是身体上的冷, 而是从内心散发出来的凉意? 他意识到, 李显要对自己动手了, 或许就在这些日子。 他不能坐以待毙。 好在这些日子, 他也不是全然没有做准备。 他很清楚, 这皇宫之内有很多李显的人。 但是没关系, 只要李显死了, 那么, 这权力就会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上。 他才不想跟大明死磕到底。 都是为了荣华富贵, 又何必做蠢事呢? 就他们在发展, 大明没有在发展吗? 别说三五年, 就算是三五十年, 他们也绝对不可能是大明的对手。 这种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以卵击石, 那不是找死吗? 在褥子里发了好一会儿抖之后, 李显秘密将自己的心腹叫了过来, 向国要叛乱, 得尽快把他给除了。 那心腹道, 陛下放心, 有微臣在,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您一根汗毛。 我问你, 大明那边到底是怎么回复的? 你必须给朕说实话。 李然盯着那人。 那心腹从怀中取出了一封密信, 这是乾州那边回的信, 请陛下过目。 李然接过信, 认真地看了起来, 信中的内容不长, 但是有几个关键点。 只要心钱投降, 那么戒时将会把心钱纳入九州之地, 最多可以让李然做郡王。 因为在李然之上还有乾王, 是不可能让李然跟李兆平起平坐的。 这一点, 李然也能理解。 李兆是谁? 太祖皇帝嫡孙, 母亲是大明嫡长公主, 身份贵不可言。 除此之外, 李然将获得豁免权, 日后将会把罗斯都城 画给李然当封地。 除此之外, 整个罗斯国其他地方, 李然都不可以插手。 李然看完了信, 觉得这信上的条件还是可以的。 虽然有点没骨气, 但是最起码能够让大多数人活下来, 自己还能够当一个郡王。 拥有一个二十多万人的封地, 他的子子孙孙 完全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开枝散叶, 享受荣华富贵。 而反之, 若是富于顽抗, 见彻底诛杀众人, 不留一个。 他完全相信大明能做出这件事。 陛下, 您放心, 微臣绝对不会在这种大事上欺骗陛下的。 那星父道, 有了这一封信, 李然心里也有了底气, 朕明白了, 咱们得想办法杀了李显, 夺过他手里的权力。 要不然, 真的跟大明硬碰硬, 说的只会是咱们。 他想要在西域撒拨瘟疫, 真的成了, 那瘟疫同样会落在自己头上。 大明有很多昂贵的药, 可以救他们的百姓, 而我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 这种疯狂的手段, 只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 随即, 他跟星父商量了足足半个时辰, 主要是害怕商量太久, 被宫内的奸细给发现。 等星父离开后, 李然松了口气, 只不过, 他现在也不敢让切实事情, 这一刻, 他觉得宫内没有安全的地方。 而与此同时, 李显家中, 一个黑衣人过来禀告道, 相国已经做过试验了, 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办法, 已知的那些传染病, 都需要通过人来传播, 而且传播的速度很忙, 无法短时间内造成大范围的杀伤力。 就算是天花, 现在整个大明人也都中过牛豆, 所以天花已经无法再进行传播了。 李显额头青筋抱起, 都这么久了, 为何还没有突破? 那黑衣人急忙跪在地上, 苦笑着道, 因为咱们缺少仪器设备, 医学这一块, 最顶尖的专业人员都在大明, 而且大半都是勤族人。 这一块, 就算是前周都没有太多顶尖的人才。 而且相关的研究设备, 大明严防死守, 根本没有渠道购买。 没有渠道, 就研究不了, 提取不了, 也保存不了。 也就无法形成传播, 就目前大明发布已知的传染病中, 有些已经被攻克了, 比如瘧疾, 也有特效药可以治疗。 而那些致命的病毒, 也不是短时间就能传开的, 就算传开了, 传播的途径也没有天花传播的快。 那黑衣人拿出了大明医疗部颁发的一点, 里面收入了最新的病毒和仿制方法。 李显深吸口气, 拿过了一点, 道, 你知道, 如果在研究不出合适的武器, 咱们得下场是什么吗? 黑衣人头皮一紧, 属下知道。 下去吧, 再给你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内我要结果。 李显摆了摆手, 黑衣人离开。 他揉了揉太阳穴, 这件事似乎比自己想得更难。 秦末二十年前能做到的事情, 二十年后的他们却根本无从下手, 可见秦末是何等的天才。 而且, 秦末手里必然还拿捏着那种武器。 他内心对秦末的恐惧更甚, 要是秦末将这种武器投在螺丝境内, 那么他们有能力抵抗吗? 一日, 李显来到了宫内, 作为权力高度集中的相国, 下面的官员, 九层的奏折都会摆在他的案头上。 剩下的那一层奏折, 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那些则是会被送给皇帝。 再有三日, 便是皇帝集贯成人的日子。 看到奏折上的提议, 李显不由叹了口气, 真快, 一眨眼的功夫, 来这里都好几年了, 似乎自己还在拢用。 皇帝集贯成人, 意味着自己即将归还手里的权证。 李显想了想, 来到了太极宫。 新前的太极宫, 可能只有前周太极宫的二十分之一。 面积小而窄。 主要是新前太穷了, 根本无力承担建设如此巨大奢秘的工程。 陛下, 相国求见。 李然这会儿正在观看奏折, 闻言, 放下手中的东西, 宣。 不多时, 李显入内, 臣参见陛下。 李然笑了笑, 相国, 有事吗? 快来人, 给相国赐座。 李显坦然地坐在椅子上, 说道, 再有几日便是陛下籍贯的日子, 臣想问一问陛下的意思。 李然心提到了嗓子眼。 早两年, 李显曾经说过, 等自己籍贯后就还证。 而前些日子, 在城墙之上, 李显又变了, 说是要等度过眼前的难关, 才会还证。 说白了, 他就是不愿意归还全力。 他还记得那一天自己在床上吓得瑟瑟发抖的场景。 想到这里, 他笑着道, 眼下国家财政才刚刚好一点, 还是不要大张旗鼓了。 就自家人随便吃一顿饭就行了, 能省则省。 李显听到这话, 眯起了眼睛, 这怎么行, 咱们大前虽然不富裕, 却也没有到那种程度。 陛下贵为一国之君, 籍贯这样的大事, 自然是要广而告知的。 李然急忙从龙椅上起身, 走到了李显的面前, 相国相比国家的安稳, 百姓的生活正籍贯又算什么呢? 国库内粮食够了, 但是行军大战可不是只靠粮食就有用的。 没有足够的赏赐, 将士们如何拼命为国征战呢? 现在, 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朕岂能不带头? 所以相国, 等朕生日那一天, 就进宫来吃顿便饭。 李显又劝道, 既然陛下体恤百姓, 那就不要大半, 小半还是要的。 李然却是不住地摇头, 不要不要, 寻常百姓也不见他们举办成人礼, 如此就算了, 还是一切从简就吃一顿便饭就行了。 相国, 朕已经没有长辈了, 唯一的长辈就是你。 唯一能依仗的也是你。 在朕看来, 极观宴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大家都安好。 没必要铺斩浪费。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过两日, 相国来陪朕吃饭。 最近皇后新学了几道菜, 正好让相国尝尝。 说起这件事, 李然也觉得苦涩, 心前实在是太穷了, 穷到皇后还要亲自做饭。 再加上权力都在李显的手里, 李然也不敢贸贸然吃御厨做的菜。 生怕被毒死了都没人知道。 所以, 他一直都让妻子给自己做一日三餐。 李显叹了口气, 做出一副颇为无奈的样子, 既然如此, 那也应该通报全国才是。 李然眼珠一转, 道, 还是不要了, 这种紧要关头, 还是不要在这种小事上分心。 眼看明三代上位了, 大明的报纸已经开始造势, 要不了多久, 这一场战争是不能避免了。 特殊时期, 特殊对待吗? 李显对李然的态度很满意, 看来前几天那一番对话, 他停进去了, 这样也好。 自己也不愿意, 在这个紧要关头去生事端。 一旦国内不稳, 那么接下来对大明的战斗, 失利的可能性会更大。 就让李然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傀儡。 若是他听话, 这天下自然还是他的, 若是他不听话, 等熬过了这一关, 那还是让自己来做这个皇帝吧。 虽然他威望很高, 但是还需要更高的威望, 比如带领众人打赢大明。 唯有如此, 才能够奠定他的地位。 日后就算自己上去了, 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 反而会觉得实至名归。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威臣尊重陛下的意见。 李显笑着起身, 威臣还有公务要处理, 就不打扰陛下了。 李然还热情地邀请李显吃饭, 可李显以公务繁忙拒绝了。 为此, 李然还特地送李显到门口, 等李显从视线消失, 李然松了口气, 他知道,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籍贯之日, 就是自己夺权之时。 一旦失败, 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他回到位置上, 收拾一下心情, 维持好自己情政的形象。 眨眼功夫, 就到了李然籍贯这一日。 天不亮, 李然就去太庙祭拜。 他跪在那里, 看着父亲兄长的临位, 心中颇为无奈。 如果父亲没有迷失自己, 现在也根本轮不到李显在这里成兄吧。 或许大哥还是太子, 自己也不用去面对这些。 当皇帝, 从来就不是他的本意。 母亲, 今日是孩儿最后的机会了, 而也不知道能否成功, 若是失败, 而将身败名裂。 请母亲在天之灵保佑。 李然朝着母亲的临位, 刻了三个响头, 随即转身离开。 而一大早, 也没有臣子进宫给自己祝贺。 李然心知肚明, 这些人已经成了李显的走狗, 是万万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给自己祝贺的。 一旦有人进宫, 则意味着自己籍贯的事情会彻底传开。 那将会把李显推到风口浪尖。 李然在太极宫设了家宴, 她看向妻子, 猜做得怎么样了。 妻子则是有些抱怨的道, 这可是大日子, 为什么你不举行圣宴? 那些人也不来祝贺你,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李然并没有告诉妻子自己想做什么, 有句话她很认可, 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算是神灵都不要告知。 而妻子并不是那种藏得住室的人, 若是提前告诉她, 今日这家宴必然会败露。 李显是什么人? 一旦被她觉察出了端倪, 自己必然会功亏一篑。 想到这里, 她说道, 现在国家危难, 就不要拘泥小节了, 能省一点是一点。 妻子却不满得道, 你是皇帝啊, 就算现在国家危难, 也不至于连一道圣旨都不乏, 那些朝廷命官们究竟是安得什么心? 竟连你这个皇帝的生辰都不放在眼里, 他们心里还有你这个君主吗? 一个个都在做什么? 在他们眼里, 百姓重要, 天下重要, 自己的君主就不重要了吗? 李然苦笑一声, 极力安抚着妻子, 好了, 少说两句, 今天是朕的生辰, 是高兴的日子, 不要为了这些不高兴的事情烦恼。 吃好喝好, 便足够了。 陛下, 臣妾只是为您委屈, 皇后说道, 李然摆了摆手, 现在是国家危难, 是百姓贫穷, 等咱们度过了这一关, 国家强盛起来了, 现在缺的, 以后自然就补回来了。 而这时候, 李显来了, 进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待。 他急忙向李然二人行礼, 可皇后却眼睛不是眼睛, 鼻子不是鼻子。 相国, 陛下生辰, 你居然徒手进来了, 这大喜的日子, 你甚至都不恭贺, 也不让臣子来朝拜, 你究竟是什么心思? 皇后压制不住内心的火气, 冲着李显发难, 陛下让你来吃饭, 你怎么好意思来? 若我是你, 我早就羞愧得难以自己了。 李然一惊, 急忙道, 不可这么对相国说话, 是我要求相国, 不许他带任何东西, 也不允许下任何圣旨的, 你怎么能将责任归咎到相国身上呢? 可李显不仅没生气, 反而一脸惭愧地道, 陛下, 皇后娘娘说得对, 是微臣没做好, 微臣子不能照顾好陛下, 这已经是失职了。 李然急忙道, 相国, 起来, 他女人家家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不知道, 难道你我还不知道吗? 说着, 他急忙让李然坐下, 今日就是简单的家宴而已, 不用太拘束, 现在大家压力都很大, 正很清楚, 谁都过得不快活。 今日, 大家就卸下重担, 想点高兴的事情。 李显暗暗观察李然, 其实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跟他通风报信, 李然跟皇后的对话, 他都一清二楚。 若是皇后对自己恭敬, 他反而会害怕, 会紧张。 可现在看, 似乎是自己太谨慎了。 李然这个人, 从小就性子懦弱, 若不是自己帮他, 根本没有可能坐这个位置。 这几年来, 也是唯唯懦懦的, 从来不敢跟自己意见相左。 李显叹了口气, 多谢陛下。 李然拉着李显的手坐下, 然后亲自给他倒了一杯酒, 然后给自己买上。 来, 表叔, 我敬你一杯, 今天没有皇帝和相国, 咱们一家人关着门喝酒吃饭。 说着, 李然一口将杯中酒水饮尽。 见李然喝酒, 李显也松了一口气, 随即举杯道, 微臣不敢, 礼不可费。 说着, 也一口将酒水饮尽。 李然也没有多说什么, 可一旁的皇后, 却是没心情跟李显喝酒, 找了个借口, 就下桌, 去找孩子了。 李显表情也没什么变化, 皇后出生并不好, 目光短浅, 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 表叔, 这几年过得着实不容易, 每天都担惊受怕的, 生怕自己做不好这个皇帝。 生怕自己不能继承父亲的遗志, 害怕自己不能光复大前。 不怕你笑话, 我很久没有睡个安稳觉了。 李然苦笑着说道, 他尽量在李显面前表现出一副懦弱的样子。 而李显还真的信了, 陛下不必担忧, 车到山前必有路, 传到桥头自然直, 不必透支明日的烦恼。 相国说的是, 只不过, 朕并没有相国那般沉得住气。 李然颇为懊恼地道, 有些时候, 朕真的特别想出宫去透透气。 李显却道, 陛下, 现在外面并不太平, 大名的戏作在国内流窜, 千万不可轻易出去。 李然点点头, 朕就是这么随口一说, 相国不必紧张。 说着, 他招呼李显吃菜。 而李显吃食不动筷子, 其实就是想让李然先吃, 等李然把所有的菜都吃了一遍后, 他这才拿起筷子。 不过他来的时候, 也已经吃了一些解毒的药。 虽然他并不认为李然有这个胆子跟本事,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懦夫若是爆发出来, 也是能伤人的。 李显不会阴沟翻船。 皇后娘娘的厨艺是越来越好了。 李显笑着道, 以前隔三差五的, 李然就让人给李显送菜, 所以李显对皇后的厨艺还是挺满意的。 最开始的时候, 李然格外地器重她, 已重她, 但是后面随着李然年岁渐长, 李显也不敢再随便吃她送来的东西。 相国喜欢就多吃一些。 说着, 李然给李显加菜, 随即又喝了一杯酒, 不多时, 一滩酒水, 李然就喝了大半, 这桌子上的饭菜也大多进了她的肚子。 李显这一次一律进去, 如果饭菜和酒水里没有下毒, 那么其他的危险不足一提。 这宫内都是自己的人和眼线, 李然想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做小动作, 不可能的。 相国, 你怀念在大钱的时候吗? 李然醉熏熏地说道, 李显一愣, 他怀念吗? 自然是怀念的。 罗斯再好, 也没有自己的故土好。 而且, 这里冬天太过寒冷了, 土地很广袤嘛, 但是适合生活的地方, 也就那么多。 陛下, 再过些年, 等咱们强大了, 一定能够重新杀回去, 夺回故土, 让大钱的旗帜, 重新屹立在世界之殿。 不瞒你说, 我害怕, 我紧张, 面对大明, 我很焦虑, 有些时候, 我想投降。 李然说道, 李显听后嗤之以鼻, 他知道皇帝醉了,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但他越是如此, 李显就越是放心。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 没有丝毫成福。 面对强敌, 害怕和紧张, 是人的本能, 陛下不必过度忧虑。 李显道, 借用擒贼的一句话, 面对敌人, 要敢于亮剑, 若是连亮剑的本事都没有, 那早些年的时候, 就不应该离开龙幼。 李然醉醺醺的道, 话虽如此, 可我还是希望自己, 没有离开过龙幼, 名作太平犬, 不作乱世人。 李显笑了笑, 似乎有些嗤之以鼻, 对李然这幼稚的想法, 觉得可笑。 有些事情做了, 后悔有用。 与其自怨自艾, 在哪里后悔, 倒不如认真地将这条路走到底, 陛下,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要对自己有信心。 说着, 他一口将杯中的酒水引进。 李然似乎喝醉了, 趴在桌子上, 看起来有些晕乎乎的, 随即便趴在桌子上睡了起来。 李显自顾自地吃着, 丝毫不在意, 李然睡着了。 等吃饱后, 他才不紧不慢地擦拭嘴巴, 走到李然的身边, 轻轻喊道, 陛下,陛下。 正当李显准备伸手触摸李然的时候, 他心中突然莫名慌乱起来, 紧跟着他快速后退。 就在这时候, 他的后心猛地一痛, 那剧痛瞬间让他无力地跪在地上。 他低头看着透体, 而出的箭矢, 满眼地不敢相信, 这箭矢从哪里来的? 究竟是从哪个方向射出来的? 他不清楚。 但是这一刻, 他明白了, 李然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在麻痹自己, 为的就是让他放松警惕。 可他已经很小心了, 来的时候, 不仅吃了解毒的东西, 甚至还在衣服里面加了一件护甲, 这护甲足够抵挡子弹, 但是这箭矢粗, 锋壮、锋利, 射箭的人显然是埋伏在暗处好久了, 而且距离他不会太近。 近距离之下, 箭矢的威力甚至还要超过他们制作的枪械。 心脏被射穿的剧痛让他感觉到生命在快速地流逝。 不知道什么时候, 趴在那里的李然已经抬起了头, 面上的坨红早就退去, 他坐在那里, 看向李显有些不忍。 B,陛下, 喂,为何, 为何要杀尘? 李显用尽全身的力气问道。 李然叹了口气,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相国了, 朕还记得早些时候跟你通过气, 当时的你, 可是说会支持朕的。 但是现在, 你却与朕的意见相左。 朕后面才知道, 你在麻痹镇, 为的就是让朕乖乖听话, 夺走朕手中所有的权利。 因为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想要跟大明开战的, 所以, 你抓住了机会。 因为朕的父亲曾经囚禁过你, 你心中愤恨。 还记得前几天, 朕在城墙上问过你, 你说的话, 让朕害怕了一夜都不敢合眼啊。 大丈夫, 岂能将权利让给别人? 相国呀, 你说, 等朕习惯了, 就将权利还给朕, 可你没有。 朕不杀你, 接下来死的就是朕了。 就算你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你下面那些拥护你的人, 也会替你把这件事办好的。 朕虽然没有太大的勇气, 却读书不守, 这种事情历史上发生太多太多了。 你说, 朕为什么要杀你? 他起身, 走到了李显的身边, 整个人情绪有些激动, 或者说是害怕, 想过, 咱们一起, 活着不好吗? 非要弄个你死我活吗? 你想杀朕啊, 朕想活着, 想活着, 朕没错, 你懂吗? 李显眼前已经开始发黑,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栽在了一个懦夫手里, 明明来宫内的时候, 他就提醒过自己, 一定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人。 可他没想到, 自己还是栽了。 他不想死, 真的不想死, 陛下, 救我, 救救我, 陈, 真的没有谋反的想法。 不, 你有, 就算你真的没有, 现在你也有啊。 李然说道, 不过朕考虑到, 你毕竟为这个国家, 担惊结律这么久, 不能让你死得这么憋屈。 到时候, 朕会说, 有人来暗杀朕, 你替朕挡了致命的遗箭, 等你死了, 朕就会封你为王, 你的家人朕也会善待。 不仅如此, 朕还会娶你的女儿, 这样, 就能打消其他人的顾虑了。 你手里的权力, 正会一点一点收回来的。 李显趴在地上, 他眼前已经彻底黑了, 但是听力还在。 李然的话, 让他觉得自己可笑。 回想自己这一生, 先是被李安祥给说动, 然后不辞辛苦, 来到了罗斯国。 他们为了什么? 就为了给大明, 打下一块巨大的国土吗? 大明是罗斯国人的救世主, 而他们则是一个卑劣的侵略者。 他特别想笑, 但是他已经笑不出声了。 最终, 他死不瞑目地趴在地上, 任何声音都听不见了。 李然见李显彻底断气, 也是喘着粗气, 随即抬头看向穹顶, 那阴暗之处, 有一个黑衣人手里端着一把重骨。 不到15米的距离, 就算李显穿着防弹衣, 也会被狙杀。 实际上, 他压根就没有在饭菜里下毒, 因为饭菜里下毒, 再怎么小心, 也会露出端倪。 李显显然不知道, 自己的人就在房顶上。 他打了个手势, 那黑衣人随即从房顶消失。 随即, 他将李显的血涂抹在自己的身上。 血还温热, 李然有些恶心, 但是他必须要这么做。 等一切做好后, 他开始大喊大叫, 有刺客呀, 有刺客, 护驾。 声音一喊, 外面顿时冲进来许多侍卫。 当他们看到, 倒在血泊之中的李然, 一个个都惊慌失措, 陛下。 陛下, 您没事吧? 李然惊慌失措地推开了压在身上的李显, 方才有此刻放案件, 想要刺杀阵, 但是项国为了救阵, 替阵挡了一箭, 快, 快去找御医过来, 救治项国。 还有, 封锁宫内, 不要放跑刺客。 这刺客肯定是大明的, 他们想杀了阵, 不要放跑他们。 很快, 皇宫封锁了。 李然的人, 开始大肆捕杀李显的人。 这些人都被归咎到了刺客同党。 而李然已经洗漱之后, 换上了一身新的龙袍, 甚至洗漱的时候, 他还灵性了皇后。 悬在他脑袋上的刀终于没了, 现在他总算可以安心地睡个安稳觉了。 宫内的封锁解除, 那些装聋作哑的臣子也开始入宫了。 这一刻, 他们看到了龙椅上, 那个满脸悲伤的皇帝也全都反应过来。 什么刺客, 纯粹是子虚乌有。 皇帝籍贯之日, 无人进宫, 除了项国。 真相难道不明显吗? 但是谁敢说呢? 现在李显已经死了, 他们群龙无首, 宫内的侍卫守在那里, 谁敢说个不, 谁都别想走出皇宫。 李然红着眼睛道, 这一次, 朕能活着, 多亏了项国, 关键时候, 是项国舍身忘死, 替朕挡下了这一件, 所以朕打算以国葬, 后葬项国。 封项国为忠永王, 而等可有意见。 众人都纷纷摇头, 口称陛下圣明。 项国死前曾说, 朕已经籍贯, 长大成人, 这权力就归还朕, 希望朕能够好好带领天下臣明走出困境。 朕必然不会辜负项国的期待, 带领全国臣明走出阴霾。 说到这里, 李然悲痛大哭起来。 在场的人无不遍体声寒, 他们很难将眼前这个痛哭的人, 跟昔日那个躲在李显身旁, 问东问西, 懦弱的皇帝对上号。 他能够隐藏这么久, 很显然, 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很快, 李然就稳定了大局, 这一次, 他不仅收拢了权力, 还顺势除掉了李显, 以及李显身边的人。 追封李显之后, 李然还将李显的两个女儿 收入后宫。 真相就是李然想告诉众人的,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 真相是什么。 可李显的死, 还是让罗斯国上下震动起来。 毕竟, 那可是权倾朝野的相国。 不仅如此, 李显之前拟定的计划, 也被迫中断。 负责人不得不找到了李然, 陛下, 这就是相国的计划。 李然看着眼前之人, 那你们弄出这种武器了吗? 暂时没有。 那人尴尬地道, 据阵所知, 大明一直有这种武器, 只是一直都封存着。 而且, 大明律法中写了, 不允许使用这种武器。 但是不允许使用, 并不代表对方不使用, 要是有人使用了相同的武器, 他们一定会反击。 你觉得, 咱们有能力吗? 咱们无论是技术上, 还是医疗上, 都远远落后大明。 还是说, 你要把这些武器, 投到中原? 现在大明实行两精制, 除非能够一次性让大明皇族 全部染上不治之症, 否则, 这种蠢办法根本就无法实行。 而且, 如果你多看一点医学书的话, 你就应该明白, 这些病毒根本就不是随便能提取的。 而且, 它们存活都有时间。 想要大面积传播, 更是难上加难。 这个计划暂停吧。 那负责人显得有些不情愿, 可是现在已经投下去太多人力物力的, 就这么停手。 郑说了, 停止。 李然眼中闪过一丝杀机, 你是要违抗郑的意思吗? 微臣没有这个意思。 郑告诉你, 虽然郑特别想弄死秦末, 但是心前出自中原, 咱们则那么打都行, 但是不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对异族的敌人, 郑没有意见, 但是不能对他们用, 明白了吗? 秦末尚且都承认大明出自中原。 难道我们现在就不认钱周那些人了吗? 你就要用这种无人道的手段 去无差别地杀害他们? 那是疯子? 哦, 那不是疯子, 那是没有人性的畜生才会做出的事情。 一边说着, 外面进来了一群侍卫, 将这个负责人抓了起来。 陛下, 您做什么? 微臣一心一意地为这个国家, 微臣没罪啊。 这人被拖到了外面, 随即就没了生意。 李然叹了口气, 心前的一切都是在大明的授意下发生的。 父亲口中的那一条线, 其实也是。 正如自己猜测的那样, 大明只是需要他们去征服罗斯国, 然后他们才可以更好地接收这一片土地。 那种无力的感觉, 真的很让人崩溃。 甚至, 他现在突然有些明白, 为何父亲会突然变了。 或许, 父亲就是觉察到了, 才会用这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 他们不顾一切地来到了罗斯, 打下了一片不输给中原广袤的国土。 可现在有人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一场局, 都是在别人的控制下发生的。 甚至他们某个阶段将要经历的某些事情, 其实都是人为的。 理显在西域的那些手段, 大明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而大明似乎在忍受着, 或许他们需要一个正当的借口, 来彻底将西域收入囊中。 想到这里, 李然身子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恐惧在他的心底蔓延。 是了, 大明想要的或许不只是罗斯, 而是罗斯和西域。 那样, 大明就真正意义上地得到了这个世界, 成为了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或许以后, 整个世界都不会再有战争了。 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所以从一开始, 这就是一场游戏, 一场在大明人眼皮子底下完成的游戏吗? 李显很无奈。 或许这些人不怕死, 但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那就是愚蠢了。 只不过, 接下来, 他在想, 该怎么说服那些人呢? 是全部杀了, 还是? 怀柔一些呢? 那些人还是挺固执的, 说不得还有一番麻烦呢。 而此时, 秦末带着一种妻妾刚在高州落地。 时隔几年再次回来, 秦末说不出的亲切。 岭南就像是他的第二故乡。 只不过这一次, 他得先去东京待一段时间, 稳定一下局面, 然后再来岭南享受生活。 恰好这时, 秦末处的人送来了秦末。 秦末撇了撇嘴, 但落地就要工作, 看来九州这边的公务, 比我想象中还要多。 前州的情况, 其实挺复杂的。 大明的两金制度呢, 其实也是要主政的皇帝为主。 比如秦末登基后, 不可能一下子就废除老秦的策略吧。 所以这十一二年来, 老秦在前州依旧贯彻自己的策略, 然后慢慢地将秦末的策略套用过来, 因为过程拉得长, 所以就算被替代了, 百姓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是。 而现在, 依旧是以秦末的策略为主。 但是天心提出了一主良辅之后, 西津那边就已经开始以天心的策略为主了。 秦末的策略虽然还是主要策略, 但是会在接下来慢慢地被替代。 但是定下的主要大方向, 短时间内是不会替换的。 比如, 百年大计在完成之前, 是不可能替换的。 这样一来, 太上皇来到了乾州这边, 依旧可以无障碍的施政, 也不会影响国策, 更不会动摇当代皇帝的权威。 这是一个温和的过渡过程, 所以秦末还是比较满意这个制度的。 看完了手中的集报, 秦末问道, 发给西津那边了吗? 已经发了。 情报处的人急忙回复。 秦末点点头, 情报中说, 新前皇帝遭遇刺客袭杀, 向国李显替皇帝挡了一件, 死了。 但这只是对外公开, 实际上是李然夺权, 杀了李显。 很好, 李显一死, 那么对方那个崩溃西域的计划, 就彻底毁了。 不过, 西域那边的确有很多不怕死的东西。 这种大事, 他要等天心那边给意见, 不是他不能做主, 主次要搞清楚。 要不然, 他还善让做什么? 现在的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地位比相国高, 权力却要比丞相小一点。 这样, 大家相处起来都舒服。 想了一会儿, 秦末道, 让情报处再给皇帝发一份情报, 让他来做定夺, 东京这边配合他行动。 是, 太上皇。 处理完紧急公务, 秦末便接见了高州本地的官员, 第二件事, 就是去祭拜英列阁三千学生。 这些人, 可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心学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得人心, 便是因为这些人。 英列阁, 是高州最热闹的地方。 以英列阁为中心, 四周形成了一个城隍集市, 那些人都争先恐后地跟秦末打招呼。 秦末则是笑着跟他们打招呼。 在高州留了一夜后, 秦末一路北上来到了苍吾郡。 他并没有隐匿自己的行踪。 这一日, 来到苍吾后, 苍吾更是万人空向, 因为这些人全都来迎接秦末了。 秦末走在街头上, 看着比十几年前更加繁荣的苍吾, 而昔日那一条街还大致保留了原来的样子。 秦末驻足朝着那条街走去。 他走到一家店门口, 翠饼店的张老板可在。 话音刚落,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快步从吹饼店走出来, 看到秦末也是激动得不行, 陛下, 您又回来看我们了。 秦末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老者, 拉住了他的手, 之前途径苍吾, 都是悄悄的。 难得这一次大摇大摆地回来, 我想着一口想了很久了, 今天说什么也得吃饱来。 张老板道, 您放心, 小店还是原来那个味道,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我这就给您拿饼。 很快, 那张老板拿了饼过来, 递给了秦末。 秦末身后的人却为难道, 陛下, 按照规矩。 这些都是朕的老朋友, 难道他们会害朕? 秦末拿过饼, 毫不在意地, 随即从怀里掏出钱, 老张, 收下。 老张却道, 陛下,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咱们这条街的老板, 哪一个不盼着您重回仓屋看看? 这么些年了, 这里的招牌可没有一个换过, 您喜欢吃的东西, 谁也不敢挪走啊, 就怕哪一天, 您回来了, 尝不到这一口了。 秦末是皇帝, 想吃什么没有? 可见这里的百姓, 是真的爱秦末。 秦末也没客气,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着, 便咬了一口吹饼, 好吃好吃, 还是那个味道, 来来, 既然你不收钱, 那我就给你写个字。 老张一家激动地不行, 皇帝给自家写饼, 这是可以传家的宝贝啊。 谢陛下, 谢什么, 咱们是朋友。 秦末拍了拍他的肩膀, 温和地道, 你呀, 要好生保重身体, 我希望下一次来, 还能吃你亲手烤的饼。 朕, 也希望你能多开一些饼店, 最好开到京城去, 那样我想吃了, 随时就能尝到。 老张不住地点头, 您放心。 随即, 秦末给老张写了牌匾, 然后一路向前。 秦末能精准地叫出这一条街上, 这些老板的名字。 并且, 每一家店的老板都拿出了秦末最喜欢吃的东西味头。 对他们而言, 秦末喜欢吃胜过最好的口碑。 虽说, 这条老街十几年未曾变过, 但却是整个苍无最繁荣的地方。 这条街也有个好听的名字, 皇帝街。 这条老街的铺子, 那都是官府重点关照的。 可以说, 这些人因为秦末, 一步登天了。 从街头吃到街尾, 一个个都撑得不行。 秦末满足地拍了拍肚子, 爽快了。 苍无郡的主政官更是一脸敬佩的道, 太上皇真是爱名如子, 微臣在这里六七年了, 都比不上太上皇半点。 若是一般人, 岂敢拿自己跟皇帝比。 秦末哈的一笑, 说道, 郑与他们的十年如一日的交情, 当年郑还是岭南大都督的时候, 隔三差五来他们店里吃饭。 这里好多铺子, 当初发展很难, 还从岭南银行借了低息贷款。 所以, 郑对他们的情况很了解。 穿上官服, 是主政官, 脱掉之后, 就把自己当成普通人就行了。 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百姓自然会亲近你。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官, 了不起, 高高在上, 用官场那一套来搪塞百姓。 郑是最讨厌这一套的。 大明能有今日, 靠的就是这千千万万个百姓的支持。 你们可要知道, 大明, 没有世家门法, 没有党派之争, 是百姓做主的天下。 那官员脸色一变, 急忙到, 太上皇教训的是, 微臣定当谨记于心。 秦末收回目光, 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知道, 这种事情是在所难免的, 连皇族都要在变革中退让, 这些人难道想要停滞不前? 那不可能。 随即, 秦末来到了之前, 担任大都督时候, 住的种植园内。 这种植园还跟以前一样, 只不过重新翻修过, 不久前, 老秦曾带着秦秀英他们, 到这边来度假。 躺在特制的大床上, 众女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 到了这里, 有一种不愿意离开的感觉。 李玉树道, 是啊, 那几年在这里, 真的过得很开心。 李玉兰也说道, 这时候, 方纯做了个静声的动作, 小点声, 她睡了。 众女纷纷看向秦末, 这才发现秦末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她呀, 这是回家了, 很安心, 才会睡得这么踏实。 萧鱼柔笑着说道, 众女就这么静静地守着秦末, 陷入了回忆之中, 好似一切都没有变过。 半个月后, 秦末入东京, 动静很大。 因为大明实行的是双经制度, 此前一直是秦相如镇守东京, 而现在新老皇帝交接, 必然有一番典礼。 只不过, 秦末嫌麻烦, 让一切从简。 父子二人时隔几年再见, 并没有任何的生疏。 一众大臣看着子继父伟, 也是感慨不已。 什么叫做三皇制式, 这他娘的, 才是真真意义上的三皇制式。 李世龙在位时, 虽然也有一段时间, 重现了三皇制式, 但是那种三皇制式,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皇制式。 而大明现在的三皇制式, 才符合所有人心中所想。 一代扶持一代, 一代管一代。 互相扶持, 又互不相干。 确保当代皇帝的权威。 同时两位太上皇, 也有高度的自主权, 可以说, 这两金制的确很好。 众人朝拜之后, 秦末接过了老秦的位置, 也没多说什么, 或者说, 说那些场面话,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现在只想跟家人团聚。 中午, 秦末这一大家子, 就在一起吃饭。 秦相如跟秦秀英坐在主位上, 秦末坐在左边, 李玉兰等人, 则是坐在秦末的右边。 而另一边, 则是秦双双和他的一双儿女。 一眨眼的功夫, 李赵也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了, 眉宇之间, 不像阿四, 反倒是更像秦末这个舅舅。 爹, 从现在开始, 您可以安心退休养老了, 以后就跟我顾安心享受就行了。 秦末举起酒杯, 哎, 儿子敬你们一杯。 秦相如喜滋滋地举起酒杯, 还算你小子有点良心, 老子都七十多了, 还能享受几年。 爹, 您一定长命百岁。 秦末道, 说不定咱们大明能历经四皇制事呢? 不敢想, 秦相如笑着摇摇头, 三皇制事已经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了, 那里敢想四皇制事? 寻常人家, 四代同堂, 都算了不起了, 更别说天家了。 自古以来, 当皇帝都是个高危职业。 可秦家的大明, 却过度地尤为顺利。 一来, 是因为秦相如只有一个儿子, 二来, 也是因为秦末开明, 将一切都放在桌面上。 从大前革新, 到现在, 已经快三十年了。 三十年, 潜移默化了两代人的意识, 所以,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秦末用了这么多年, 才让大明宫廷完成了转变。 说来, 也相当的不容易了。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秦末笑了笑, 随即又敬了秦秀英一杯酒。 秦秀英也高兴得道, 你爹现在天天养生, 都不碰我了呢? 秦相如窘迫道, 我倒是想啊, 可你想象我今年多少岁了, 我不要命了? 秦双双急忙道, 爹, 娘, 这里还有孩子呢? 夫妻二人这才收敛。 秦末都见怪不怪了, 这两口子, 说话操得很, 有时候他听了都觉得吓人。 秦秀英撇嘴小声说了句,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秦相如气的脸都红了, 还还在呢, 给我个面子。 两口子也相伴了三十多年了, 半半嘴也正常, 其他人都全当没看见。 吃完了饭, 女人都凑成桌了。 老秦跟秦末则是在那里喝茶, 爹, 赵尔今年也十四岁了, 是时候让他去东兜了, 总要让他自己学会处理事务, 给他一些压力。 免得那些人觉得, 咱们舍不得放手。 秦相如也点点头, 我最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你孤不同意, 说什么也要再让赵尔在他身边待一年。 秦末叹了口气, 行吧, 他高兴就好。 西京那边没有碰到什么事情吧? 老秦问道, 有我在呢, 能碰什么事情? 不过爹, 我这次来钱州, 一路上发现了不少问题, 有不少官员做派有问题, 是时候整顿了。 我发现有很多人, 还是抱着老一套的思想。 秦末道, 连咱们秦家都要顺应天下大事, 他们却还是顽固不前。 那你打算怎么做? 秦相如问道, 九州格局已定, 那就玩一把大的, 再次发动变革。 只不过在, 这件事要让天心那边同意才是。 秦末道, 秦相如见秦末有些扭捏, 嘲笑道, 怎么, 不习惯了? 是有点, 以前我行我速惯了, 现在儿子气到老子头上去了, 能习惯吗? 不习惯也得习惯, 这是为了天下好, 也是为了咱们老秦家。 秦相如抽出一根特供的勤烟, 然后丢了一根给秦末。 秦末急忙拿出火机, 给他点燃。 秦相如深吸一口, 满足的哈气, 眯着眼睛道, 我不是发唠骚, 我只是想继续把一些不好的地方给改了。 爹, 借着三皇制式这古风, 咱们应该把那些不正的风气给扭转过来, 您觉得呢? 秦相如道, 折腾呗, 反正老子还没死。 秦末有什么动作, 秦相如是第一个支持的。 其实从秦末的策略中, 就能看出秦末是有意要整治那些官员的。 有些机敏的官员, 都是从偏僻地方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而有些人, 就不一样了。 这些从偏僻地方走上来的人, 都是秉承秦末意志的, 或者说是新时代官员的代表。 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行。 我要设立一个官学, 只针对官员, 凡官员升迁, 都必须深造才行。 现在当官, 可没有以前容易了。 现在不仅要搞好经济, 还要搞好民生, 搞好基础建设, 搞好教育。 让一个草包来当官, 只会让一地陷入死局。 我从岭南过来, 发现一个古怪的现象, 那就是岭南极致的繁华。 过了岭南后, 很多地方还是跟以前一样, 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想, 大明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达成村村通水泥路, 可主要的乡镇都是通路的。 再加上铁轨连接, 机场等等, 这些地方怎么还没发展起来呢? 秦向如有些困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心里有数就行, 我懒得听, 反正老子配合你就行了。 你好不容易回来, 别一回来就给老子上课了, 听得都烦了。 秦莫哈的一笑, 行, 那咋说说, 我姑白天说的那事儿, 爹, 您不会真的不行了吧? 秦向如期的不行, 谁说我不行了, 就是偶尔累了, 力不从心, 你到我这个年纪, 就知道了。 再说了, 我不相信, 你现在还行。 老秦哼了一声, 也遇到, 都是男人, 你经历的阶段, 我早就经历过了。 秦莫哈的一笑, 那不瞒着您, 身体机能的确要下降一些, 不过, 还有巅峰时期七八成的能力。 老秦瞪大了眼睛, 胡说八道, 我跟你这个年纪, 能有六成都不错了。 天赋一饼掰, 秦莫自信一笑, 这方面, 他从来不弱别人, 年轻的时候就强出一大截, 即便现在上年纪了, 那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秦向如见秦莫也不像开玩笑, 随即自顾自的生闷气, 我这辈子就俩女人, 一个是你娘, 一个是你姑, 你一堆女人呢, 凭什么?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岂不是还能享受快乐生活? 秦莫见老秦这样子, 也是苦笑。 你想想老爷子, 七十岁的时候, 还在生孩子呢。 不过老秦的身体, 可比老爷子好多了, 虽说年轻的时候, 受了很多伤, 但是这些年, 一直在休养, 再加上养尊处优, 身体一直挺不错的。 再加上老秦有一身武艺, 现在每天早上, 还要练上小半时辰, 也极少生病。 身体的老化是不可避免的, 健康快乐。 眨眼功夫, 便到了长乐一年, 夏。 东京已经从前些年的阴霾中, 彻底走出来。 人口再一次突破了千万, 依旧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而西京人口, 也才将将九百万人。 作为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 东京貌似只用了二十多年, 就达到了这个高度。 是取消农税, 摇曳后, 这些人才如同雨后春笋一样, 走进了京城。 东京前后经历了四次扩建, 现在即将迎来第五次扩建。 第五次扩建将往一千二百万人口发展, 而秦末觉得, 东京的人口已经暂时达到了饱和。 主要是中原人口也少, 目前还没有突破一亿人。 要彻底等中原人口起来了, 东京才会迎来第二次人口。 爆发。 而秦末也限制了东京户口。 中原有五周, 也就是说, 里应有五个超级大城。 可现在其他四城, 人口最多的也才将将三百万人, 少一点的也才一百五十万人。 所以接下来, 要把资源倾斜到其他四大城。 除去超级大城, 然后便是一级大城, 这也是百年计划中的一项。 大明有着广袤的土地, 人口却只有两亿不到。 秦末希望在未来百年内, 人口能达到十个亿。 特别是中原人口, 要占据大半。 这一日, 秦末来看第五次扩建东京的规划, 经过第一次扩建时候, 他修建的高架桥, 他露出了追忆之色。 吓到地铁站, 漆内众人形色匆匆。 内部灯火通明, 最开始的沼气灯和接入阳光的设备 也早就挪开, 换成了灯泡。 近站的火车稳稳地停在了站点, 有些时候没有停到位, 行人还得走一段路, 远达不到秦末记忆中那种程度。 但是, 地铁站一开始就挖得很大, 足够后期改造, 也不会捉襟见肘。 四十分钟左右, 秦末从内城一路来到了第五次扩建的地方。 亚通和秦庄的链接。 因为秦庄以及小秦庄, 人口已经突破了百万。 所以, 接下来链接之后, 东京的人口将稳稳突破1100万。 一直以来, 这两个地方都是独立的存在。 而秦庄不设立县衙, 则是由秦族管辖。 而现在, 秦末将这个取消, 社区, 开县衙, 秦族将不再插手秦庄的日常管理。 这也是为了进一步的消除特权。 倘若有罪人进入了秦庄, 那么那些人敢在里面办案吗? 若是有秦族人做错了事, 进到了秦庄, 那么谁能来审判他们? 秦末早就跟族人通过气, 好在秦族人自老族长开始, 规矩森严, 大家都非常认可, 只有严格律计, 才能够管理别人。 现在的秦族, 内部压力其实很大。 并没有成了皇族, 就躺在功劳部上混吃等死。 的确有碌碌无为之辈, 但是绝对不会做社会的米虫。 这是秦末的条件, 也是秦族族规上的红线。 光荣榜依旧在, 还是跟以前一样朴实无华。 秦末看着已经在修建城市的轮廓, 拿起图纸看了起来。 这一次扩建, 东京首府将拿出500万银元作为一期工程, 二期将再投500万银元。 由工部签头, 下面有大大小小20多个承包商。 主要的还是工部麾下的国企。 这一次扩建工期是两年, 雇佣工人达到了15万, 所以说,整个工程下来投入将超过2000万银元。 大明现在不缺金银, 拥有世界上最广袤的土地资源, 一切都唾手可得。 此前也曾进一步地优化货币, 但是钞票的出现并没有占据主流。 因为银元在贬值, 它也是银子。 而钞票不是, 一旦贬值, 它就是废纸一张。 秦末深吸口气, 未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要革新官场, 要优化货币, 还要建成, 这些都是大事。 至于对新钱作战, 反倒是小事了。 上个月, 西京已经通过了对新钱用兵, 秦末跟天心通了信。 据说兵工厂那边造出了威力巨大的武器, 这一次将通过改装的战机, 运送新武器, 定点轰炸, 将试验新武器的威力。 秦末也是暗暗激动, 虽说这个武器不是记忆中的那个武器, 却也是一次进步。 和平武器需要很长时间, 他其实并没有留给大明什么, 若说有那就是让大明各科都很均匀, 给了他强大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有人添砖加瓦。 那些努力的人将收获名利, 这与他们的付出是成正比的。 或许这辈子他都没希望能看到和平武器, 但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太上皇, 这一次的城市规划, 大体就是如此, 请陛下试下。 公布上书, 薛万彻说道。 薛万彻并没有去东东, 而是留在了东京, 秦末很器重他, 虽说秦末没有封他郡王, 可他也是一品国公。 不过, 这家伙早几年跟平安公主离婚了, 而且还娶了一个18岁的小姑娘, 秦末笑他老牛吃嫩草。 不过这小姑娘很贤惠, 不知道甩了平安公主多少条街。 秦末回过神来, 道, 不要畏手畏脚, 以后京城人口肯定会突破1500万, 乃至2000万, 紧紧巴巴地, 住起来肯定不舒服。 黑金历经多潮, 所以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多植树造灵, 更不能将地下给挖空了。 虽说地下的黑金很值钱, 可现在大明有更多的选择。 是, 太上皇。 薛万彻点点头, 他还是喜欢在秦末手底下办事, 什么都不用想, 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秦末也是他这辈子的贵人, 若非秦末, 说不定自己这辈子要死在平安公主的手里。 虽然后来他压服了平安公主, 但是他昔日的所作所为, 还是让薛万彻如梗在喉。 只要想起守门的日子, 他就觉得羞辱。 现在是新朝新时代, 早就不讲究那一套了。 李前早就是过去了事了, 他再也不用畏惧那些。 秦末来到了秦庄昔日的学校, 这里曾是秦末教学的地方, 而现在已经是公立学校。 昔日研究之地还在, 没什么改变。 秦末再一次来到了小院, 果树上硕果累累, 还有一段时间这里应该果香四溢。 院子里叉子烟红, 秦末进到屋子里, 给老爷子还有老六上了一炷香, 然后就坐在走廊上泡茶。 他在对面放了两杯茶, 老爷子, 父皇, 我又来看你们了, 最近有点忙, 住在这里的时间少, 你们可千万别见惯。 特别是老爷子, 近来我也没时间去写书, 写一些你爱看的东西。 你不会怪我吧? 秦末自顾自地说着, 仿佛那个慈祥的老头, 还坐在自己跟前, 那个傲娇的老六也还在。 可是一眨眼的功夫, 二人就不见了踪影。 秦末喝了茶, 又将屋子里收拾了一番, 将院子里的杂草收拾了, 浑身大汗, 随即一头扎进了不远处的池塘游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老人都不在了。 有一些躺在病床上, 有一些则是在家里安享晚年, 不问世事。 游了一圈后, 秦末支了根鱼竿, 随即对小八道, 跟宫里说一句, 今天朕就不回了, 他们要过来, 就过来。 小八点点头, 随即急忙让人回去通报。 秦末喜欢这样的日子, 不过那些女人很不愿意过来, 除了李玉兰几个人, 余下的女人都不愿意过来。 特别是萧于柔, 她说在这里, 不自在。 果然, 等到了下午, 李玉兰, 李玉树, 李立真, 小十九结伴来。 对他们而言, 这个小屋反而更有家的感觉。 见秦末在池塘旁边的大树下休憩, 四女也将带来的东西支开, 秦末这才发现, 是烧烤架, 都是秦末爱吃的。 这是打算整烧烤。 犒劳犒劳你, 我的大陛下。 李玉兰道, 说了退休, 接过来这里后, 比之前更忙碌了。 就是就是, 都没时间陪我们了。 李玉树不满得道, 以前在西京, 一个月还有那么六七日能陪着我, 现在连一半时间都没有了, 真不知道你天天忙什么, 是不是在外面养了小女人。 你可别瞎说, 我要养女人, 还要偷偷摸摸的。 秦末将她拉了过来, 拧了拧她的脸, 这么多年了, 还这么小心眼。 就小心眼怎么了? 李玉树双手插腰, 那你不也很喜欢? 你可别逼我在这里收拾你。 秦末威胁道, 李玉树昂着头, 怕什么, 这四周都是树, 百米无人, 有本事你来收拾。 小十九偷笑道, 七姐, 可别贼硬, 到时候, 我们可不帮你分担。 李玉树哼哼道, 谁怕谁, 我这几天正好憋狠了, 非要让她知道, 谁更厉害一些。 秦末坏笑一声, 指一下, 李玉树就软在了 她的怀里直哼哼, 还嘴硬不? 我才不怕你。 秦末那里跟她废话, 直接上加法。 一时间, 几女都是面红耳赤。 李玉树道, 秀秀, 说什么嘴硬, 其实就是想被收拾了, 几天不收拾, 浑身不舒坦。 别管他们, 他们俩只要凑一块,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李玉兰早就见怪不怪了, 别看李玉树泼辣, 但是爱秦末爱得要命, 那是半点不比自己少的。 从嫁给秦末开始, 除了熟人, 他压根就不搭理别的男人。 以前开玩笑说, 秦末找小姑娘, 他们去找帅哥, 李玉树才不看那些人。 满脑子想的, 都是他家的憨子哥哥。 要说秦末也不帅, 但是不知为何, 在他们眼中, 却比最帅的帅哥都要帅。 小十九咬着嘴唇道, 听得脚软, 还有心思烧烤。 李玉真怂恿道, 那你也去帮你妻姐分担一下呗, 还客气什么, 又不是第一次了。 小十九羞答答地挪到了秦末的跟前, 姐夫, 天热, 我给你扇风。 扇风? 秦末直接把他拉了过来, 过来拔你。 李玉树跟李玉真也是摇头, 他们到底不如二人年轻, 此时也不如年轻时候那么放得开了。 等秦末惩罚完事, 李玉树二人烤好的烤串都堆成小山了, 来, 正好吃烤串补补身子。 李玉真将烤串递了过去, 秦末一看, 好家伙, 都是大补之物。 这些娘们, 是有备而来啊。 大哭包跟小十九这会儿已经老实了, 躺在一旁的躺椅上, 哼哼地不想动他。 秦末则是张嘴, 李玉真叹了口气, 乖巧地坐在他身边, 喂他吃烧烤, 就你会享受。 秦末转了个身, 恰好这是一阵山风吹来, 说不出的惬意, 他满足地哈了一口气, 这才是我追求的退休生活。 一边说着, 一边又开始不老实起来。 李玉真压了一声, 姐夫, 别欺负我了。 秦末不吭声, 李玉真又道, 你还以为你是小年轻啊? 我是不是小年轻, 你不清楚? 秦末小声地道。 李玉真不说话了, 要说这一块, 他们姐妹可是吃足了秦末的苦头。 这么多年过来了, 依旧不敢在这方面跟秦末硬碰硬。 也就敢趁着开大会的时候, 嚣张一会儿。 一般落单, 或者三两人的时候, 他们都老实得很。 行了, 你们几个, 别折腾了, 快过来吃东西。 李玉兰说道, 李玉真顺势从秦末身边离开, 才不给你欺负。 秦末将手指放在鼻子下秀了秀, 秀得李玉真脸通红。 李玉兰看着秦末, 宠溺一笑, 你知道他脸皮薄, 就别欺负他了。 秦末顺势起身, 坐在了烧烤架旁边, 拿起放凉的烤串左右开弓。 不多会儿, 肉串堆成的小山便被秦末一人消灭。 秦末打了个宝阁, 这简直是神仙般的生活。 李玉兰拿出帕子, 轻轻地给秦末擦拭嘴边的残留, 然后又从一旁的箱子里拿出了酸梅汤, 解解暑气。 秦末接过酸梅汤, 说道, 这段时间要在这附近挖一个泳池, 这池塘是污泥底, 你们也不能游, 到时候就在小院外面挖起来, 这四周都是果林, 咱们怎么闹腾都行。 今年不去岭南海边吗? 李玉兰问道, 手上还有一些事情, 不做了, 总觉得不玩不尽兴。 秦末探声道, 都说皇帝是世上最痛快的人, 可实际上, 皇帝是最身不由己的人。 都退休了, 还要忙忙碌碌的, 也不知道一辈子为了个啥。 李玉兰道, 那当然是国家大事更重要了, 去不去岭南并不重要, 在东京也是一样的, 再说了, 就算要去岭南也方便, 转几次飞机, 当天就能抵达, 不知道比以前快了多少倍。 这算什么, 等飞机技术再成熟一些, 以后从西津到中原, 只需要一天一夜, 那才是真的想走就走, 不拖泥带水。 等我把手上的事情处理一下, 然后就带你们刷地图,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玩过去。 秦末道, 不着急呢? 李玉兰道, 其实他们有现在的生活, 已经很知足了, 无病无灾, 生活富足, 又能守在爱的人身边,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秦末也是个实干派, 说好要挖泳池, 一刻也不耽搁, 直接拿了锄头, 就让吉女帮忙, 确定了大致的长宽。 随即就自己忙活起来。 四女也没闲着, 几天下来都盯着烈日帮秦末。 他们知道, 并不是秦末闲的没事干, 他只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压。 而且他们也清楚, 秦末似乎是有意为之的。 老爷子, 父皇, 小院子已经好久没有添置新东西了, 我挖个泳池, 这样以后夏天就可以游泳了, 到时候再做一个回水系统, 链接院子里的温泉, 到了冬天都可以泡温泉了。 我总觉得, 里面的温泉池有些逼泽, 容不下太多人。 挖一个大点的池子, 容纳的人多一些, 大家伙凑一块, 多热闹啊。 秦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树林里的树屋都已经腐朽了, 也是, 都过去十几二十年了, 能不腐朽吗? 等挖完了池子, 我就重新修一个树屋, 还按照以前那样修建, 等孩子们过来了, 也有完的去处。 果林比之前大多了, 不过这两年天气略干, 结果不好, 但是阳光照射多, 甜得很。 就是个体不怎么大。 我每年都让人把这些果子收集下来, 一部分酿成了果酒, 一部分做成了果酱和罐头, 自家做的, 吃起来安心。 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吃。 玉兰跟玉树说, 让我弄一个品牌, 就叫老爷子果酒, 我觉得还不错。 就注册了这个品牌。 搞不好, 以后这个果酒还能传遍世界呢。 秦末笑了笑, 这片果林也就下秋丰收, 他并没有弄大棚。 所以酿的酒, 做的果酱和罐头也很有限。 可恰恰就是因为吸手, 才贵重。 他曾经赏赐了一部分给臣子, 最后也不知怎么流传出去了, 据说这样一坛酒, 能卖上百两银子。 还是名人效应, 其实果酒度数不高, 小孩喝了都不醉。 但是架不住他是秦末做的。 老爷子最初做的那些, 都封存起来了, 有上千坛, 老六也做了上千坛, 这些果酒现在都裂得很。 而且喝一坛少一坛, 秦末平日里都是自家人喝, 要么就是儿子娶妻生子, 才会赏赐一些。 他觉得, 自己该把这个传统传下去, 或许多年以后, 真的能做出一个贵族酒来。 也算是开拓一个新品牌了。 不过老爷子, 我可没种菜了, 现在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 一年四季的蔬菜都供应得过来。 不用担心, 百姓到了冬天吃不起蔬菜, 也不用担心, 他们吃不起肉, 现在百姓生活都好了。 一个个都吃得饱饱的, 百姓的脸上再也不会是菜色的了。 我呀, 算是城上启下, 得了您的好。 所以这份功劳, 也有您的一份。 秦末小声嘀咕着。 小十九弩弩嘴, 姐夫说什么呀? 李玉兰笑了笑, 他呀, 跟皇爷爷还有父皇聊天呢。 一连忙活几天, 泳池挖好了, 秦末开始做起了泥工, 把泳池修好, 然后又练进了院子里的温泉。 弄了一套活水系统, 足足忙活了小半个月才算好。 接入水, 秦末第一时间跳进泳池里, 痛痛快快地游了起来。 笑语柔他们也过来了, 秦末都小半月没回宫了, 一个个都想得慌。 而且, 秦末也打算在小院两边 再扩建几个房子, 都是木屋结构。 这样污染小一些。 你们来了正好, 帮我打下手, 咱们抽空把房子修好来, 我估计我爹到时候会住过来。 中间的屋子就当做祠堂了, 以后估计也不怎么会住人了。 秦末说道, 这小木屋的意识 承载思念和传承。 秦末觉得, 不管是谁, 最后都是落地生根。 在这里忙活的时候, 他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比享受的时候更加地快活。 众女都假装抱怨, 可一个个都干尽十足, 甚至参与到了房屋规划之中。 我不管, 我要有一间自己专属的房子, 要小一点, 房子太大了, 住着没安全感, 李玉树双手掐腰道。 我的房间简单一点, 里面给我弄个三清牌位就行了。 方唇道, 高摇吃笑道, 那你跟少爷亲热的时候, 难道还要让三清老爷旁观吗? 方唇脸一红, 瞪了一眼高摇, 就你思想龌龊。 秦末头都大了, 别急, 一个个慢慢来。 说着, 他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 众女七嘴八舌, 提着自己的要求, 秦末花了一个时辰, 才最后订稿。 得嘞, 接下来, 咱们又有活干嘞。 就在秦末扩建房子的时候, 九州官场却掀起了大地震。 西京和东京联合声明将革新官员制度, 官员晋升, 将严格按照制度来履行。 同时, 所有官员都必须有基层经验。 不仅如此, 将进一步扩大女官群体。 这个声明一经发出, 所有官员都人心惶惶。 一时间, 无数的奏折和电报, 如雪花点一样, 飞向了两京。 天心对风歌和火帘道, 老二、 老三, 这件事是父亲的意思,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 说着, 他拿出了秦末这些年游历的手册, 这里面详细地记录了他碰到过的问题。 兄弟二人作为两个派系的主脑, 这件事不单单是对其他人, 对他们也是有很大的冲击力的。 这意味着, 他们手下的人员结构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由不得他们不谨慎。 风歌和火铃传越手册, 道, 可这是不是也太急了, 不如从一个地方试点。 天心摇摇头,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一次没有跟你们商量, 就突然发声明, 其实也是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不想给他们太快反应的机会。 连政司那边这些年早就掌握了不少人的把柄, 正好接着这一次机会来个全面的大清洗和革新。 一开始, 我也觉得疑惑, 但是爹说, 咱们秦家都要按照天下大势和百姓一直是改变, 他们凭什么高高在上? 时代变了, 世道变了, 现在是百姓当家做主的时候了, 没有世家, 没有门法。 难道让党派横行吗? 爹不允许, 我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革新是必须的。 我理解, 但是步子太大了, 很容易出问题的。 火灵道, 要不先从九州开始? 不, 既然要开始, 那就不要退去。 天心道, 只要百姓跟我们一道, 其他的牛鬼蛇神都不算什么。 让百姓监督吧, 几年下来, 天下会焕然一新的。 风哥深吸口气, 他已经感觉到了动荡, 他也无法想象, 几年后的大明会是如何的。 是更好, 还是更坏? 但是, 爹做错过吗? 没有。 他们的父亲, 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人, 总是能够比别人看到更远的未来。 或许他就是意识到了, 在不久的未来, 会有党派之争, 会形成另一种祸端, 所以才会将天下全部打乱, 重新洗牌。 这样一来, 不管是西京, 还是九州, 都将重塑。 想到这里, 风哥突然就明白了, 我懂了, 爹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而且这棋, 飞下不可, 是能在最短时间内, 清扫两地隔阂的办法。 天心点点头, 你算是看到问题核心了, 反贪是长久战, 之所以这么久都没有动他们, 其实也是为了现在的这一盘棋。 爹为了这一盘棋, 已经下了十年了, 如果你仔细, 去回想爹的策略, 就明白, 这一切都是为了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 这是多么崇高的愿望。 风哥和火链对视一眼, 也没了来时的汹汹气势。 九州官员调换, 能下放地去下放, 告诉他们, 当官是要做百姓公仆, 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官。 天心道, 我这里还有一份调查报告, 你们拿去看看吧。 兄弟二人, 拿过天心递过来的调查报告, 也是倒吸口凉气。 这些人怎么敢啊? 他们有什么不敢的? 天心冷笑一声, 所以说, 绝大部分人, 还是没有从老思想里走过来, 他们还觉得, 官字上下两个口, 自己可以无法无天, 一手遮天。 但是, 我要告诉他们, 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大明的天下, 是百姓做主的天下。 秦家的大明, 绝对不是其他朝代可以比拟的。 大明想要长久下去, 国座千年, 就必须历经这刮骨之痛。 所以, 下面人若是来找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妥善处置好。 我也希望你们, 能帮我做好这件事, 咱们三兄弟, 配合父亲和爷爷, 一一起, 把最难的时刻度过。 唯有如此, 才能够, 让大明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 听到这话, 兄弟二人也是点头, 这时候风格道, 不过大哥, 这样来得慢, 我想, 要不就从我们两个人开始吧。 天心一愣, 随即摇头, 不要, 你们两人都是从基础做起来的, 不需要再去底层历练了。 而且, 两个派系也需要你们掌控大局, 我不想看到派系乱了。 天心道, 就是要让他们乱, 不破不立, 破而后立。 火灵也点点头, 对, 大明谁也不该迷信, 就应该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天心有些迟疑, 他清楚, 最好的办法, 就是先从高层下手, 然后一层层威慑下去。 可这样必然会出事。 他才刚上来, 父亲那边他能解释, 但是母后和姨娘那边呢? 他怎么解释? 他们兄弟感情其实很好, 根本没有什么矛盾。 他能够如此迅速地掌控大局, 一方面是父亲的鼎力支持, 一方面也是两兄弟默默在背后帮他。 大哥, 既然做了, 那就做得彻底一些, 从咱们情族开刀。 火灵深吸口气, 不从自己人开始, 如何扶重呢? 难道咱们情族内部就全都是好的, 就没有半点问题吗? 火灵说到了点子上。 风哥也道, 老三说得没错, 既然要拿别人开刀, 那就先从自己人开始, 否则不能扶重。 日后就算革新也不彻底, 既然要做, 就做得彻底一些。 那些跟不上时代的人, 就彻底将他们扫进垃圾堆里, 或者直接让他们退休就行了。 咱们需要新鲜的血液, 来维持大明的安稳。 闻言, 天心心中的天平也逐渐清闲。 他长叹一声, 我先问问父亲的意思, 你们两先下去休息吧, 晚点我会给你们一个答复。 二人对视一眼, 也没有多说什么, 随即告辞离开。 入夜, 晴末泡澳池里, 这水是从山上接下来的山泉水, 特别地清凉, 就泡了这么一会儿, 将白天的暑气和疲惫一扫而空。 众女则是最新款的, 别急在泳池边上喝茶聊天, 要么就在水里吸水。 自打这个泳池建好后, 小院子的欢乐项目又多了一个。 苏我性子从水里钻出来, 然后深吸一口气, 又重新钻进了水里。 反复几次后, 方唇无奈道, 你就宠她吧, 看看把她宠成什么样子了。 苏我性子吞了吞嗓子, 然后微微喘息道, 都宠了她上半生, 下半生也要宠完, 而且, 我就喜欢宠她。 秦末长鼠口气, 然后递了一杯果汁过去, 压压味。 苏我性子妩媚一笑, 轻声道, 谢谢主人。 都二三十年过去了, 苏我性子还跟以前一样, 不忘初心。 不过, 这么多年了, 秦末对苏我性子 也早就不是当初那种感情了, 现在苏我性子是他认可的妻子, 也是他至亲的家人和爱人。 就冲他给自己生了那些儿女, 秦末也要对他好。 秦末招了招手, 性子乖巧地挪到了秦末的身边, 然后调整了一个角度, 方便秦末欺负。 他又拿了一杯新果汁, 将吸管送到秦末的嘴边, 主人, 喝果汁。 看到秦末这做派, 方唇不满地哼了一声。 因为秦末的脚已经递到了方唇的身边。 方唇悠悠地叹了口气, 随即将他的脚搂在怀里。 正当秦末享受的时候, 小巴跪在一旁, 小声地对秦末说了一句。 秦末眉头一皱, 随即起身, 你们先玩着, 我一会儿就来。 说着, 拿过小巴递来的浴巾裹在了身上, 随即进到了新作的书房内。 房屋都是纯木制作, 由皇宫工匠制作, 只需要拼积木一样几天时间就能完成搭建。 而秦末用的也是皇族才能用的瓦当, 并不是琉璃瓦, 秦末更喜欢普通的瓦当, 更有质地感。 房间里装着第三代空调, 十几年前, 第一代空调问世, 那时候空调还是个超级巨大的巨无霸。 第二代体积就小了十倍, 到了现在, 终于有了秦末记忆中的样子。 除了运行的时候有点声音, 制冷效果非常好。 再也不用冬天准备冰块, 放入房子的加层了。 而且, 大夏天睡大通铺, 也不会被热醒了。 秦末进到空调房, 不由打了个哆嗦, 随即裹紧了身上的浴巾。 小巴也动得直哆嗦, 这第三代空调, 是冷哈, 比之前的效果好多了。 嗯, 就是太贵了, 普通百姓购买还是有难度, 得把空调的价格打下来。 皇家科学院那边要通知一下, 薄利多销, 而且现在技术已经成熟了, 完全看了一将这些成熟的技术下放到民间, 只要收取专利费就行了。 而且, 皇家科学院那边还可以将这个空调打造成一个独立的品牌, 成了国企。 这样一来, 利润反而更高。 这第三代空调问世, 一台就要500银元。 500银元什么概念? 西津工人一个月也才10银元的收入, 一台空调, 差不多是他们五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 就目前而言, 电费还是很贵的。 再加上普通百姓家里, 没有大功率的电器, 所以, 即便电费相对昂贵, 那也在百姓的承受范围之内。 可未来大功率电器必然会问世的, 那时候, 一个月的电费支出都很高。 所以, 看待空调的问题, 就不能只看到空调的问题。 要做的还很多啊, 都说大明的百姓生活好, 但是在我眼里, 他们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秦末探声道。 小八则道, 陛下, 相比其他皇帝, 您做的事情已经是了不得了。 奴婢没有什么学识, 却也知道, 现在人人都在歌颂您, 称赞您。 没有您, 就没有他们现在的生活。 您不是常说, 饭要一口一口吃吗? 只要咱们朝着对的方向, 晚一点达到那种水平, 也不迟的。 你说的有道理。 秦末点点头, 也不再纠结这些。 而且, 完事都有他的规律, 自己不能过多地干涉, 只要不太过分, 假以时日, 必然会朝着好的方向去。 他轻车熟路地, 来到了电报机前, 拿起了电报。 看完电报后, 秦末皱起眉头, 随即拨通了皇宫秘书处的电话。 现在有线电话, 已经逐渐普及开来, 除了各地的衙门和办事单位之外, 便是一些有钱人。 主要还是出线路成本的问题。 一些中产家庭也置办了电话, 在现在, 能够在家里置办一台千里通, 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会被左邻右舍羡慕的。 宫内的秘书处, 一天十二时辰都有人值班, 随时恭候皇帝的命令。 把这些发给西金那边, 告诉那边, 革新需要一些牺牲, 总有人得弯腰去做这些事。 不一定要别人先行, 自己人更应该先开始。 让皇帝放开手去做, 一切由我都敌。 挂断电话后, 秦末开始思索起来。 他之所以不愿意回宫, 就是害怕那些人找过来, 躲在这里也清静。 老秦现在也不管事了, 就住在秦双双的别院里, 他们也找不见人。 不过躲了这么久, 终究是躲不过去了。 秦末深吸口气, 他决定先从秦族开始。 秦族发展至今, 已经三十多年了。 而秦族本来就是一个大家族, 三十年前就有三千多人。 现在人口早就突破万人。 秦末希望秦族可以持续地繁荣下去, 但是这种繁荣, 他希望是健康的繁荣。 所以, 一些牺牲是必须的。 除了科研人员不参与这一次的革新, 其他人凡是官员都必须参与其中, 而且必须在第一线。 从今以后, 不管是谁, 不管什么来头, 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去最底层历练, 让他们体会民间疾苦,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当什么官老爷。 这样的人, 秦末不需要, 大明不需要, 大明的百姓也不需要。 但是这其中肯定有人会站出来反对。 但是没关系, 秦末就等着这些人跳出来呢。 大明开国这么多年, 总会出那么几个不怕死的东西。 长乐一年, 下, 七月, 浩浩荡荡的官员革新正式开始, 从西京到东京, 波及到数十万计的官员。 后世称这一次的革新为, 长乐革新。 众人都没想到, 以为新皇登基, 第一把火会烧向罗斯,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迟来的第一把火, 居然烧向了全体官员。 这是众人始料未及的事情。 而百官迫切地想要找皇帝, 却发现皇帝跟失踪了一样, 根本找不见人。 这一下, 众人可乱套了。 但是谁敢乱来? 军政分家之后, 军权就牢牢地被皇帝把持住了。 就算有心人想要搞事, 那也绝对没那么容易。 而且, 朝廷的公告发布之后, 让全体百姓监督, 这一下可彻底热闹了起来。 先是百姓地位再次暴增, 随即大量的贪官污吏落马。 一时间, 无数贪官污吏, 人心惶惶。 这一把火, 从西京和东京, 向着其他地方快速扩散。 大明三皇的威严震慑全国。 再加上百姓对三位皇帝的拥戴, 有心之人想要乱, 也根本乱不起来。 最重要的是, 风哥和火灵接连下场, 响应朝廷的策略, 主动请求去最偏僻的乡村助手。 而且这一去, 就不知道是几年了, 或许一两年, 也或许是三五年, 乃至更久。 也就是这时候起, 有一句话开始深入人心, 大明的天下, 是百姓当家做主的天下。 皇帝和百姓, 才是这个天下的主人, 官员是百姓的公仆。 这句话传播的速度很快, 一时间就占据了主流。 昔日高高在上的那些官员, 现在一个个都人人自危起来。 有些人很聪明, 准备顺应大局, 去更加偏远的地方革新深造。 而有些人, 则打算胳膊扭大腿。 可就连勤族人都下场了, 他们又算什么东西。 结果直接遭到了清算。 从七月开始到八月, 全国进入沸腾之势。 到了九月今秋, 众人想象中的动乱并没有到来, 反而异常地平静。 国内也没有出现什么乱想。 到了十月, 这一把火逐渐烧到了军部, 一切都很顺利。 没人敢在秦末的眼皮子底下闹事。 大局已定, 秦末也烧松了口气。 看着依旧热闹的东京, 他很清楚, 短暂的阵痛是必然的。 等过了今年, 未来会越来越好。 那时候的大明, 才真正奠定了百年之机, 千年之主。 浴火重生虽然痛, 但是总好过未来这些问题爆雷。 秦末作为一个穿越者, 他知道很多失败的例子, 当然, 他也不敢说一定会成功, 但总要试一试。 十一月, 李赵特意找到秦末, 舅舅, 我想去东东。 秦末看着这个神思自己的外甥, 你外祖母同意了? 他不舍得我走, 但是厨英总是要飞翔的, 不能一直躲在羽翼之下。 李赵被老秦培养得很好, 很懂事, 但是作为少年人的朝气他一点都不缺少。 我同意, 不过, 现在国家正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 你去了东东后, 得慢慢来, 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秦末提醒道, 外祖父已经跟我说过了, 他说, 大明不能走其他朝代的老路, 所以必须革新, 虽然一开始会有切腹之痛, 但浴火重生后的大明将重塑国格。 百姓要的从来都是普通又平安的日子, 而政客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地出卖自己。 我们要做的, 就是用一根绳子拴住他们。 李赵认真的说道, 你说的没错, 去了东东后, 肯定还会有人盯上你, 你需要顶住压力, 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百姓中去。 只要百姓认可了你, 那么他们就不会为难你。 可明白我的意思。 秦末问道, 李赵道, 懂,但是不太懂, 我还需要自己去历练, 对比舅舅跟表哥他们, 我还是太嫩了。 不过连表哥他们都要去最基层历练, 我又为何不可? 李赵其实很佩服天心他们, 他觉得大明现有的体系非常的好, 而且真正意义上做到了上古圣人所描绘的一切。 至于自己的舅舅, 那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 不管是从前还是未来, 都不会有人再超越他了。 在中原, 他是活着进入文庙和武庙的圣人。 放眼全世界, 他是最伟大的大皇帝。 他的光芒压得所有人都露不了头, 可在李赵看来, 何尝不是舅舅的光芒笼罩着众人, 他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凭借着一己之力将大明带上了最巅峰。 秦末摸了摸李赵的脑袋, 你很好, 我相信你也一定能做好这件事, 但是不要给自己压力。 不管怎么样, 照顾好自己。 谢谢舅舅, 李赵发自内心的道。 走之前, 好好跟你外祖父他们道个别, 到了东斗, 要好好带你的父亲。 我并不是教你以德抱怨, 但是做人要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虽然他不是一个好父亲, 甚至不配当一个父亲, 但是你做子女的, 要尽到自己的职责。 好与坏, 你心里自有一感称。 但是若是有朝一日, 别人提起这件事, 你可以拍着自己的胸膛说, 自己问心无愧。 秦末语重, 心长得道。 李赵重重地点头, 在这里, 从来没有人在我的面前说过我父亲一句坏话。 我很清楚, 大家都是顾及我的感受, 我也知道我那个混账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去年他还跑到别院去骚扰母亲, 被外祖父打了一顿。 我并不觉得外祖父做错了, 甚至觉得痛快。 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不清楚, 为何他要这么做。 但是我很幸运, 我能被外祖父, 外祖母, 还有母亲, 舅舅, 舅娘们如此爱护。 教我做人, 教我承担, 教我爱与恨, 教我明辨是非。 李赵很幸运, 能当您的外甥。 说着, 李赵想秦末常败到地。 秦末受了这一礼。 他这些年, 的确受了不少气和委屈, 但是为了自己妹妹和外甥, 值得。 好, 别煽情了, 大男儿志在四方, 你今日离开, 来日我希望从百姓的口中听到对你的夸赞。 那便是你, 对我最好的回应。 可如果你为非作歹, 仗势欺人, 别怪舅舅不饶你。 李赵走了, 这一次连带着其他的李氏族人也走了。 不过, 在这之前, 如李星等人都几乎全部参与到了革新之中。 可以说, 大猫小猫两三只。 李赵这一次去东都, 真的只能靠自己了。 开局很难, 但是有朝廷做后盾, 只要度过了最开始, 一切都会好起来。 老秦舍不得, 秦秀英更是伤心地止磨眼泪。 秦双双甚至都没出门送一送, 被秦秀英说她心狠。 秦双双则淡然道, 我陪她长大, 已经尽到了母亲的职责。 长大之后, 她有自己的人生, 未来还会有自己的妻子, 日后她能想起常会来看我就行了。 我这大半辈子, 几乎都被她给拴住了, 怎么又算心狠呢? 听到这话, 秦秀英也是哑口无言。 的确, 若没有这两个孩子, 秦秀英会独生一个人吗? 她才多少岁? 三十出头的年纪, 过得比人家六七十的人还孤单。 她比静安公主还要苦。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那些官员之外, 连薰贵都下放了。 无论男女, 五十岁以下的, 不足十六的, 一律都去了千里之外。 六十岁以下的, 则是千里之内。 所以, 这一次的革新是非常彻底的。 所以, 两斤现在也没有太多的薰贵了。 老秦道, 行了, 你别哭了, 你再心疼孩子, 能有人当娘的心疼? 还都这么大了, 东都离东京也不是很远, 若是想了, 坐飞机也就半天的事情, 又不是要走个十天半个月的。 秦秀英瞪了老秦一眼, 行, 就你会说, 我不说了行吧。 眼看老两口半嘴, 秦秀英也是叹了口气, 随即牵着女儿秦卿回到了别院。 这孩子的名字, 取自秦末曾用的化名, 李清照。 兄妹二人各取了一字。 娘, 哥以后还会回来吗? 为什么不会呢? 秦双双反问道, 因为他们都说, 哥现在去继承前王的位置, 以后就不回来了。 不管他是什么王, 他都是我儿子你大哥, 我让他回来, 他就得回来。 秦双双其实有些庆幸, 儿子不满16岁, 否则就要跟自己那些侄子一样, 尽数去深入学习了。 这一次的革新尺度很大很大, 大到连百姓都有些于心不忍。 可三位皇帝依旧不管不顾, 更是多次发表言论, 说不破不利, 破而厚利。 所以这一股洪流越发浩大, 在百姓的支持下, 越发不可收拾起来。 秦末很清楚的, 这世上是不会有感同身受的, 勋贵永远不知道百姓的疾苦。 强迫他们去看看民间, 去看看百姓的生活, 让他们从一个农民当起,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二十四节气, 让他们不把天下大同当一句空谈。 再好的策略, 那也要这些人去配合, 去引导。 秦末能容忍这些庸碌的人当官, 但是不能容忍他们傲慢, 高高在上, 眼中没有百姓。 更不能容忍他们四百姓为刁民。 大明开国二十年, 就已经有了这种现象, 未来只会愈演愈烈。 所以必须在这个时候开刀, 彻底地去掉骨子里的坏习惯。 能适应的就适应, 适应不了的, 救下来。 从上到下, 从善如流, 这才是秦末的本意。 而军队也开始进行了革新。 首先就是进一步地完善体系, 然后就是精兵概念, 不再以人多为主。 大明很大, 固定的兵员是不能减少的。 但是在现有的基础上, 不能再继续增加了。 可大明开国二十年, 兵力已经朝着三百万进发了。 三百万之兵, 毫不夸张地说, 在这个时代, 比世上多数的国家人口还要多了。 也只有大明才能养得起这么多的兵力。 每年单单是这些兵将的薪资, 都超过了一亿银元。 这还没有算上武器研发, 每年投入到这一块的军费, 超过了一亿银元。 而大明两金制度下来后, 两地税收已经超过了十八亿银元。 军费支出这一块, 必须维持在一个比较平衡的地方。 因为大明太大了, 还有很多贫穷的地方需要朝廷补贴。 这些钱看似很多, 实际上也才将将够用。 因为大明每年的建设非常快, 也非常多。 所以, 大明两金才能一天一个样。 好在两金国库这些年的积累很多, 但是不能够坐吃山空不是? 这些积累大多兑换成了金银, 用来稳定货币价格。 除此之外, 大明也开启了股票市场, 未来有钱人会更加的有钱。 会加剧贫富的差距。 摆在大明面前的问题仍然很大。 秦末可以不开放股票市场, 但经济发展到了一种程度后, 它必然会出现。 这是必然性, 并不是偶然的。 就像秦末说的, 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不能只看这一个问题。 收回思绪, 秦末继续将心思铺在了东京扩建之上。 秦末打算将新扩建的城市和秦庄当作未来之城来建设。 也就是说, 这里将成为整个大前的经济中心。 看着图纸, 薛万彻则是在一旁翘无声息的。 他虽然是高官, 却是以工程师的身份入了皇家科学院, 所以避免掉了下访。 而秦末为了防止有人作假, 在革新开始之前, 就下了命令。 加入科学院的人要经过皇帝的审查, 否则一律打回去。 他就是为了防止某些人偷奸耍滑。 新图纸还可以, 但是还是有些小气, 这里是未来九州的经济中心, 一定要包容万象, 要大气, 不要吝啬。 秦末找出了图纸上的问题, 首先就是交通, 一定要四通八达, 所有地方都能够直达这里。 地上地下都是。 现在汽车虽然还少, 但是已经逐渐普及开来了。 东京千万人口, 能买得起车的人少说也有百分之一。 就算是百分之一, 那也有十万, 这些车子一旦上了路, 岂不拥堵。 而且未来十年内, 汽车数量只会翻倍, 所以还要规划更多的停车位和停车场。 还有人行道, 天桥这些都要预留出来, 要宽松一些, 不要紧紧巴巴的。 其他地方的人过来旅游, 也要吸引人家对不对? 这里可是前周首府, 怎么能抠搜呢? 是太上皇, 这图纸, 微臣再修改一下。 薛万彻道, 他虽然逃过了下方, 但是他的儿女基本上都没逃过。 秦末点点头, 你是不是怪我在这个结果眼上革心? 薛万彻急忙道, 微臣不敢, 虽然微臣不知道为何要这么做, 但是微臣觉得太上皇必然有自己的考量。 大明的路跟历朝历代都不一样, 好似其他朝代都是一个模子刻印出来的, 虽然小地方不同, 但是大多都一样。 大明小地方相同, 但是核心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是一家一户的天下, 现在是千家万户的天下。 官员小历那都是百姓的公仆。 微臣想, 有很多人还是抱着老旧思想来管理地方, 所以才会让太上皇不满意。 大明太大了, 三万里山河, 不知道比大钱打多少倍。 未来还会不会继续变大, 谁也不知道。 而大明人口太多了, 两万万人, 这是从所未有的数字。 养活这么多人, 需要多少心色? 谁能不清楚呢? 但是所有人都一个念头, 那就是不要再有战争了, 和平下去。 把日子过好。 您看, 现在百姓安居乐业的, 这一把火, 也烧不到他们身上。 他们心里其实可明白了, 陛下是为了他们好, 是提高他们的身份和价值, 是为他们做主。 所以, 全天下的百姓都支持您。 那些官员反对的声音, 是因为他们很多人, 本来就觉得自己, 站在百姓的队里面。 他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是百姓的老父母, 他们觉得, 百姓还是昔日那种可期的样子。 可这里是大明。 大明的百姓, 是活得最有尊严的百姓, 是活得最自在的百姓, 是地位最高的百姓。 他们可以从容地选择, 如何过完这一生。 他们头顶上没有粮税, 没有姚艺, 他们生来就有土地, 就有各种后代。 甚至孩子生多了, 朝廷也会给他们奖励, 为他们养孩子。 生病了, 也会竭尽全力地救治他们。 您看看那些医院里面, 住了多少百姓, 多少人都是靠要吊着命。 谁不说大明的朝廷好, 大明的陛下是一心一意为百姓着想的。 放眼历朝历代, 哪一个朝代能够做到这些呢? 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再也不是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年代了。 百姓的好日子来了, 可却不是官员的好日子。 所以, 臣是这么理解的。 因为百姓懂得多了, 他们学文识字, 他们懂得道理, 他们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权利。 这是朝廷赋予他们的权利, 是发律法赋予他们的资格。 所以当那些庸禄官员不作为的时候, 会有人站出来监督他们。 新一代的百姓是敢于发声的百姓。 所以, 那些官员愤怒、焦躁, 他们觉得百姓是刁民。 可时代不同了。 人们心底虽然还是敬重官员的, 却带着审视的眼神。 这一场现在不来, 未来必然还是会来的。 只是, 那时候爆发起来, 必然是如烈火烹油一般沸腾。 所以, 太上皇高瞻元主, 在这个时候发起革新, 是最明智, 也最合适的。 假以时日, 他们都会明白太上皇的用苦良心。 秦莫哈得一笑, 你小子, 倒是看得挺明白的, 没少看报纸吧。 薛万车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天天看, 学习太上皇和陛下的意志和精神, 不能堕落了。 秦莫点点头, 等这一次过去后, 未来这些会形成固定的事情, 日后凡是我大明之官, 都必须要经过这一道。 其实大前执行过这个, 但是那时候执行力度很弱, 主要是官员意见太大了。 那时候, 老六身体不好, 阿四威望又不够。 最后, 这件事不了了之了。 但是地方官想要回来, 就必须要去下面走一走, 这几乎成了惯例。 现在秦莫可不管这个, 而是将金官下放到了周府, 周府又下放到了县级。 一级一级的摊牌, 全面大洗牌。 你可以不去, 但是一定会从队伍里清除出去。 薛万彻点点头, 心里很清楚, 熬过这一关, 虔诚坦荡。 当然, 他们可以选择回来, 但是那样, 他们就不得不从队伍里离开。 就这几个月, 全国陆陆续续, 已经有百余人离开了, 秦莫跟天心亲自复批的, 除了他们自己此生不再为官之外, 他们的孩子不会有限制。 就这些人, 没有恒心毅力, 真让他们得了权, 那不是贪官, 就是佣官。 秦莫怎么会允许呢? 从新城区回到小院, 秦莫也是进到了温泉池放松。 夏天已过, 深秋已至, 昼夜温差很大。 秦莫时常是就这火炉吃西瓜, 一边泡温泉, 一边吃烧烤。 不过, 还没等秦莫泡多久呢? 小八便过来道, 太上皇, 西域乱了。 秦莫皱起眉头, 怎么回事? 具体奴婢也不知道, 只是方才军部的人过来汇报, 说是西域那边乱了。 小八道。 秦莫悠悠叹了口气, 不得不从水里出来, 随即来到了书房, 接受电报, 看完了电报上的信息后, 秦莫眉头紧皱。 他没想到, 医治邪的惨党, 西域那些信仰邪神的人, 以及罗斯那些叛逆走到了一块, 并且组建了太阳教。 从这太阳教的教义上看, 这完全就是白连教的大成板。 一看就是中土人士的手笔。 西域那些人那里吃过西康啊。 这太阳教旨在推翻大明, 建立人人平等的国家。 这里的人人平等, 指的是没有皇帝, 没有官员, 人人自理。 其他的福利, 则是照搬大明的福利, 还有一些福利, 一看就是异想天开。 但是架不住西域那边的人穷啊。 人在饿极了的情况下, 哪怕是土都会吃。 西域这个地方很复杂, 当初没有收下西域, 也有这一块的原因, 要经略那边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可就算如此, 也不一定能够彻底让他们融合。 秦莫留下西域, 一方面是节省力气, 他也不想隔三差五地 被西域的那边的事麻烦。 二来也是给子孙后代立功的机会。 三来是真的抽不出手去治理了。 打天下容易, 治理天下难。 就大明现在的实力, 横推世界, 不在话下。 说实话, 西域那块地方, 资源最丰富的地方, 基本上都被大明给占据了。 那边的自由港和钻井平台, 每天出产的石油以百万计。 这些石油绝大多数都送到了西京和九州各个战区。 因为汽车得普及, 虽然还保留了骑兵团, 但是总体已经机械化。 可偏远地方, 机械化程度还是很低的。 当地甚至还有用旅车的。 毕竟内燃机出来的时间也不算太长。 这些年出产的总量都没有超过百万台, 而其中三分之二都被朝廷和军队给购买了。 民间的汽车还不是很多, 而且民间也有很多研制汽车的公司, 但是就目前而言, 暂时还没有一家私营公司造出汽车。 就拿西域来说, 被大明占领的地方, 绝大多数都是大钱曾经的疆域。 而之外的地方, 是大钱都觉得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 那些地方很乱, 国家也很多, 收治它们, 更像是在砸钱, 根本没有太大的作用。 而秦末, 只是把那个地方当成一个缓冲区。 特别是那些叛逆去了罗斯之后, 等于大明有了一个更大的后备资源库。 这些资源库未来会逐迹地开发出来, 资源是足够的。 可现在, 西域开始乱了, 这些人疯狂得很, 他们不敢去针对驻军, 反而将目光放在了普通百姓身上。 天象那边就出现了一起, 让秦末非常恼火的事件, 电报中说, 死伤超过了百人。 而那些人, 全都焚火而死了。 太阳轿也随之彻底传开。 老鼠想要躲藏, 是很容易的。 这件事, 必须有个了断才是。 天象经略了二十多年, 就目前而言, 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最起码, 这十多年里, 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而这一次, 那些老鼠又出来作祟了。 秦末有些窝火, 可转念一想, 为了这些破坏者而愤怒, 有什么用? 有些人天生就是坏种, 天生就想着破坏。 电报中, 天心问自己, 该如何处置。 秦末思索了一会儿, 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打入他们的内部。 最坚硬的堡垒, 从来就是从内部瓦解的。 唯有如此, 才能够真正从根源上解决这些人。 当然, 他并不认为, 这些人能够彻底根绝。 秦末年年都让人去乡下宣传那些破除戏法的手段, 可结果呢? 每年都有人上当受骗。 骗子的手段, 也是不断地更新的。 这些人也是一样, 当他们发现惯用的手段没用之后, 就会更新。 不知道太阳教这些人用的是什么手段。 得先摸清楚他们的路子, 才能对症下药。 秦末想了想, 随即让秘书处回了西京那边。 回到永池, 秦末就跟没事人一样。 天下太大了, 就算是碰概率, 每天也有很多糟心的事情。 如果不断地共情, 不断地焦虑, 是根本当不好这个皇帝的。 所以, 要学会从工作中抽离出来。 怎么了? 萧玉柔凑过来问道。 西域那边有点事, 已经处理好了。 秦末伸了的懒腰, 说道,降温了, 回房休息吧, 泡温泉泡得犯困了。 萧玉柔道, 那就回吧。 随即种女果上浴巾, 将秦末围在中间。 晚上秦末又是一通享受。 眨眼功夫, 就到了冬天。 东京的冬天依旧寒冷, 只不过, 得益于棉花的问世, 棉服出现倒是再一次降低了衣服的成本。 这棉花秦末苦训多年, 总算是在天象找到了。 而且这棉花是一个探险家找到了, 这探险家是西津人最喜欢游历山川, 收集各种各样的植物标本。 结果就发现了秦末早些年写给李星出海的手册。 出海手册中有数百栋植物, 八九成都找到了, 而剩下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因为世界不同的缘故, 根本没找到。 还是说, 索性就是没有。 棉花大范围的育种之后, 民间也已经开始广泛种植。 这时的纺织业迎来了巨大的变革。 首当其冲的就是穿衣成本降低了。 木棉虽然能保暖, 但是肯定不如棉花的。 绫罗绸缎, 皮衣保暖, 但昂贵。 墨基, 珍妮基的出现, 加快了纺织速度, 再加上羊毛制品, 百姓保暖不成问题, 但价格还是偏贵的。 而棉花就不一样了, 同样的价格甚至能卖三件。 而且, 保暖效果很好。 用棉絮做杯子, 晚上睡到浑身发汗。 虽然北方地区基本上都烧火炕, 但有棉絮就是更暖和。 朝廷也一直在研究集体供暖的事情, 只不过目前而言, 还有技术难关没有功课。 秦末穿着最新的棉幅龙袍道, 这才是我心心念念想要的衣服, 羽绒虽然也很轻便, 但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上辈子还没体验过暖气呢, 这辈子怎么也要体验一下吧。 太上皇, 这是财政那边拿过来最新的报表。 小八急匆匆地将文件递了过来。 秦末拿过来一看, 今年九州财报又上了新高, 全年的税收已经超过了12个亿。 加上西津那边的税收, 今年的税收可能要上26亿了, 比去年增加了不少。 看了一眼财政结余, 没有赤字。 总的来说, 九州的财务和地方的财务 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 明年就要开始正式地推行货币革新了, 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 只毕竟不是经营保值率那么高。 所以明年之后, 财政收入可能要上几十亿, 乃至百亿了。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天心的名义来做的, 他到底只是太上皇, 功劳这一块肯定还是让给天心的。 今年财务还不错, 让财政那边做一个总结, 把明年的计划报表给我。 而且, 这财务报表似乎有些问题。 秦末道, 正要细致地报表, 这十几个亿的税收分别来自哪一个部分 要看到他们的百分比, 而不是直接给我一个数据, 这样不直观, 不能准确地分析出来。 秦末有些不满。 小巴苦笑道, 财政那边今年流失了很多人才, 都去下面了, 所以, 所以他们就可以把这个当借口, 来搪塞阵。 秦末冷声道, 能做就做, 不能做就下去, 大明不缺人才。 秦末现在还真有这个资格说这种话。 没有了世家门阀, 没有党派之争, 百姓无摇益, 无粮税,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粮食年年丰收。 读书的成本, 其实已经压低到了一个极致。 而且, 大明是免费教育, 只有到了高等教育才收费。 他们要付出的, 只不过执笔等务。 孩子生得多, 朝廷和地方衙门每个月都会有补贴, 直接划到个人账户。 读书了, 学校就会上门催促。 三十年, 两代人, 整个大明加起来, 起码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学文识字的。 那就是两三千万人。 若是放在最开始, 那大前几乎全员扫盲了。 再过二十年, 大明的文盲会变得极少, 可能十里挑一。 等老一辈人逝去, 就真的没有所谓的文盲了。 秦末有底气, 有资格对任何人说这种话。 还以为是世家当道的年代。 一句话就可以要挟皇帝。 没门。 小八点点头, 急忙下去吩咐。 年终盘点是秦末最在意的事情, 他甚至从小院搬回皇宫来住了。 这些人还敢打马虎眼。 看来这一次的官场革新, 还没有让他们学会什么叫做务实。 而与此同时, 西京。 天兴也在看报表, 两京的报表是同步的, 而且这些报表不多时, 是会发布在官方报纸上。 今年西京的税收超出了他的想象, 达到了惊人的十七亿。 也就是说, 今年全国税收逼近三十亿元的税收。 大明开国以来, 居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赤字过。 而国库多出来的钱, 也要尽快地用出去, 提高民生, 而不是放在国库里烂掉。 不能学其他朝代那样。 他又一次看了其他的支出。 基建的支出已经够大了, 再这么下去, 就有些溢出了。 目前总体而言, 主要的公路已经链接完毕。 铁轨修建速度还是偏慢, 研发这一块一直都很高, 维持这个数字就行了。 教育这一块还是需要加大投入。 军费支出保持平衡即可。 福利这一块还需要增加一些。 天心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规划。 国库有闲钱, 那么这些钱最终会扶持到地方项目。 比如西北的大运河计划, 链接四方,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打通。 可是西北那边已经焕发了生机。 而这份功劳也是它的。 现在如果去西北那边, 会发现沿路有大片大片的绿植, 靠近它曾经任职的城市, 几乎被绿植覆盖其中。 那边依旧是淘金者的乐园, 而每个淘金者在获得淘金资格后 都将种植一百株树木。 那边有一片淘金者森林, 目前栽种了不下三百万株树木, 已经形成了非常广袤的森林。 写写话花一段时间, 秘书处发来了电报, 是父亲的回应, 天心揉了揉脑袋。 官员革新, 他顶着巨大的压力, 将所有的弟弟妹妹全都下方。 而秦族人八成左右的人也全都出去了。 他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但是好在, 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这些人到了地方, 还真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只不过, 他一直想问父亲, 这个时间将持续多久。 可父亲给他的回答, 却是给新人时间, 给旧人一次机会。 看到这句答复, 他才明白父亲的用心良苦。 所以这一年之中, 他任用了大量的新人。 而这些新人也给官场朝廷, 乃至这个国家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 他们更有拼劲, 他们谈事不会在酒桌上。 他们会亲自去乡下走访, 去了解民间疾苦。 甚至很多人都是从乡村长大的, 他们本来就是百姓的代表。 他们可太知道百姓有多苦了。 用了这些新人, 天心才知道有多爽快。 等那些老人重新回来, 看到这些新人, 那必然是两股势力。 要么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事, 要么就卷铺盖走人。 父亲高瞻远瞩, 实在是比他考虑得深远。 也难怪要将这个项目保留下来。 这就像是一把刀, 一把针对所有人的刀。 谁要是敢沾沾自喜, 或者被金钱和权力腐蚀, 随时都可以让你下去。 而且没有理由的。 因为朝廷可用的人太多了。 人才哭太多了, 那些人再也不可能拿捏住这些人。 不是他们厉害, 而是朝廷的职位赋予了他们能力。 今年唯一让他窝心的就是西域了。 他本来是想对罗斯用兵的, 但是罗斯那边的情况似乎也不用用兵了。 而西域用兵似乎有些小题大做, 所以很难受。 再加上国内经过这事的波及, 也有一些动荡, 所以天兴为了稳妥, 并没有发兵。 而明年要发起货币革新, 对外用兵似乎不可避免了。 天兴看完了父亲的回信, 心里有了底气。 一日一早, 他就叫来了军部的人开会。 朝廷已经几次让罗斯那边认罪, 至今, 罗斯都没有任何回应, 正以为是时候用兵了。 天兴道, 众人听到这话都是浑身一震, 他们其实一直在想, 皇帝会什么时候对罗斯用兵。 没想到, 这都马上长了二年了, 才提出这件事。 皇帝是真的能忍, 也真的为了大举考虑。 陛下, 臣以为, 直接让西域那边出兵就行了, 区区罗斯国, 不值得咱们从西京动兵。 臣服议, 罗斯国国大名弱, 人口将将百万, 十万之兵, 武器弱后, 不可能是咱们的对手。 秘密武器已经制作成功, 是时候检验成果了。 天兴道, 我大名乃王者之师, 是讨伐逆贼, 发兵之前先发生争讨, 若他们投降, 则可以免去刀兵之苦。 若是他们不投降, 那就以雷霆之势, 用最快的速度, 拿下罗斯。 让全天下都看看大名的力量, 以震慑那些不臣之贼。 众人都是摩拳擦掌, 他们等这一天等好久了。 罗斯虽然不强大, 但是国家面积却是很大。 南北可是有好几千里纵深, 妥妥的是一个大国。 一旦拿下, 就能为大名开疆拓土尽万里。 如此大的一个面积, 无论是自己开发, 还是留给子孙后代, 都是极好的。 一想到这里, 这些主战派就激动得不行。 其实在大名人心里, 都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秦末的百年大计之中, 还有一个没有袒露出来的大计划, 那就是天下大同。 谁都清楚, 秦末主政时期, 大名就有了天下大同的实力, 却还是没有走出那一步。 而这个计划, 也几乎是大名官员默认的。 各项计划, 其实也是奔着那个方向去的。 而现在, 天心下旨声讨罗斯, 这其实就已经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西京日报发布这消息后, 天下沸腾。 从西京到东京, 三万里之地, 一时间都议论纷纷。 所有人都清楚, 罗斯纳入大名的时间, 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无人认为, 大名是个软蛋, 只会在哪里打嘴仗。 上一次被大名声讨的还是大钱, 结果只用了两年不到, 就土崩瓦解, 输得像儿戏一样。 公孙无忌在大名生活了一段时间, 说实话, 他还是喜欢这边的生活, 有属于自己的领地, 有属于公孙家自己的事业, 还有一群孩子让自己教育。 虽然每年都要交不少的税, 但是相比朝廷的扶持, 又不算什么了。 现在公孙已然成了一个大品牌, 联合度假, 两家的生意甚至达到了千万级别。 绝对的富可敌国。 而给公孙冲的爵位是世袭网替的, 守着这个爵位, 这个生意, 公孙家未来只会越来越繁荣。 这一日, 他从庄子内的学校回来, 邮局的人则是开着车, 送来了最新的《西京日报》, 公孙国公有宁定的报纸。 公孙无忌笑眯眯地接过报纸, 今天的报纸怎么这么厚, 又出了特别刊啊。 公孙无忌很喜欢《西京日报》, 除了日常大小事的报道之外, 还有特别刊。 这特别刊里面大多是一些新的科研成果, 医学成果, 还有稀奇的案例。 总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就算是普通百姓, 也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自己国家的力量。 生活在这种时代, 无疑是一种幸福。 年轻时, 公孙无忌经历了战乱, 中年时, 他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国度升起。 到了现在, 那个国家衰亡, 另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毅力。 仿佛有一双大手在主导这个世界的进化。 而那双手的主人叫秦莫。 他喜欢坐在自家院子里的糖衣里, 喝着茶, 顺便煮一些吃的。 只不过, 他年纪大了吃不太动那些坚硬的食物。 满嘴的牙齿都落完了, 现在嘴里带的是假牙。 他身心有些勾搂了, 到了家里后, 才慢悠悠地按照自己的习惯坐下来。 他觉得, 自己是时候离开大明了。 虽然, 现在这里也是自己的国家, 也是自己另一个家, 但是他更希望自己能够死在钱州那边。 可公孙冲毕竟是他的嫡子, 长子, 他其实更希望让公孙冲给自己养老, 至于公孙敏, 他有自己的路要走。 他知道, 自己有些偏心了。 但, 爱。 公孙无忌悠悠地叹了口气, 算了, 是时候回去了。 他铺开报纸, 随即带上了厚厚的老花镜, 手里端着一杯茶, 安静地看起报纸。 这是他一天之中最安静, 休闲的时候。 而看完报纸后, 他喜欢打开收音机, 听里面的新闻播报和戏曲。 有时候, 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等醒来, 天已经擦黑。 什么? 大明开始声讨罗斯了? 公孙无忌眼前一亮, 天下大同的进程又加快了。 公孙无忌来了兴趣, 认真看了起来, 这里面甚至披露了 罗斯和西域勾结, 企图用瘟疫来做武器残害百姓。 看到这里, 公孙无忌不由地叹了口气, 看来, 我有生之年, 说不定真的能看到天下大同。 不过, 也难说啊, 我都这年纪了, 除非活到八九十, 要不然, 怕是没谢。 他们这一辈人是真的没想过, 天下这么大, 可现在看看大明的疆域, 数倍于大前, 他才知道, 事业有多大, 心就有多大。 再没人提天可汗的丰功伟绩, 有的只是秦末这个大皇帝。 认真看完报纸后, 公孙无忌将公孙冲叫了过来, 一开口就让公孙冲猛了, 我要回钱州。 公孙冲急忙道, 爹, 是我哪里没做好吗? 不是说好了, 您在这边养老。 公孙无忌道, 不了, 我还是希望能够埋在钱州, 那边毕竟是故土, 再说了, 主家都在那边, 我要是死在这里, 以后怎么算? 你弟弟那边, 我可不能太偏心。 在这里这几年, 你将我照顾得很好, 也很用心。 我很满意。 公孙家在西京这边开枝散叶, 是我公孙家的胜利, 我很欢喜。 你也别觉得难过, 觉得是自己没照顾好我。 公孙冲红着眼睛道, 您这一把年纪了, 一个人回去, 我不放心, 就算要回去, 也要我送您一起回去。 公孙无忌摇摇头, 别了, 让孙子送我回去, 正好回去认祖归宗。 公孙冲现在回去, 也不是个事, 公孙敏不一定会在意, 但是别人怎么想呢? 公孙无忌不能太偏心了。 公孙冲叹了口气, 那行, 过了今年行吗? 年后会有航班 在军舰的护送下去前周, 有军舰护送, 我也放心一些。 他知道父亲的性格, 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那就不会更改。 公孙无忌点点头, 好。 随即他一纸报纸说道, 你看, 大明将要对罗斯用兵了, 我希望大孙能够去战场上历练一下。 你那里都好, 就是对公勋不敏感。 眼下大明正处于一个 关键时期, 有没有功勋是非常重要的。 你之所以能够避免, 是因为你除了爵位, 没有任何的官职, 再加上经商每年上缴足够的赋税。 但是, 你总不能将经商当成你的本职吧? 未来你的孩子, 难道不要走仕途吗? 公孙冲苦笑道, 宁当太平犬, 不当乱世人, 现在天下成平, 战火也波及不到这边。 未来起码会有百多年的和平, 我只求他们健康, 不求他们能够封侯拜相。 现在不比以前了, 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 所以父亲, 恕我不能答应你。 孩子们不一定要从军, 也可以走其他的路子。 公孙无忌气的不行, 你怎么这么蠢, 走其他路子, 能有这个路子好? 经商到最后一场空, 明白了吗? 你有这个爵位, 就万事无忧了吗? 你还没看清楚吗? 就连那些皇子, 日后都会逐渐地泯然于众人。 你这个爵位算个屁。 不想公孙家没落, 就必须要让几代人起来。 父亲, 天下没有世家了, 公孙家不想做另一个世家。 公孙冲摇摇头, 日后公孙家开枝散叶, 会彻底融入西津, 日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故土了。 有钱财, 日后他们只需要过上普通的日子就行了。 我也不想再掺和进朝廷那些事情里。 未来如果他们要参军, 要从政, 也随他们自己的意愿。 我是不会帮他们的。 公孙冲心态早就不一样了, 若是以前, 他肯定会想着不断地向上。 可现在, 他只想躺平。 做生意也挺好的。 若不是他不管事, 这一次他肯定要下放, 哪能如现在这般快悟。 他能管三代人, 其他人如何, 他管不了, 也不想管。 人嘛, 了了几十年, 何必那么累呢? 你, 你要气死老子。 公孙无忌气地拿报纸抽他。 公孙冲也不敢闪躲, 任由他抽打, 最后跪在地上道, 爹, 儿孙自有儿孙福, 您老就享清福吧, 就不要再管这些了。 好好, 老子老了, 你翅膀硬了, 管不到你了。 说着, 公孙无忌气地将报纸摔在了地上, 我这就走, 就去买票, 反正在这里, 也是碍眼, 我这就回前州去。 见公孙无忌又开始了, 公孙冲也只能默默地跟在他后面。 其实父亲性子变化很大, 已经有一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了, 这症状跟老黄爷一样, 所以公孙冲很害怕。 公孙无忌自己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只是觉得自己记性越来越不好了。 你别跟着老子, 公孙无忌气冲冲地道。 您是我爹, 我不跟着您, 跟着谁? 老子不用你管。 公孙无忌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公孙冲也没说什么, 就是默默地跟在后面, 不多时, 孩子们也冲了出来, 跟在公孙冲的后面。 天越来越黑, 好在县城通道桩子都有路灯, 倒也不用担心看不见。 快, 你也走不动了, 快上去搀扶他。 公孙冲急忙跑了上去, 紧跟着孩子们也跑过去, 搀扶气喘吁吁的公孙无忌。 这老家伙一把年纪了, 火气倒是比年轻的时候更大了。 别管老子, 就让我死在这里。 公孙无忌道, 爷, 您就别生气了。 爷, 您都走了好几里地了, 跟咱们回去吧。 公孙无忌不为所动, 公孙冲叹气道, 行行行, 我答应您, 我这就送他们去参军, 去从政, 行吗? 公孙无忌表情松动, 最后道, 果真。 而不敢骗您, 公孙冲无奈道, 谁能想到聪明一世的公孙无忌, 老了居然跟小孩子似的。 怕是说出去, 都没人相信。 公孙无忌哼了一声, 你可别骗我。 自然不会, 公孙冲苦笑道, 回去吧。 公孙无忌道, 爹, 而悲鸣, 公孙冲急忙蹲下。 公孙无忌倒也没矫情, 直接就趴在了他的背上。 公孙冲将父亲背在背上, 他这时候才明白, 秦末的笑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他给很多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很多人说, 秦末心狠手辣, 杀人如麻, 却从来无人质疑他的孝顺。 就连他最后拿了老丈人的天下, 也没人那这件事公结秦末。 因为秦末走的每一步都是堂堂正正, 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或许秦末是假孝顺, 但是一见假事做一生, 那也是真善了。 爹, 其实您说的我都明白, 我就是希望孩子们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 你看秦末, 多开明, 他的那些孩子, 未必都是成才的。 他自己也在书中说, 只要他们不成为祸害, 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不枉费他生养一场, 栽培一场。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你懂个屁, 秦末是秦末, 这天下都是他家的,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算什么呀, 你不为自己考虑, 那也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吧。 公孙无忌还是抱着老思想, 反正我就这个想法, 你要觉得我老古板, 也得憋着, 我是你老子, 这辈子你就得听我的。 孩子们也觉得爷爷强硬, 但是谁也没说什么。 是是是, 而听您的。 公孙冲决定学秦末, 秦末多聪明, 那一次不是把太上皇给陛下, 哄得高高兴兴的, 但是他该做的事情, 还是得做。 这还差不多。 公孙无忌满意地点点头, 你啊, 是西津分家的家主, 这么多人都靠着你生活的, 你得好好地为他们负责人才是。 不是老子逼着你, 而是你有责任有义务的。 未来我也希望, 西津的分家, 能够比得上前周的总家。 爹, 两家是一家, 但是又不是, 还是不要混为一谈。 公孙冲道。 公孙无忌叹了口气, 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呢? 都分家了, 那自然要分得清楚一点。 而且, 这些孩子生活的地方不同, 习惯不同, 接受的教育也不同, 很难一样的。 我不希望日后那边来人到这边来说三道四。 同样的, 我这边也不会去那边说三道四。 日后要是碰到困难了, 我肯定不会做事不管。 可同样的, 他们也别想来这边指手画脚。 大家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谁也别管谁。 您觉得呢? 公孙无忌思索了一会儿, 最后颇为无奈地道, 你翅膀硬了, 老子说不到你了,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过你们打断筋还连着骨头, 永远都是手足同胞, 永远都不要断了联系, 可以吗? 这点您放心, 所以这一次孩子送您回去, 就不要认祖归宗了。 公孙冲说道, 公孙无忌没说话, 也只能默认了这件事, 他本意是希望孩子能够认祖归宗, 前周是宗家, 西京是分家。 可公孙冲有一分家, 不愿意再跟那边有瓜葛, 他也只能听之认之。